像师只看了小女孩一眼,就看出她有天以贵人之命,日后将成为朝鲜的王后,不过,她也看出女孩有血光之灾,像师还真的全部算对了,女孩叫童一,是叛村建明家的孩子,父亲是个武作人,专门帮别人检验尸体,白天童一跟小伙伴跑到石桥下,看见一个将死的老头,老头手里拿着东西,似乎想交给童一什么,手里还比划着奇怪的手势,童一跑回来报官,老头却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往童一的草都放了一个腰牌, 这是他从杀手身上拽下来的东西,正是这块小小的腰牌,将给童一带来杀身之祸,等官差赶来时,老头已经死了,徐士官发现死者是个大官,而且最近接连发生多起刺杀大臣事件,他连夜赶到贫民窟,邀请自己的救世好友帮忙验尸,因为他已经不敢相信别人,而这个好友,正是童一的爹爹,这天晚上,徐士官向参判大人汇报情况,他判断凶手是一个叫剑气的杀人组织,然而徐士官不知道,剑气的首领正是自己的杀人, 而眼前的参判大人,才是凶杀案的幕后元凶,更可怕的是,参判大人的下一个目标,是徐士官的父亲附提学大人,第二天是大飞的生日,官府突然闯进来要抓剑气,作为剑气的首领,童一的爹爹跑来暗示徐士官,听说剑气只是一个保护剑奴的组织,怎么会刺杀朝廷官员呢? 然而徐士官却听不进好友的意见,更糟糕的是,第二天童一被一群小孩欺负,他们从童一的草都抖出来一个腰牌,小孩子们跑开后,童一拿着腰牌去报官,只是为了五文钱赏赐,童一被拦在官府门口,路过的禁府士兵,知道童一手里拿的是自己的腰牌,正是他杀了河边的老头,还暗中栽赃给剑气,士兵向军官汇报情况,却直接被军官扇了个耳光,骂他怎会露出这么大的破绽,为了掩盖真相, 军官命令士兵对童一杀人灭口,然而士兵队伍在来抓童一时,童一却不见了,原来是徐士官把童一带走了,还叫来了童一的爹爹,就这样,腰牌辗转到了徐士官的手上,爹爹也就知道杀人凶手是谁了,可他们破解不了老头的手势,这天晚上,禁府士兵突然袭击童一家,却被有所防备的剑气打了个措手不及,而天真烂漫的童一一个人回家,却被一个大户人家抓去当丫鬟,爹爹和哥哥以为童一被禁府抓走, 把剑气的成员全部召集回来,那户人家的夫人一看是个剑民小孩,起初很嫌弃,结果他发现童一不仅读过书,连生辟汉字都能认权,于是令庸人给童一穿上漂亮衣服,让童一明天以制身打扮去见老爷,回家的路上蹦蹦跳跳,完全不知道危险正在向自己靠近,哥哥一把就把他拉进角落里,问童一怎么会平安无事,可童一不知道哥哥和爹爹是剑气,更不知道今晚发生的冲突,他的脸上写着大大的问号, 哥哥也懒得跟小孩子解释,拉着童一就跑,第二天一大早,爹爹不同意女儿出门,只说外面现在很危险,还让天兽哥哥看着童一,童一在草屋中撒泼大哭,因为他想穿上漂亮衣服,然而天兽出门口见了一个童僚,却发现童一溜走了,辈子里其实是童一的小伙伴,童一跑去穿漂亮衣服,路过官府张贴的通缉令却浑然不知,剑气得到可靠消息,徐士官的父亲马上就会被暗杀,爹爹身边现在只有九个人, 依然决定动身去营救好友之父,童一穿上了漂亮衣服,见到了大户人家的老爷,被通缉的小女孩竟然自投罗网,参判大人很开心,他骗童一跟着仆人去领礼物,然后悄悄通知官兵过来抓人,可他竟然不知道自己动手,果然是手无腹肌之力的一大家人,童一开开心心地吃了一顿大餐,还在屋外领了一份礼物,官兵过来抓人时,童一听见官兵的对话,才知道这些人要抓走自己,童一躲在酱油缸背后,然后悄悄爬出了围墙, 官兵发现了童一,幸好天兽哥哥正好赶到,天兽为了骗官兵,一直称呼童一为小姐,还说小姐是参判大人的小女儿,童一心领神会,立马配合天兽演戏,两个人就这样逃出了参判大人家,而在另一边,爹爹救人却发现是个陷阱,对方不仅把徐士官的父亲杀了,还把他们抓起来诬陷为凶手,徐士官听说父亲被剑气杀害,他悲痛万分,赶到路上截住压界的罪犯,却发现剑气的首领竟然是自己好友,两人相望百味杂� 天兽把童一藏在码头的草丛里,准备带童一坐船离开,爹爹和哥哥也正好被抓到码头,童一挤进人群大叫爹爹,爹爹却示意童一不要过来,等童一准备继续大叫时,一只大手捂住了童一的嘴巴,这一回,是向事业救了童一一命,童一被带到一处静闭的亭子,像是通知天兽来领人,童一这才知道,爹爹和哥哥,还有面前的天兽哥哥,他们都是剑气的人,然而剑气从未做过什么坏事,爹爹他们是被冤枉 天兽准备带童一抄小路离开,送别时,向事鼓励沮丧的童一,说他以后会变得很好,为了让童一相信,他还自称自己是京城第一向事,童一走后,向事对着徒弟说,那个孩子的悲剧才刚刚开始,父亲和哥哥即将被斩首,天兽却把童一骗到码头,他叫童一先离开,还说他会带父亲哥哥与童一团聚,天兽拿走了童一的漂亮衣服,还给童一看一个标志,这将是他们找到彼此的记号,童一依不舍地上船了, 天兽转眼就来到法场,带着一群不要命的兄弟,就走了童一的父亲和哥哥,然而他们逃到悬崖上时,却被前后的追兵堵住了去路,哥哥被乱剑射死了,天兽带着童一的爹爹逃到悬崖上,爹爹也伸中树剑,话没说到两句就死了,追兵冲了上来,可怜的天兽无路可逃,他站在悬崖边缘与敌人殊死搏斗,身中树枪后坠下了高高的悬崖,也许是天兽命不该绝,悬崖下却是幽深的河水,而童一在 在船上听说剑气的人结伐场,才知道父亲和哥哥命在旦夕,而天兽去做了危险的事情,童一不愿意一个人离开汉阳,他向着人们所说的悬崖上跑去,等童一来到悬崖上时,天上下着倾盆大雨,地上横七竖八躺着官兵的尸体,还有搏斗后烟红的血迹,童一在地上捡到了天兽的草鞋,在悬崖边还找到了爹爹的布袋,这是他绣给爹爹的东西,如果不是遇险,爹爹绝不会随便丢弃,童一以为父亲和天兽跳下了悬 他跪在地上大哭,一边哭还一边问天兽,为何不遵守三天后相见的约定,直到第二天雨停了,童一才离开这个伤心的悬崖,然而这天下午,靖府的追兵发现了童一,童一逃到山上,徐士官也带兵赶来,天黑了,两队人马同时搜山,徐士官一个人发现了童一,童一哀求大人饶命,徐士官虽然怨恨童一的父亲,却也不忍对无辜的小女孩下毒手,他决定放走童一,然而童一却在徐士官背后大喊,爹爹和哥哥是被冤 他逃跑时见过那个手势,一位叫恒娥的女子也会做,徐士官大惊,恒娥可不是寻常女子,看起来童一不像是在编谎话,然而就在这时,官兵发现了他们,对方不顾徐士官的安危直接射箭,童一往后退时摔下了山谷,等徐士官赶到山下时,童一却不见了,第二天,参判大人找到了童一的尸体,身上依然穿着那套漂亮的裙子,然而尸体的面部已经腐烂,认不出童一的样子,徐士官赶到,只看一眼就断定这个孩子就是他,他逃跑时见过那个 就是童一,还说他跟童一的父亲有仇,就算华成辉也能认出这个孩子,参判大人信了徐士官的话,从此也就停止搜捕童一,不久后,童一在雪姬的家里醒来,雪姬跟哥哥是长月圆的同事,私下爱慕着童一的哥哥,雪姬告诉童一,事发之前,天兽来找过自己,说是如果童一逃不出汉阳,就要自己救童一一命,童一在雪姬家养好了伤,他还跟小伙伴狗子重逢了,雪姬安排两个小孩出城,然而童一却不愿意走,他求雪姬向前,童一的父亲 不想办法送自己进宫,一来官兵不会想到搜捕王宫,二来他可以找到那位叫横娥的女子,揭开父亲和哥哥冤死的真相,于是,狗子自己离开了汉阳,而童一则成为长月圆一个小小的宫女,从这天起,她将逐渐向王后的位置靠近,女孩交给月师一坨发酵的响,希望她发奋图强完成考试,而这个调皮的女孩,就是六年后的童一,另一个调皮的人则是君王,一颗巨大的陨石坠入宫中,传说会带来厄运和灾难, 戏任一派的大臣认为,凶士与张玉珍重新入宫有关,可君王却把陨石打磨成玉佩模样,让各位大臣一起分享灾祸,这一年童一在宫中开始转运,君王总共找了童一三次,前两次都无果而终,第一次是童一在深夜拉响思念之弦,此时君王正好路过长月圆附近,听到了如气如素的乐曲声,第二天,君王派大太监到长月圆寻找奏乐宫女,长月圆的皇主不以为是个祸事,为了保护童一居然说谎,大太监回报场, 他无此人,君王觉得奇了怪了,公公是探问君王找人原因,君王只说想跟玉珍一起听听,顺便可以压制权势过大的戏人,就在公公跟君王汇报的同时,皇主不却叫童一出宫闭火,先到乐器场躲几天再说,童一到了乐器场,却意外拿到一张蝴蝶图案,跟当年恒额身上的吊坠一模一样,童一找不到图案的主人,闷闷不乐地回到长月圆,此时王公为了迎接张玉珍回宫,公公再次跟君王汇报, 还是找不到那个奏乐宫女,君王不知道,那个宫女刚刚回宫,就在张玉珍的眼皮底下,童一悄悄看见了张玉珍的容貌,他觉得此人正是当年的恒额,然而这天王公的乐器通通出了故障,弹奏出了乱糟糟的声音, 按照朝鲜的传统,应变是王国的征兆,以大妃和人显王后为代表的西人一派,再次把矛头指向张玉珍,而张玉珍是由参判大人吴太熙挑选进攻的,此人是男人一派的核心人物,男人一派如临大敌,来到长月院挨个审问,童一担心张玉珍被扳倒,会断了他追查冤案的线索,夜晚,童一翻墙进入张玉珍院内,想把蝴蝶图案的线索告诉张玉珍,然而此时张玉珍正在迎接君王,童一只好躲在 在他角落里,却被不明身份的人绑架走了,等童一醒来,发现自己被绑在一个草屋内,旁边躺着一具尸体,却是乐器厂的边庆将大人,童一看见地上有个布袋,他翻开布袋找到一把小刀,可布袋竟然掉出几块方形石头,童一没有太在意,他逃跑了,过后报官说这里有一具尸体,官兵跟随童一回到草屋,没有看见尸体把他骂了一顿,因为阴变事件造成全国恐慌,君王决定亲自查案,与此同时,童一也觉得乐器变音,是因为有人 对边庆动了手脚,所以边庆将大人才被杀死了,君王私下来到补厅,官职不大的徐龙基由此见到了君王,徐龙基向君王汇报,事发前一进府跨越本职排查长乐院的乐器,而就在昨晚,有人报官边庆将被杀死在家中,可官兵到达时,却没有找到尸体,徐龙基的初步结论,应变事件应该是个阴谋,于是君王下令,必须找出边庆将的尸体,这一夜,君王私访边庆将的草屋,却不知里面躲着一个女孩,君王在 在草屋中找到一块炎炎,然而此时,门外的护卫被暗器射死,君王觉察到危险,他把火把熄灭,躲到草团后却遇见了童一,附近的君王护卫赶来,与敌人在门口激战,而草团后的两人首次见面,同时问对方你到底是谁,眼看外面激战震撼,机灵的童一拉着君王逃跑了,半路上,君王才知道,童一就是发现边庆将尸体的宫女, 他骗童一自己是个判官,两个人来到一处围墙外,童一说那伙人在这里进进出出,两人一合计,童一负责盯着这里,君王负责去报官,君王有点不放心童一,可童一却说自己在掌月院很出名,像只小狗咬住敌人绝不松口,君王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夸自己,忍不住笑了,君王走后,童一在围墙外徘徊,却没有办法爬进里面, 没多久君王却又回来了,童一问君王为何不去报官,君王却说他委托路人稍口信了,童一很郁闷,这种事情怎么能委托路人,童一不知道,君王派人把兵符交给了徐龙基,这个女孩不知道男人是君王,竟然踩着男人的后背翻入围墙,这踩着九五之尊的一角,从此改变了童一的命运,他甚至还叫君王用力把自己撑起来,君王虽然没有干过这种体力活,却也用力配合着,没想到这个小女孩还挺沉的,童一悄悄开门把君王 带进院内,他们躲在一个角落里,看见地上有两大袋炎炎,童一说那个就是证据,可君王却不让童一去拿,说他可是男人,这种危险事情应该由男人来做,可君王抱起一袋炎炎,却不知道抓紧带口,炎炎撒了一地,他被对方发现了,这笨手笨脚却爱出头的家伙真是没谁了,更无语的是还不会逃跑,还恐吓对方可以饶他一死,然而对方却不跟他啰嗦,直接拔出刀子,千军一发之客,幸好童一的石头砸中了对方眼睛, 童一叫他快跑,君王明明已经开始逃跑,却又回去抓了两块炎炎,啰嗦的他还要再拿刀,这自然就浪费了许多逃跑时间,童一拉君王跑到围墙边,君王不是想着怎么翻墙出去,而是把石头交给童一交代一番,还打算自己亲自去引开敌人,两人只啰嗦了两句,敌人就赶来了,君王虽然拿着刀子,却告诉童一自己可是第一次实战,这让童一惊到了,一个判官大人竟然没有打过架,对方打算把他们抓起来,君王只好装作会武功的样子, 对着空气捂了几刀,还真能把人家逼退了好几步,回过头来还叫童一赶快逃跑,等他再出招时,已经被对方架住了脖子,幸好就在这时,补厅的士兵们大喊冲锋,几个家伙逃跑了,还剩一个正要掉头,君王趁机捡起刀子,可他一刀朝对方砍去,却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好在童一也不要命地拿了根树枝帮君王,还专门打对方的眼睛,对方一看这对男女太狗了,赶紧逃之夭夭,两个人鬼门关一起走了一回, 这一下感情大增,他们一起朝着官兵的声音跑去,士兵们把院子包围,徐龙基下令殿下就在里面,快点进去护驾,很快几个家伙就被士兵团团围住了,童一和君王躲在角落里,童一有些失望,是自己不熟悉的补厅,而不是常见的汉城官兵,可君王却说管他是谁,反正都是自己的兵,这让童一又觉得奇了怪了,于是童一问大人,你怎么能到处谎称自己是王,君王却说他是集中生智,还以为这样可以吓吓对方,童一听到这 无语极了,他说什么牛不吹,偏偏要吹这样的牛,君王第一次听到吹牛这种说法,却也愣住了,童一继续郑重其事地劝君王,下次不要再吹这么大的牛了,真的会被砍头的,君王笑笑答应了,他又确认了一遍童一的名字,然后让童一自己回去,他要去跟那些官兵会合,等君王走进人群中,官兵整整齐齐下跪行李,歹徒们这才知道,自己刚才有眼无珠,而童一带着石头回到宫里,皇主不尝了一口,才发现这还真是一块炎炎, 第二天君王召见朝廷重臣,在他们面前把炎炎扔进水里,不一会儿炎石就化掉了,这就是为什么找不到因变物证的原因,戏人一派的大臣脸色大变,问君王何以平几块石头,就可以断定他们就是因变原因,可君王却让徐龙击出来说话,他找到了边盘将的尸体,而且尸体上也有这些炎炎,这下戏人大臣们说不出话来了,吴太息赶紧出来给君王骨气,一定要把主谋抓出来,于是君王当场宣布,不管是谁他都要严惩,可君王怎么也不会想到, 主谋却是自己老骂 掌月院的小宫女居然被君王中傻,皇主布和师兄看着人人有份的御膳时,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不知道是不是祖坟上冒了青烟,然而师兄们最好奇的,是君王送给同一的大礼包,为了人人都能看得到,礼包被师兄扛到院子中间,每个物品都被精致的锦盒装着,打开一看,师兄门袜的一声叫了出来,里面竟然有娘娘才能穿的麻袖锦衣,还有大家闺袖才能佩戴的白玉,这也就算了,皇主布的手上还拿着两块金砖,大家第一个小宫女居然被君王中傻, 第一次见到金条的样子都嘖嘖撑起,同一也觉得不可思议,那位判官大人居然帮自己邀了这么大的功劳,而皇主布非要对着金条咬上一口,确认是真的吼,两只手都发抖了,等师兄们想亲手摸摸玉佩,皇主布却又抢了回来,这可是同一的,大家看着这一幕咧嘴大笑,都觉得平时没有白疼小师妹,而在另一边,君王摸摸自己还在生疼的腰,想着昨晚被同一踩在身上的一幕,嘴里还嘟囔着同一真是可恨,可他的脸上却笑得很陶醉, 对,君王还没有找到因变案的幕后元凶,吴太熙当天就找到了,他们抓到了大妃涉案的人证,男人想把大妃直接扳倒,然而张玉珍却不认同,他跟吴太熙拿了人证的腰牌,打算去跟大妃私了,张玉珍走后,吴太熙恍然大悟,如果他们冒冒失失揭发大妃,君王固然会处罚自己的母亲,但是内心一定会产生芥蒂,今后张玉珍势必不再得宠,此时吴太熙才发觉,当初那个相师说得太对了,张玉珍一定会爬到最高的位置, 而张玉珍来到大妃请宫时,此时的大妃正坐立不安,张玉珍面色和善,她把证人的腰牌交给了大妃,大妃看见腰牌大惊失色,然而张玉珍却没有发难之意,只是细声细语给大妃娘娘请安,眼看张玉珍给自己台阶下,大妃也就默许张玉珍从此留在宫中,这一晚,同一对着玉佩自言自语,这位判官大人虽然本事不大,做人倒是很够义气,可他突然却又想到了爹爹和天兽哥哥,想着这风光的一天不能跟他们分享, 张玉珍已是泪流满面,此事之后,男人一派开始重视张玉珍,吴泰西给张玉珍量身定做两个新职,让肉球一样的弟弟和侄子一起去上任,可这个侄子却有一双弦猪手,童一怀里的乐谱掉了一地,他借机帮童一捡东西,捡的却是童一的鲜鲜玉手,倔强的童一自然是不会一塌,虽然脸上堆着笑脸,却用力抽回了自己的手,可他用力过猛却造成官二代摔倒在地,官二代被惹恼了,他站起来后,直接抽了童一一个耳 皇主不过来哄官二代,还悄悄示意童一快点退下,可这个官二代一点都不给皇主不面子,他竟然把童一抓到大殿,以童一殴打他的名义,准备对童一公开仗法,可执仗的师兄却不忍心对小师妹动手,事情僵持了好一会儿,就在官二代动手打执仗师兄时,张玉珍传唤童一的口信却传到了长月月,吴肉球在儿子闯祸之前,硬生生叫住了儿子,让张玉珍的人赶紧把童一带走,可童一却完全不知情,他不知道对方要把自己的儿童一带走, 他曾经遇见一个面向师,说他进宫会得到一切,但他只能成为一个孩子的影子,张玉珍当时不明白,得到一切的自己,为何却又成为别人的影子,可当年的面向师并没有做出更多解释,只是建议尽量避开那个孩子,玉珍如今已经成为贵妃,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突然会记起这些往事,转眼童一来到张玉珍面前,懵懵懂懂甚至还不太知道心理,玉珍不知道,童一刚刚盯着自己发呆,其实是在想自己是不是当年, 到了寝宫内,玉珍说他很喜欢童一的名谋,处处透着一股灵气,他还亲自给童一侦查,童一觉得受宠若惊,伸出双手捧过了茶杯,这时玉珍给童一出了一道题,让童一对出汉文诗的后两句,起初童一不太敢答,然而玉珍却让童一不要有顾虑,童一看见对方眼神清澈,不像是想要陷害自己的样子,于是他把汉文诗的后两句答了出来,还把原文意思简单解读了一下,玉珍很满意,他说自己没有看走眼,童一果然是个 读过书的女孩子,玉珍感谢童一帮了自己一个大忙,还说只要自己能够做到,童一尽管可以开口,想要什么样的好东西都可以,此时在殿外,君王正巧来看张玉珍,听说童一正被玉珍接待,君王想着童一能被贵妃召见也是不易,于是交代上宫不要声张,他自己又悄悄折返回去了,而殿内的童一想了两久,也不知道能要什么好,于是他诚恳地告诉贵妃,自己去做那件事, 并没有想过索要回报,贵妃觉得真是奇怪,一个贫穷孩子,竟然什么都不想要,他说他对这个答案很不满意,因为一个正常人不该无欲无求,玉珍反问童一,就因为自己是个奴婢,就觉得自己不该拥有一些奢望吗?可贵妃的话,却让童一觉得更加惶恐,等上宫来叫玉珍出发前往内命府,玉珍只好叫上宫,把自己准备的礼物送给童一,然后打算结束这次会见,童一站起身后,突然却又跪了下来,他说他有一事相求, 还说这件事比任何身外之物都要重要,上宫觉得童一无礼,想要撵他出去,可玉珍却让童一说来看看,童一说他想看一看娘娘佩戴的所追,还说他在寻找多年前一面之缘的女子,希望娘娘能够成全,眼看玉珍有些犹豫,上宫直接把童一拉起来,再次准备把童一轰出门外,可张玉珍依然制止了,等上宫出去以后,玉珍问童一,你可知道这样已经算是以下犯上,所以请务必给他一个理由,童一只好继续解释,他进宫前, 曾经遇见一名女子,想私下问他一些事情,有关于自己家人的事,眼看童一请求的神情恳切,不像是在说谎,张玉珍同意了,他说自己既然说过童一可以随便提要求,自然不能言而无信,于是张玉珍拿出精致的铁盒,说是里面装着自己从小佩戴的所追,童一打开来看后,表情很是失望,他又跟娘娘确认了一遍,是否是娘娘从小佩戴之物,张玉珍给了童一肯定的答案,童一只能低着头离开了, 走出门口免不了被上宫一顿痛骂,童一不知道,六年前他遇见张玉珍时,对方戴着一个不偿佩戴的木椎,而玉珍也没有想到童一在找这个木椎,童一应该感到兴起,倘若他现在找到那个木椎,说不定立即就与张玉珍互为敌人。 这个男人只看了女孩一眼,就知道自己开天眼了,眼前的女孩富贵逼人,男人跑回去告诉师父,他看到了贵人的面相,而且是在一个小丫头身上看到的,徒弟想叫师父也去看看,师父却觉得他从来没有看准过,叫他赶紧拿药走人,而那个长得一脸贵人像的小丫鬟,当然就是童一,童一从张玉珍处出来后,皇主不觉得童一飞黄腾达,叫童一多帮自己说些好话,然而童一却告诉他,自己应该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张玉珍了,童一不知道, 就在他刚刚离开时,张玉珍却说他很喜欢童一,而且童一的请求似乎很迫切,他觉得可以好好利用一番,于是交代上宫查一查童一的背景,此时的童一却问师兄,张玉珍是个什么样的人,师兄说张玉珍是贱民出身,凭借着聪明脑袋爬到现在的位置,童一恍然大悟,怪不得张玉珍会鼓励自己,贱民也该有正常的奢望,而张玉珍确实进退有度,就在童一见到张玉珍的同时,吴泰西坐上了左相之位,男人还有树人 当上两班要职,西人与男人从此势均力敌,而童一将在他们的夹缝中悄悄成长,第二天童一的好运就来了,他被张玉珍换作当差小宫女,专门往返于王宫和私宅之间,宫女带他前往宫外的私宅时,童一一路上笑得和不拢嘴,童一在宫外见到了衣着艳丽的张玉,还见到了闲珠手的老妈,不过两位有钱夫人关系似乎不太好,人前笑嘻嘻,转过脸后又相互鄙视,张玉悄悄叫药馆 打包一份怀孕特效药,然而药房说要到傍晚才能减好,童一听说戴药进宫却愣住了,这可是违法的呀,张玉却骗童一,最近太医院疏忽了娘娘才出此下策,还千叮万主童一不能有任何差错,既然是新官上任的第一件大事,敬业的童一小宫女只好在药房门口守着,却正好遇见了前来抓药的相师爷徒弟,童一不知道,相师爷来此抓药,却是要帮天寿哥哥治疗救伤,天寿当年被相师爷从河中救起, 上狱后整整找了童一六年,却从来没有想过去王宫寻找,天寿以为童一已经死了,总是会在日暮黄昏想起童一的爹爹,他觉得自己连一个小女孩都没有保护好,实在对不起剑气的兄弟们,天黑以后,童一抱着草药包准备进宫,此时宫门口有禁军正在做安全检查,所有人的物品都会被开包查看,于是童一不敢进去,只好掉头另想办法,然而童一不知道的是,君王想念出示童一的夜晚,于是乔庄打扮出宫跟徐龙基喝酒, 君王跟徐龙基聊到童一时,两个人发现彼此各自认识一个童一,只不过君王认识的女孩叫签童一,而徐龙基认识的孩子叫崔童一,徐龙基暗暗记下了这个细节,等君王回宫时,他将在宫城外再次遇上童一,小宫女正打算翻墙,却被身后的君王发现了,君王嘲笑童一是只爬墙的小狗,童一不好意思低头笑笑,却依然不知道对方竟是一国之君,君王说他可以带童一进宫,走的方向却是宫城门口,童一慌了, 赶紧追在背后提示判官大人,前面有一对禁军,这个时间进宫会被抓的,然而话刚说完,两人已经来到宫城小门,却看见这扇门奇怪地敞开着,四处一个禁军都没有,君王调皮地说禁军被他赶走了,这让童一再次瞪大了眼睛,两人大摇大摆地走进王宫,分别前,君王埋怨童一是个闯祸精,真不知道问题女孩当初如何当上宫女,可童一却变称自己才不是问题女孩,还说君王给过她一个大大的奖赏,君王居然也假装玩 完全不知情,等童一把奖品罗列出来后,突然问大人是不是跟君王提起过自己,君王只好回答说是,此时童一一脸崇拜,他觉得君王一定是为仁慈的君主,君王听罢也赶紧自吹自擂,他说殿下确实是个心胸宽广之人,君王又当了一回演员,笑嘻嘻地看着童一回去了,童一走后,背后的公公和禁军赶紧出来迎接君王,第二天,童一把草药交给上宫,看见对方准备用铁器处理草药,童一赶紧提示对方,这种草药不能用金属出, 上宫娘娘却觉得很奇怪,一个小小的宫女竟有如此见识,而在童玉珍的寝宫,童母让上宫端上妊娠特效药,可童玉珍不仅不喝,还让上宫把药剂全部扔掉,童玉珍还提醒母亲,这种事情并没有多大一处,被人发现将后患无穷,可童玉珍的话刚刚说完,宫女就慌张近来报告大事不好,原来是人险亡后的药汤发现有毒,银勺银快全部变了颜色,太医院反复咽了很多次,结果依然如此,在矛头指向自己之前, 童玉珍跟吴太息先见了一面,然而两人均未得到内情,目前能做的,也只能静观其变而已,君王也担心再起波澜,交代公公一定要查清真相,次日清早,汉阳附近的深山古寺,天寿告别相师,准备下山祭拜童玉的爹爹,天寿此时还不知道,此行将发现童玉还活着,而童玉忙到中午才把杂活干完,等他出门祭拜父亲后,徐龙基的人来到掌月院,打算调查童玉的身份,却又正巧没有见到童玉,今天是父亲的忌日, 童玉之身步行来到爹爹去世的山崖,六年前的一幕幕又浮现在他脑海,只是没人见过,那个孤苦的女孩曾经在大雨里哭泣,童玉向山崖下张望,前方只有木矮和远山,却没有爹爹和两个哥哥的身影,童玉祭拜完毕后,酒和零食被他撒下山崖,以为这样家人们才能够吃到,童玉下山后,天寿走了大半天也终于来到山崖,回想着父兄去世的画面悲痛不已,然而他却捡到了童玉遗忘的发带, 那个熟悉的牛角图案告诉天寿,童玉刚刚来过,天寿寻着小鹿追下山崖,一路狂喊童玉的名字,此时的童玉已经来到山下集市,惊觉自己竟然忘了拿走发带,可当他准备再次返回山崖时,捕厅的官兵却把童玉抓走了,童玉不知道,自己陷进了毒杀案中,而天寿来到集市,却怎么也找不到童玉的身影,童玉被带到药房门口, 才知道药房的大夫被毒死了,昨天来抓药的人都会被当作嫌犯依依盘问,童玉因为违规把药材带进王宫,他成为重点排查对象,然而补厅问童玉帮谁买药时,童玉却只能谎称长月院有月工生病了,于是他只好叫手下查一查,可徐龙基却突然出现,然而两人相互对望时,童玉却赶紧低下头,虽然已经时隔六年,但逃命的一夜仍然历历在目,徐龙基把童玉带进植物室,开口却问童玉是否认识 自己,还说他一直寻找一个六年前失踪的孩子,而那个孩子的名字也叫童玉,只不过姓崔,还说如果仍然健在应该跟童玉年纪相仿,童玉小心翼翼抬头看徐龙基,虽然对方神情和蔼,但是两家之间理应有仇,童玉没法判断徐龙基的意图,所以他只好一直咬定,自己确实姓谦而不姓崔,徐龙基听罢神情落寞,童玉不知道,徐龙基心里早已没有恨你,他盼望童玉还能活着,那是他对好朋友的唯一念想,童玉走后, 徐龙基的心里莫名涌出一些亲切感,虽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而童玉出门后却回头张望,泪眼蒙蒙间又看见徐大人当年亲切的样子,那是爹爹生前最好的朋友,他也因此想起了爹爹,等童玉准备转身离开时,大地的泪水已经忍不住直直坠下,这一夜下着小雨,长乐院的皇主不摩拳擦掌,说是见到童玉非痛扁一顿不可,怎么能老是闯祸,然而他刚说完童玉就回来了,抬起头来梨花带雨,这下皇主不又下不了手了, 夜雨出庭,童玉坐在屋檐下,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当年的往事,童玉不知道,徐龙基也在仰望夜空,不知道那个可怜的孩子是否仍然健在,等到四下无人时,童玉又拉响了悠悠的细情,此时的君王正准备连夜处理王后毒药案,当他经过长乐院时,再次听见如气如素的乐声,君王站在原地听了很久,可琴声却骤然而止,君王不知道,此时童玉被张玉真的宫女悄悄叫走了, 大飞听说童玉牵涉药房杀人案,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扳倒张玉真,童玉不知道,自己即将身陷险境,童玉被抓进后宫监察院,据说宫女一旦被抓进这里,不死也要扒掉一层皮,童玉被带进审讯室,宫女的衣服五颜六色,绿色的是坏人,此人名叫杀千刀,蓝色的是大长金他老妈,管他叫长金妈就好,红色的是普通宫女,童玉被指控私带药物进宫,千刀姐引诱童玉认罪,只要童玉承认把私药交给张玉 立即就可以放童玉走人,可童玉却不愿意开口说话,因为他心里清楚,对方想要的就是口供,然后再把矛头指向张玉真,此时在监察院外,男人一派如临大敌,吴泰西建议张玉真放弃童玉,在一个婢女身上结案就好,只有长月院的师兄们会为童玉着急,审讯室里的童玉依然不愿意开口,他被关在小黑房里,如果明天依然不认罪,监察院将对他进行严刑拷打,第二天,君王觉得今天宫里气氛不对,他问公共发生了什么事, 可大太监竟然含糊其词,似乎有人对他下了风口令,此时御医正巧前来汇报,确实是有人在王后的汤里放了有毒药材,长金妈好心劝童医,谋杀王后的罪名你担当不起,还是早早承认保命为好,结果千刀姐冲进来,不许长金妈再劝,她决定马上行刑,师兄听说考训官开始搬行器,已经急得快哭出来了,长金妈依然劝童医,一轮拷打下来不死也残,内监院已经知道那包要是张玉真的,你不开口只能白白牺牲自己, 眼看面前是个善良人,童医终于开口了,可她却说这是个阴谋,别人正是等着自己承认,小红衣们进来了,他们把童医架到刑具上,千刀姐坐镇,她最后一次问童医,那包要到底交给了谁,眼看童医依然不愿意说,她只好下令行刑开始,可就在这时,张玉真却突然来了,她承认童医的要交给了自己,千刀姐提醒张玉真,一旦查出有罪,谁都不能保你, 可张玉真却大度表示愿意接受调查,童医被放走了,而张玉真被请进审查室,千刀姐在张玉真面前态度很好,只说回答几个问题就可回去,可她出门后却交代审查员,不惜一切手段拖延时间,两个蓝衣服的好人走过来了,他们从张玉真的药包找到了剧毒药材, 大妃听说栽赃成功,脸上已经喜形于色,童医去张玉真的寝宫,想知道娘娘有没有回来,君王此时也正好来找张玉真,却又再次远远看见了童医,等童医走后,君王这才知道,张玉真已经身陷胡伦,君王回来后,把搞鬼的公公骂了一顿,此时千刀姐已经拿到证据,在张玉真面前指高气昂地表示,今晚你回不去了,直到第二天,张玉真这才知道,自己被指控用剧毒地扮下毒害人险王后,张玉真很愤怒, 她让千刀姐说话注意点,毒杀王后可是大逆不道的罪名,可千刀姐此时比张玉真还嚣张,她说张玉真已经犯了大逆不道之罪,而童医再次来到张玉真的住处,发现内奸院正在抄张玉真的家,蓝绿两位上宫把物证端到君王面前,这让君王感到束手无策,童医跑到内奸院门口喊怨,大长金的老妈又出来了,还带着一个好人蓝衣上宫,童医告诉长金妈,那包药里并没有伴下,因为伴下有特殊的香味,然而长金妈却说, 他们确实在张玉真的药包找到了伴下,于是童医随口就说,应该是有人要陷害张玉真,长金妈要童医给证据,童医却又拿不出来了,长金妈提醒童医,既然没有证据,还是闭嘴保命为好,于是童医只好决定独自破案,他先来到汉城府寻找判官大人,结果守卫告诉他,人家判官大人根本不认识什么签童医,到了晚上,童医想到一个方法,他已见徐龙基为名进入补厅,童医不知道,天兽此时也在补厅里, 他的身份现在也是负责验尸的武作人,君王来看张玉真,却告诉张玉真内奸院属于王后管辖,自己也不能随意干涉,但他相信张玉真的为人,绝不会使用下三滥的方法毒害王后,童医进了补厅,在等徐龙基时却开溜了,他悄悄找到验尸房,药房老板的尸体果然也在这里,等童医准备动手时,验尸房却进来一个人,童医赶紧躲了起来, 却不知道身边之人正是天兽,天兽来这里当差的目的,是查找历年的验尸记录,看看能不能找到童医的线索,不一会有人来催天兽做工,天兽也赶紧出去了,躲在角落里的童医继续出来验尸,他在尸体的手指上抹了一种液体,再用白布擦拭竟然没有变色,于是证实这位大夫没有接触过伴侠,等童医从验尸间出来时,却被徐龙基抓住了, 因为徐龙基上次觉得童医亲切,所以没有太为难童医,只是让童医好好解释,童医看着徐龙基虽有责怪之意,然而神情却很慈祥,于是他决定把真相告诉徐龙基,此时的王公,君王已经下了御址,童医明天把张玉珍移交监狱,吴泰西跟侄子想了个损招,决定把童医抓来当替罪羊,而验尸房里,童医向徐龙基解释,这瓶液体是高醋,把它涂抹在死者的手指上,就能知道对方有没有接触伴侠,因为伴 伴下这种药材毒性太烈,法治药材时需要使用生姜减毒,而生姜跟高醋接触会变成粉红色,所以如果大夫法治了半下,他的手指接触高醋理应变色,但是自己试了两次,大夫的手指并未变色,所以张玉珍应该是被人栽赃,案情出现重大转折,徐龙基进宫念见君王去了,却不知道君王也正微服出来找他,眼看自己不能等太晚,童医决定先回掌月院,补厅的肉嘟嘟大人想要护送他,童医居然拒绝了,童医走在路上, 在无人的路段被吴太西的人抓住,幸好君王正巧路过,他派两名护卫就下了童医,君王觉得闯祸惊小狗又出来胡闹了,可童医却告诉判官大人,他今天有很重要的事,还说今天去过汉城府找大人,可警卫却说大人不认识自己,君王一听是汉城府愣着,可童医不依不饶,生气质问大人为什么会说不认识自己,于是君王只好骗童医,汉城府有两个判官,定是那个警卫找错人了,童医恍然大悟,还说以为大人忘记了自己, 伤心了好一会儿呢,君王终于想起问一问童医是什么大事,他还以为是小女孩过家家而已,结果,这件大事大到出乎自己意料,等君王来到汉城府,他说已经从童医口中知晓情况,让徐龙基找人验明给自己看,验尸房里,一名大夫用高醋涂抹死者的手,再用沾有高醋的白布擦拭,白布没有变色,而大夫用自己的手摸了摸半下,再涂上一些高醋,等白布擦拭他的手后,果然现出粉色的痕迹,徐龙基感叹, 百官找不到证明娘娘无罪的方法,竟然被一个小女孩找到了,第二天,大长金的老妈在批发市场排查,发现半下这种剧毒药早就没人使用,更别说卖给附近的药铺了,而监察院里,两个良心贼坏的绿衣宫女在聊天,一个是千刀姐,一个是最高上宫,她们得意洋洋地聊着,等易近府的官兵接收走张玉珍, 大妃的奖品估计也快到了,小红衣们也跟着偷乐,长金妈回来提醒绿衣怪,市面上早就没人卖半下,两个蓝衣好人觉得如此桀案有些草率,可千刀姐却大发脾气,大骂说买不到就能说明他们没有吗? 结果下一秒,一个小红衣冲了进来,告诉千刀姐们外出了大事,等上宫们出来一看,监察院不是来了一群禁府的官兵,而是来了一队禁军,为首之人还拿着圣旨,据说是要护送张玉珍娘娘回宫,而最高上宫接过圣旨脸色大变,看来要BBQ了,宠妃竟然被宫女关门审问两天,张玉珍一出门,就把整个监察院羞辱一遍,说他们昏庸无能,竟然还不如一个贱民丫鬟。 离开之前,张玉珍还特地问候两个绿衣怪,牵刀解气得不行,回到房中又把怨气指向童一,整个监察院的小红衣也同仇敌凯,认为是贱人小丫鬟让他们脸上无光,只有漂亮小人默不作声,蓝衣阿姨走过来,又把这群自负的宫女骂了一遍,张玉珍再次召见童一,说是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可童一却不敢接话,只说自己卑贱之身,承受不起娘娘如此厚胆,第二天早朝,君王大发脾气,发誓不对幕后黑手做任何妥卑, 退朝后,君王悄悄召见徐氏官,让他暗中越籍调查事件真相,而长玉苑这边,大家一听说童一又立了大功,都在等着御膳是什么时候送来,等童一抱过来一大包东西,大家一哄而上,结果打开一看,竟然是准备洗的臭鞋子,师兄们一看没有好吃的,全都不欢而散,人显王后身边的绿衣上宫依旧挑唆,想让王后继续调查张玉珍,心地善良的王后却让她到此为止,本来自己也没受到什么伤害,让张玉珍跟着受苦有些, 童一的是王后也听说了,王后也很喜欢有才气的小丫鬟,等君王来看张玉珍时,张玉珍郑重向君王提出请求,希望能给童一免除贱民的身份,让童一去监察院当监察宫女,可君王却不敢当面答应,而长玉苑这边,师兄们为童一愤愤不平,咒骂这该死的贱民制度,让有才华的人只能当丫鬟,可童一却不怨天尤人,依旧干着她的杂活, 君王想了一夜,最终决定去求王后帮忙,张玉珍听说哥哥刚从中原回来,她让眼光锐利的哥哥去看看童一,想知道哥哥如何评价这个女孩,两人刚刚见面,对方就把鼻子伸过来闻,可他似乎觉得味道不对, 从贱民进宫的女孩,有你一人就够了,张希仔却妹妹不要重用童一,可张玉珍却没把哥哥的话当一回事,日后他也许会因此后悔不已,君王又想童一了,在集市上假装偶遇童一,童一看上什么视频,他也看上什么视频,经历了这么多事,童一越发觉得判官大人很亲切,两人来到集市,却正好被师兄和皇主不碰到,这两人没有近距离看过君王,还以为旁边的男人是童一平时悼念的判官,他夹起一块地摊猪鼻肉,直接为经大人, 君王大叫好吃,是他从来没有吃过的美食,四个人喝完了地摊酒,师兄两人先回去了,于是君王说,他要给童一不是剑壁的另一种人声,童一听不懂,他愣住了,第二天一早,不仅监察院收到了圣旨,还有另一道圣旨朝掌月院方向走来,此时的童一还在洗衣服,结果等他来到掌月院的前厅,见到的却是一群内虚思的大人,圣旨开始念了,童一却连接直礼都不会,主不只好向着当爹的那样叫童一,等童一跪在地上接着, 他的命运改变了,皇主不听完圣旨,摇摇脑袋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与掌月院的欣喜不同,监察院的两个绿衣阿姨却觉得七尺大辱,连君王都不敢随意干涉的监察院宫女, 怎能跟一个剑壁平等相待,等童一任命的圣旨一走,最高尚公立即组织小红衣们抗命,说这是张玉珍搞的鬼,故意用一个婢女羞辱他们,上公抗命的消息传到大妃的耳朵,大妃决定跟最高尚公一起去见王后,只有人显王后才能收回这道旨意,大妃指责张玉珍大逆不道,可王后却说这道旨意是她允许的,她觉得童一完全有能力胜任监察宫女, 这可把大妃和最高尚公吓到了,因为王后理应无条件站在他们这边,大妃指出童一是个贱名,可王后却说国家的法律明文规定,贱名也是可以入选宫女的,最高尚公说那条规定早就成为一纸空文,可王后转过脸来却表情严厉,说是从今开始要遵守这条规定,看着王后意志坚决,大妃也无言以对,他们都不知道,君王曾深夜来见人显王后,告诉王后自己在宫外与童一相识的有趣经历,王后不仅理解君王的难处, 也欣赏童一的能力,她觉得自己不是在帮张玉珍,而是在帮自己的夫君,人显王后不知道,今日的善举,将会在未来收获童一的善意回报,童一当上了高高在上的监察宫女,皇主不哭得向个女儿考上北大的清爹,虽然没有预膳时,但是这回皇主不自己掏钱请客,让整个掌月院的师兄们一起庆贺免监,这可是几十年没有见过的事情,第二天童一摇身一变,在监察院换上了一套新的皮肤,奴婢叫她该出去看看宿舍了,童一竟然对着奴婢, 等奴婢提醒她时,她才意识到自己身份变了,童一来到办公室,大大咧咧又对小红衣们行了个奴婢,小红衣们嫌弃得一晃而散,只有漂亮小人没有马上走,可她却告诉童一,你最好不要有什么期待,大家不会把你当成宫女,童一这才知道,与其乐融融的掌月院不同,这里的人对她冷冰冰的,大肠金的妈妈进来了,只有这位阿姨同情童一,她告诉童一事情的缘由,成为监察宫女是每一名宫女的梦想, 每个人都为此奋斗过至少十年,而你却轻轻松松就拿到了,对她们来说挫折感可想而已,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熬下去,找到机会证明自己的实力,而监察厅的院子里,小红衣们哀求千刀姐在想办法,这位阿姨脑子很是好用,马上就有新点子,千刀姐转而去找大飞,在大飞同意后,开始执行驱赶童一出局的计划,正巧失踩考试即将开始,千刀姐让童一也来参加学习,却不告诉童一也要考试,直到考试开始前, 两位蓝衣阿姨才听说童一也要考试,她们觉得其中必有蹊跷,一起去劝绿一怪取消童一的考试资格,结果两门绿一阿姨根本听不进去,非要童一参加考试不可,理由是童一也是监察工女,就该正常参加考试,童一听说自己也要考试,亲自去问绿一阿姨,结果这位可恨的绿一阿姨,居然又装出和蔼的样子,她叫童一知道多少打多少,考试结果并不重要,可在另一个房间,长津妈却告诉蓝衣阿姨,这是个阴谋, 他们准备以考试的名义赶童一出局,考试正常开始了,童一正巧跟漂亮小任同桌,考试内容是背诵并讲解汉文,漂亮小任问童一,你看过书了吗?童一说还没来得及看呢,小任觉得很奇怪,于是他继续问童一,你刚刚知道自己要参加考试吗?童一点头说刚刚知道的,绿一娘娘还说知道多少就答多少,于是小任告诉童一,这个诗采考试有个规定,考试不及格就会被赶出监察院,童一这才知道糟糕了,消息传进张玉珍的耳朵, 童一这才知道这些人使了诡计,此时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考试开始了,别人都是轻松过关,童一问小任有没有带书,他想临时抱佛脚,小任却说你还是死心吧,这里真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轮到童一和小任一起考了,小任可是学霸,轻轻松松就把尸体秒了,只有童一什么也背不出来,他被判考试不及格,结果可想而知,他将被逐出监察院,考试结束后,童一追在千刀姐背后求情,千刀姐却说自己只是照童一, 还口口声声说在他们监察院,规章制度就是生命线,而小红衣们回到办公室大喊痛快,就该这样把一个贱民赶走,只有漂亮小任意见不同,他觉得很丢脸,用这种卑劣的方法对付同事,三个蓝衣公女觉得事情太不公平,他们一起去质问千刀姐,为什么不给新人学习时间,可千刀姐却觉得自己没有问题,凭什么她可以不参加考试, 童一去翻规章制度,终于找到一条未经学习不能考试的规则,可当她拿着这条规则去请求重考时,绿一阿姨却直接扇她一耳光,说什么解释规则是她的权利,一介功女竟敢僭越,连最高上功也骂童一胡言乱语,还说像你这种卑贱出身的人,别说重考了,多待一天都会玷污监察院的门牌,她让童一赶紧捡包袱走人,注意看女人的长裙,她除了好看, 还把地面拖得干干净净,来人正是大长精老妈,她劝童一别跪了,跪到天黑监察院也不会给你重考机会,然而倔强的童一却不愿走,第二天,童一还在跪着,三个蓝衣好人劝绿一怪改变主意,可绿一怪权力最大,又有大飞撑腰,完全不做任何让步,就在这时,一个小红衣慌慌张张冲进来,叫几位上宫赶紧出去一下,而漂亮小刃发现童一晕倒了,她让方脸妹把童一背回去,方脸妹虽然平时不喜欢童一,但她还是愿意 帮忙救人,上宫们出来时,看见人显王后就站在童一晕倒的地方,而且王后的脸上现出少见的怒气,王后把他们拉回办公室训话,两个绿衣怪被骂了个狗血领头,连带上次组织抗议一起遭到问责,而童一醒过来看见漂亮小刃,小刃说王后一直在等童一,等童一见到了王后,王后神情和蔼,说是她听过童一许多传闻,今天终于能够见到,还说师才重考的要求已经获得批准,不知童一有没有信心考过,童一听这话愣了一下, 可王后却继续说,她也希望童一能够考好,这样所有的纷争才能平息下来,等王后见完童一后,监察院的人事调整开始了,最高上宫换成了人显王后的人,千刀姐被贬,大肠金的妈妈则成了副手,而童一勤奋被考,君王提着灯笼出现在他身后,他竟然也没有发现,等童一发现君王时,君王却依然穿着一身判官衣服,童一问判官大人为何会来这里,只见君王戏谑说道,大老远听见有人鸡鸡顾姑贝个没完, 过来看看,君王把童一带到城镇院疏苦,这个地方属于君王的秘书机构,连朝廷大臣都进不来,可童一不了解这些,他只是觉得很奇怪,为何判官大人在宫里可以随便走动,可大人却说今天他职业班,才可以随便带童一进来,童一觉得更奇怪了,汉城府的武官竟然在宫里职业班吗? 君王只好骗童一,每到晚上他就会被调遣进宫,眼看童一的问题没完没了,君王只好叫他赶紧读书,这天晚上君王陪着童一读书到深夜,毕竟他是太傅教出来的学生,童一的食材难题,君王全部能一一解答,重考那天,童一正巧抽到君王教过他的诗句,他的答案自然标准无,围观的小红衣们被惊到了,一个贱婢出身的孩子为何学习如此厉害? 光珠出门就撞到一个男人,对方自称跟有夫之妇跳了一天舞,现在正被人家老公追杀,他求光珠让自己躲进屋中,还忍给光珠一大串钱,看在钱的份上,光珠就让他进去了,等光珠又走了两步,果然碰到一个气呼呼的中年男人,这人问光珠有没有看见逃跑的男人,光珠竟然告诉他看见了,进了身后的草屋中,可这是他家的房子,光珠以为还能再收一份钱,结果被中年男人揍了一拳,此时身后出现一个汉子, 正是天兽大哥,天兽租房租到了光珠的草屋,他认出光珠是同州的好朋友,虽然光珠不认得他,可他不能容忍别人欺负光珠,于是中年男人三两下就被天兽解决了,他身后还有两个帮手,一起上也不是天兽的对手,天兽想把光珠扶起来,可光珠以为天兽要打他,一直打哆嗦往后退,光珠刚刚租房时威胁天兽,不打扫干净就真功夫见,谁知现在却怂了,房中出来一个更怂的男人,用两只鞋子给天兽鼓掌, 正是刚才那个逃跑的男人,天兽一听是男女之间的狗血事,又看这个男人笑得那么猥琐,就此结束了这次见面,第二天,红衣男人摇身一变,在补厅穿上步将的军装,绕着卫兵跳了一段长额舞,还问卫兵自己的舞姿是不是很好看,卫兵也不敢怠慢,毕恭毕敬说很好看,因为这个男人在不成奇,却也是当红娘娘的哥哥张希仔,徐士官出来了,张希仔赶紧行礼,可是他的笑脸一点都不恭敬, 肉嘟嘟介绍说他是个从天而降的步将,是吴泰西左相举荐的,徐士官让张希仔爱干嘛就干嘛,只要不惹是生非就好,他派肉嘟嘟教张希仔规矩,肉嘟嘟以为终于可以耀武扬威一下,结果张希仔只看了他一眼,扮了一下小可爱就走了,等张希仔来到补厅的资料室,却看见天兽正在翻箱倒柜,于是两人又见面了,天兽问他怎会是补厅的步将, 可张希仔却说今天稀里糊涂穿上的,张希仔发现天兽偷看内部资料,他不正经地说,就喜欢天兽这样有秘密又有功夫的男人,他说他越看就越喜欢天兽,还说他已经知道天兽在找重要东西,于是提出跟天兽交换条件,让天兽做自己的手下,他可以帮天兽找东西,天兽看不透张希仔,不敢当场答应,光珠告诉天兽,他们长月院有个奴婢,现在变成监察宫女了,他把那个丫头当成妹妹,天兽就陷进了思念之中, 因为他联想到童一,于是天兽走出门口,拿着发带静静地发呆,又过一天,光珠觉得天兽实在太可怕,他教主不大人一起来搜查天兽的东西,却无意翻出童一的发带,光珠虽然不认得这是童一的东西,但却觉得图案很是奇特,至少他从来没有见过,于是他把发带拿给童一,让童一想办法,帮自己把这个会武功的男人赶走,可童一看到发带却惊呆了,当他听说对方是补厅的武作人,把腿就往补厅跑去,此时的天兽找到张希仔, 他虽然不愿意当张希仔的手下,却愿意跟张希仔交换条件,于是童一来到补厅时,卫兵告诉他天兽跟张希再出去了,童一听到天兽的名字,又跟卫兵确认了一遍天兽的全名,当他听见车天兽三个字时,眼泪差点当场夺矿而出,天兽终于跟童一重逢了,那个一直把嫁给自己挂在嘴边的女孩,如今已经长大,童一把天兽当成哥哥,抱着天兽大哭不止,而天兽抱着童一,却想起了往事, 小小的草屋里,童一让主步和师兄陪天兽喝酒,光珠不仅不再害怕天兽,还要跟天兽攀亲戚,毕恭毕敬叫人家大哥,童一回去后,天兽坐在院子里告慰老爷,他已经找到童一,会照顾童一一辈子,而在监察院,暴力方脸妹整晚都没见到童一回来,打算等会要把童一修理一顿,天快亮时,童一敲咪咪回来了,却正好被蓝衣阿姨逮得正着, 告诉他大家早上要集合,天亮后,监察院要挑选一点宫女,方脸妹觉得自己女工才学样样拔尖,一点宫女自己一定有份,然而两位蓝衣阿姨公布名单时,方脸妹却没有选上,童一竟然入选了,方脸妹气不过,去找蓝衣阿姨理论,阿姨告诉方脸妹,虽然你的方面都很出色,但这次任务你的水准却达不到,方脸妹大叫到底是什么水准,阿姨只好拖着自己的脸,告诉方脸妹这次任务只看颜值,行动开始了, 这次任务的目标,是确认一名叫金允达的通缉犯,是否混进了天朝使团,漂亮小人会听天朝话,他确定了金允达的房间,而在宫外,张希仔发现补厅今天没有操练,从肉嘟嘟的口中,才知道今天执行机密任务,天兽找到张希仔,他说想进王公当禁军,张希仔同意帮他,却暗示他知道同意与天兽相见,还交给天兽一个秘密任务,而天兽执行的任务,却是把金允达护送到指定地点,晚上,张希仔去求见吴太熙, 吴太熙觉得很奇怪,这个张家的败家子来见自己干嘛,然而等他见到张希仔后,才知道此人非同小可,张希仔给吴太熙推荐金允达,此人有双重身份,一边是天朝使臣,一边却是朝鲜当地的走私生意人,而金允达打算资助男人,只为了日后还能安然做生意,当然他提了一个请求,希望结束朝廷对自己的调查,等张玉珍见到君王时,却发现君王似乎比自己更了解同意,张玉珍暗暗心惊,一问之下, 才知道君王早就跟同意有多次见面,可君王却对同意隐瞒着身份,而君王的烦恼,竟然是害怕同意知道自己是王,张玉珍看着眼前的君王,发现他聊到同意时没飞搜,完全沉浸在不同寻常的快乐中,而自己倒成了一个旁观者,此时的同意,在金允达的房间找到一本小学课本,随便翻译下竟然调出奇怪的字条,同意看着错乱的汉字, 不明白这些字到底隐藏什么意思,他把字条交给漂亮小人,小人看了看也不明白,只好交代同意赶紧还回去,蓝依阿姨把金允达离开的消息报给徐氏观,他们决定监察宫女暂时撤退,然而撤退的指令还没有发出去,监察宫女却被发现了,天朝使臣很生气,他们把间谍宫女全部抓了起来,等徐氏观赶到时,进府的无润却叫他不可轻举妄动, 以免造成更大的外事纷争,到了晚上,漂亮小姐姐们全部被放回来,一抓一放让人摸不着头脑,大家一总结也没露出过什么马脚,同意他们不知道,这些都是吴泰西和侄子无润搞的鬼,事件之后,吴泰西交代侄子,安排掌月院奏月接待,他要跟天朝使团联合摆出安抚的样子,而同意回来找天手,才知道这些纸条暗塘玄机,只有把他绕在圆形木头上,才能找出通顺的字句,于是同意打扮成奏月丫鬟,打算再偷一次那个天手, 路上他看见君王接待外兵,却以为人家只是个判官,君王看见同意时脸色大变,因为他还没决定要跟同意坦白身份,可同意却直接冲过来抓住君王的手,让判官大人帮帮自己,随从的大臣对同意呵斥不许无礼,还称呼判官大人为殿下,等同意慌张地抬起头来,看见判官大人一脸高高在上的神情,再看看周边的镇长,才知道判官大人原来真是君王,天朝的人要把同意带走,可君王却以一国之主护住了同意, 让自己的侍卫把同意带下去了,乐团的演奏结束后,主部和师兄也看见了君王,越看就越像一起喝过地摊酒的判官大人,于是他们跑回掌月院掌同意,才知道判官大人竟然就是君王,三个人数落自己的罪状,师兄喂过大王吃猪鼻肉,皇主不息过大王的胸,同意更糟糕,他踏过大王的背,这些通通都是死罪,这下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同意不知道, 其实他又立功了,徐龙基把同意偷来的纸条绕在木头上,君王把五个字拼到一起,得出一个较轻破的地名,徐龙基走后,君王对着同意的纸条发呆,他曾设想过跟同意坦白身份的情形,却没想到结果竟然如此难堪,君王决定召见同意,想要跟同意好好解释,然而宫女进店的程序却有些繁琐,所以他们两个,一个害怕被砍头,一个却又急不可耐, 不停地催促公共快带同意进来,穿过内殿的广场,同意忍不住四处张望,却也被宫女催促快点,看见内殿的阵仗觉得自己死定了,同意不知道,君王此时也纠结不已,不知等下该如何开口才好,在内殿的一个房间,同意站着等君王,听见君王走进来的声音,赶紧把头埋得低低的,可君王看见同意时,也同样小心翼翼地探头张望,看见同意偷看自己,赶紧摆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到同意身边不知所措地平顿了一下, 才终于走到金色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等君王叫同意坐下说话后,同意赶紧大叫殿下,然后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开口就坠坠不安地求君王饶命,说他是真不知情,才敢踩过君王的背,君王一看这行情就乐了,他哈哈大笑说还以为会被骂一顿,结果却是你要跟我道歉起来了,君王说隐瞒大王身份的明明是自己,所以自然是不会处罚同意,还说他早就想跟同意坦白,又怕同意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王,让自己失去了平凡人的乐趣, 君王要求同意依旧把自己当成判官大人,同意却说再也不敢了,于是君王只好说这是御令,同意抬起头来,看见君王对着自己憨憨发笑,而张玉珍听说同意敬见君王,他的脸上写满了嫉妒,一名朝鲜宫女偷走天朝的纸条,天朝使臣很生气,要君王交出偷东西的同意,两班大臣骑刷刷跪求君王同意, 圣经的军队虎视眈眈,大清他们得罪不起,君王很难过,风口浪尖上依然想知道同意正在做什么,会不会因此忐忑不安,然而令君王意外的是,他得到的消息,却是同意自己走进了大清幕华馆,而同意哀求天朝大臣听自己说几句,他知道这件事情暗藏隐情,于是这天晚上,同意获得了与使臣见面的机会,同意告诉使臣大人,那个金允达没有畏罪自杀, 而是制造了自杀的假象,他曾去过补厅的庭事件,发现从悬崖坠亡的尸体并不是金允达,因为他曾近距离接触金允达,知道此人有白斑病,然而那具尸体并没有白斑病,更离谱的是,尸体明明是今天刚刚坠亡,可他的后颈却有一个五天之前的致命伤口,所以同意断定,金允达并没有死,他求使臣大人给自己几天时间,把活着的金允达找出来,使臣大人同意了,因为他觉得同意有胆量自投罗王,自然也不会逃跑, 条件是同意不能让人知道他又离开了木华馆,第二天一大早,同意回来找天兽,然而天兽见张希仔去了,同意只好把师兄叫起来,交代完师兄后,同意到补厅说服徐氏官,让对方相信金允达还活着,同意的运气很好,天兽领了张希仔的任务,却是要把金允达护送到走私港口,于是与徐龙基互通有无后,金允达被捕了,在两班大臣和大清使团面前,君王把金允达拉了出来,希望大清使臣可以放了同意, 然而使臣大人却说,他当天晚上就放同意走了,为此他也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于是君王当场宣布,有左乡大人负责查出幕后元凶,吴太熙和吴润听到这吓唤了,因为元凶正是他们自己,退朝后,公共领着同意来见君王,却只见君王一直背对着自己,等公共退下后,君王转过脸来气呼呼大骂同意,说他是个闯祸精臭丫头,怎么能擅自跑到天朝幕华馆,还说他被惊吓得整整一夜都没睡着,同意赶紧向君王谢罪, 结果君王却又继续骂他,不是说好继续叫我判官大人吗,说是不叫他判官大人就要砍头,同意吓坏了,还向御令让同意抬起头来说话,这下同意也被君王的蠢样逗笑了,然而同意不知道,不远处的张玉珍正在看着他们,脸上已经开始献出敌意。 这个君王谈恋爱有两把刷子,眼看宠妃要吃小蜜的醋,他随便就扔出王炸把他们摆平了,君王先是悄悄安排同月院准备演出,还指定要两个地摊货前来奏乐,当然,同意也被君王请来参加。 等君王陪张玉珍逛园子时,假装凑巧遇到面前有一场演出,张玉珍自然为此感动不已,可君王却说这还只是开胃小菜,两个人穿过地摊货面前,在院子里坐下来后,君王嘲笑爱妃最近好像变成冰块脸,搞得张玉珍很不好意思,张玉珍看见同意也来参加时,起初脸色大变,可君王却坦坦荡荡地说,他是特意把同意叫来让张玉珍褒奖,说是张玉珍有举荐之功,张玉珍觉得脸上有光,对同意的敌意瞬间, 捡了几分,此时君王又跟两个地摊货胡闹,要赐给他们御膳房做的猪鼻肉,两个家伙一看不仅没有被砍头,还可以领到奖品,自然感恩戴德,然而君王给张玉珍的才是大理,他要把张玉珍正式册封为后宫的嫔妃,一介见名能走到这一步,张玉珍母女激动不已,这回轮到同意有些小小失落了,但他转念一想又为张玉珍感到高兴,张玉珍眼看君王只是喜欢胡闹,同意来参与也是尊卑有别,于是也就不再吃同意的醋,由着君王 王的性子去了,可侧封的消息传到大妃那里,大妃极力反对,大妃找到君王,提出王后怀上龙肿之前不能侧封张玉珍,可君王却告诉母妃,张玉珍已经怀上龙肿了,同意突然就成了君王身边的小红人,这回连可恨的千刀姐都开始讨好同意,又是送书又是道歉,硬生生把自己扮成了一只小白兔,小红一们则开始讨论,为什么同意运气这么好,只有漂亮小人默不作声,他在心里为同意高兴,男人大臣听到侧封的消息都很激动, 吴泰西决定给张希仔提一个官职,可就在这时,古厅里的徐士官却很不爽张希仔,起手还公开打了张希仔一下,张希仔很生气,但随即又换上了嬉皮笑脸,此时的徐士官还不知道他得罪了多么厉害的一个人物,这天晚上,君王害怕童一失落,又敲咪咪去看望童一,他从背后轻拍童一时,把童一吓了一大跳,君王明明想跟童一谈恋爱,说话时却磕磕绊像个矛头小子,安慰的话没说出口,却问童一喜欢不喜欢书本, 这不是废话吗?童一只管点头,还说君王今天在张玉珍娘娘那里,也是吓了大家一大跳,可君王的心明明在童一这边,此时童一提张玉珍,却让君王觉得很尴尬,于是没等童一开口问什么,君王就啰啰嗦嗦解释了一大通, 一会儿今天正巧是张玉珍生日,一会儿又说这个册封其实早就定好,反正就是不想让童一觉得自己跟张玉珍有多相爱,可童一却不理解这些,所以完全搭不上君王的话,于是只好拿张玉珍怀孕的是恭喜君王,可这更加让君王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个老鼠洞钻进去,君王走后,童一回想刚才君王的汝量偷偷发笑,君王回到自己的地方,对自己刚才的表现恼火不已,他恨恨地把气撒在书本上,张玉珍终于还是正式测废了, 他的头发有如一大串葡萄,心满意足地走过百官面前,人显王后的头发却是一只大蝴蝶,用他母依天下的神态给张玉珍策封,两人的实力势均力敌,而童一得以在夹缝中快乐地生活着,直到一年后,他再次卷入张玺平和大妃的纷争,王后的肚子一直没有起色,张玺平却生下了儿子,他想立王子为储君,然而并重的大妃为了保护王后,却不同意君王立王子为原子,而张玺仔背着张玺平,竟然让一个宫女 串通太医,王大妃的汤药中悄悄加了父子汤,于是,就在大妃病危的同时,王后也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说是有人下药毒害大妃,王后接到举报信后不敢声张,他召来长津妈,悄悄按查此事真假,而长津妈挑选的两个助手,却是漂亮小任和童一,小任怀疑童一能否做出公正的调查,童一的内心也很纠结,他一边不相信张玉珍会下毒,一边又表示会尊重事实,童一拿着药材去让天兽辨认,天兽不知道 这是大妃的药材,所以觉得没有问题,然而长津妈走后,童一才把事情原委告诉天兽,天兽听完后告诉童一,大妃治病的西脚汤和父子汤药性相克,童一突然回想起前两天排查宫女时,在张喜萍的奴婢房中,找到了父子汤的药方,童一想去太医院寻找线索,却正巧看见张喜萍的宫女跟太医接头,悄悄交给太医一张纸条,童一竟然直接追上去就问,还把对大妃下药这种话都说出来,自然是被人家臭骂一顿,说她一个 小丫头望恩负义,等奴婢惊慌失措把是情报给张喜萍,张玉珍才知道哥哥闯了大火,她直接抽了宫女一个耳光,大骂他们自作主张,张玉珍半夜把张希仔召进宫,张希仔直接承认对大妃下毒,然而她让妹妹二选一,要么一条路走到底,要么告发自己撇清关系,然而如果选择告发之路,哥哥则必死无疑,此时的童一正在太医院查找用药日治,当她拿着日治往回走时,张喜萍的上宫正巧找到她,他们把童一带到张玉珍面前, 而张玉珍看着童一手里的日治,已经明白童一正在查什么,两个人第一次交锋,童一不相信张玉珍会做这样的事,她想还给张玉珍一身清白,然而张玉珍却承认父子汤是她的药方,还说是帮小王子治病所,让童一停止调查这件事情,然而童一却不同意,因为小小的婴儿绝不会使用烈性药,童一走后,在门外仍然一不三回头,觉得自己实在对不住张玉珍,而屋里的张玉珍强忍泪水,形势开始逼迫她铤而走险,此时的 军王仍然守在大妃面前,母亲已经奄奄一息,仍然不同意立张玉珍的儿子为原子,童一在花园里静静发呆,不知道该怎么办,却没想到军王内心惆怅,也正巧遇上了童一,两人均心事重重,童一有话不敢说,于是鞠躬跟军王告辞, 可军王却拉住童一,说是童一在身边会更安心,军王像个无助的孩子,恳请童一陪她走一走,这一晚,童一听着军王含泪倾诉,母妃已经奄奄一息,可自己却用狠心的话伤着母妃,而母妃在稍微清醒时,总是会继续回敬自己一两句,军王担心母妃将带着怨恨离开人世,而她自己则陷进了无尽的自责中,军王觉得自己不孝,不知今生还有没有机会让母妃原谅,于是童一给军王讲自己的故事,有一次,为了能穿上 漂亮衣裳,她跟爹爹吵了一架,然而从那天起,爹爹离开之后再也没有回来,童一知道,爹爹并没有怨恨自己,她还劝君王心宽,为人父母总是会原谅子女,然而就在童一为君王治疗心伤时,张玉珍却颓然坐在寝宫,她知道自己将伤透君王的心,这就是朝鲜的宫斗,王后拿到张喜平对大妃下毒的人证,竟然亲自向君王告发,结果,人证倒戈,向君王供出指使自己下毒的是王后,王后搬石头砸脚, 君王在王后和喜平之间问来问去,得到的答案都是相反,君王蒙圈了,她不再相信后宫的人,君王不知道,只有童一最接近真相,正是她跟徐世冠一起,查到了写逆明信的医女,也是她直接去找张喜平,希望对方不要陷害人显王后,然而张喜平却假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直接出口警告童一,如果不想死,最好对这件事情闭嘴,这是她顾及旧情对童一的忠告,离开张玉珍的寝宫后,童一明白,她今后将跟张玉珍 分道扬镳,而君王召见徐世冠,让她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吴太熙听闻补听介入,她心急如焚,然而张喜仔却心有成足,她让左乡大人安心,凭她对徐隆基的了解,早已经准备好了应对方法,童一去找徐世冠,商量如何才能证明口供是假的,然而徐世冠更关心童一,她希望风暴之中,童一能够保全自己,而张喜仔告诉妹妹,她对自己的计策心有成足, 只担心童一那个机灵的小女孩,然而当张喜仔提出除掉童一时,妹妹却不想节外生枝,童一提出想见王后,长惊妈眼看无计可施,于是带童一来到王后请宫,王后感激童一,为了真相不惜跟张玉珍翻脸,而童一却问王后,这份匿名信有没有其他人看过,王后想了想,她说曾跟私宅的亲戚商议过此事,与此同时,徐隆基抄医官的家,却看见王后私宅的人悄悄盯着自己,更诡异的是,在医官的私宅中搜出 万两巨资,晚上,天兽希望童一好好考虑,如果王后失事,就跟自己离开王宫,因为负责办案的童一必然受到牵连,然而童一刚刚回到王宫,君王却在花园等她,等童一见到君王时,君王欲哭无泪,两人坐在花园里聊天,童一想为王后说两句好话,可话刚刚出口,君王就拒绝了,他身心疲惫,不想再聊这件事情,为了让君王开心,童一只好重新叫君王判官大人,君王一看又可以当演员,眉头重新舒展, 他哈哈大笑了几声,希望童一可以一直做自己可信的好朋友,此时在另一边,张玉珍也知道自己把君王伤得好深,因为以往发生大事时,君王都会来找自己,于是张玉珍决定主动去找君王,可当张玉珍来到花园时,却看见君王跟童一笑得潜伏后仰,张玉珍眼中含有热泪,他怒气冲冲地回到寝宫,突然发觉就算此次能够扳倒人险王后,仍然会冒出一个童一来,天兽想带童一远走高飞,因为人险王后眼看就要被扳倒, 童一也将面临生命危险,然而童一却不愿意,转眼他就差点命丧河底,这天晚上,童一带天兽追查医官家的巨额票据,他们来到票商门口,发现只是一座普通民房,根本不可能发行巨额票证,就在这时候,从房中走出三个家伙,童一想去跟踪,天兽却不同意,因为他不能再让童一身是险,天兽让童一待着,他一个人去追踪票商,却正好中了对方的埋伏,好在天兽武功高强,一打武竟然也不占下风,古厅的官兵突然把他们团团� 带头之人正是徐士官,抓捕票商是一项秘密行动,可为何却抓到了自家的武作人,于是徐龙基把天兽带回来问话,然而此时,童一却被抓走了,对方把童一藏在草屋里,准备把童一偷运出城,而王宫里同样发生巨变,大妃再次病危,人显王后守在大妃身边伤心欲绝,然而张喜平却反咬一口,他提醒君王正是因为王后照顾,才会造成大妃病情再度恶化,君王冲进去看望母妃,完全不再理会身边的人显王后,王后绝望地走出� 发现自己已经无力回天,而徐士官经过询问,得知天兽跟童一亲如兄妹,正在帮童一追查商票,徐士官没有多想,草草就结束了问话,徐龙基转而审问票商,得知是有人花钱让他造了假票,但是对方的身份,他却完全不知情,票商给徐士官提供一条线索,对方用一家大票商的票据支付报仇,所以追查过去,应该能查出对方的身份,于是,徐士官派人护送票商去取票证,转眼肉嘟嘟却回来报告,他负责接童一,但童一, 童一却不见了,天兽意识到大事不好,他匆匆告别徐士官,把腿就往外跑,此时的童一被人扛走,脚上的鞋子掉了下来,天兽跟踪张细仔的助手,知道他准备运送东西出城,于是拔刀审问这个家伙,才终于审到了刚刚关押童一的草物,然而地上只有崭新的草生,童一却不见了,等天兽冲出门口,他看见了童一掉在地上的鞋子,天兽顺着这条路追到江边,此时那伙人正在往童一身上绑石头,准备把他沉入江底 对方看见天兽赶到,他们来不及杀人,赶紧把童一抛入江中,天兽冲过去把他们打跑,然后一头扎进江中救人,两个人在江边生火,天兽继续想带童一远走高飞,童一却依然不愿意,此时的张细仔发现助手被杀,他恼怒万分,半夜进入宫中向张喜平报告出了问题,而童一返回补厅找徐龙基,说是自己被劫持的路上听到一个秘密,补厅内部有对方的线人,他们会在路上救走票上,等徐龙基带人赶到时,发现补厅的官兵 果然被伏击,那个票伤身受重伤,很快就死了,童一进宫见王后,他让王后耐心再等等,自己另外想办法,然而,行事却不会再等童一,第二天早朝,男人一派抓住王后的把柄,对戏人一派迎头痛击,而人显王后就此被废除,大飞听到这个消息,直接就晕了过去,只剩王后摇着她的身体大哭不止,此时只有童一和徐士官没有放弃查找真相,童一决定去找张细仔,与此同时,张细仔对不下下了死命令,找不到票伤的尸体就剃头回来, 等童一走进张细仔的又不听,童一却不好公开弄死童一,于是让童一进来跟自己面谈,可天兽听说童一去找童一却完全慌了神,这不是自投罗网吗,天兽想去找童一,徐士官却叫住了他,说是他让童一去找童一的,所以童一应该没事,而童一面对面,可童一却告诉童一却告诉童一,那个票伤虽然身受重伤,在现场只是装死而已,那个人还在自己手里,还说他的本意是保住人显王后,如今王后已经被废除,这件事情应该到此为止, 童一在奈何不了童一,只好让童一回去了,童一再回来叫妹妹收手,可童一真却不同意,事到如今收手等于死路一条,而童一回来跟徐士官报告,至少现在能够证明,童一才是幕后主谋,等童一和天兽找到了票证,大妃却病逝了,人显王后身着素衣启程离开王宫,监察宫女们落泪为他送别, 而在另一边,君王一人孤单坐在书房里,默默承受着家门变故,童一想拿证据交给君王,徐士官却把童一拉回来,要童一暂时隐藏这个证据,如今朝廷是男人的天下,出头只有死路一条, 小宫女翻开一本书,里面全是不可描述的漫画,太监的半工事也太多姿多惨了吧,就在童一修的面红耳赤之时,几个太监却在哈哈大笑,童一忍无可忍,说自己不是来这里调情的,可下一秒,童一就被太监大骂,小小监察宫女,怎么能督察王室内叙司,太监们说完冷着脸散了,此时的张喜平即将晋升为王后,千刀姐看准机会到向张玉珍,两个人狼狈为奸,把监察院最脏最累的活人给童一, 张玉珍完全想不到,自己竟然弄巧成拙,又让君王与童一重逢,就在太监们以为已经搞定童一时,第二天,童一又来了,接待童一的依然是昨天的太监,照样还是大大咧咧拿出昨天的漫画,可这一次,童一竟然不休不躁地看完了,还笑问大人有没有下棘,童一继续提出要看财务日志,就在太监准备发火时,门外发生了事情,原来是经费短缺,厂家制作的铜器严重缩水,童一走出来时,看见几个人正在争辩, 说是铜价暴涨,他们也无可奈何,可他们的哀求却是换来一通暴打,事后,童一悄悄追上几个民工,才知道他们经营的器务场状况窘迫,童一跟着他们一起来到器务场,没想到却又遇上视察金属短缺的君王,时隔几个月不见,君王的脸上依然忧伤,可童一却对君王生分了不少,君王跟他打招呼,他却一直滴滴地埋着头,两人在外面聊天,君王问童一,怎么老是不跟自己说话,童一抬起头来,张开嘴欲言又止, 却说他其实有很多话,但是说不出口,君王很好奇,还能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话,可童一却转移掉了话题,说是今晚他有个约会,想要邀请君王一起开怀,到了晚上,原来是童一想让君王开心,又把两个地摊货拉过来陪酒,可皇主部却想临阵脱逃,还说要是再发生一次席凶事件,自己的脑袋可真要搬家了,师兄也说自从上次跟殿下喝酒,自己可是做了整整一年的噩梦, 结果下一秒,酒桌上四个人开怀大笑,醉熏熏的光珠疯狂飙车,他说君王在他梦里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还骗他是个判官,真是太可恶了,皇主不赶紧把光珠的嘴巴捂住,还帮光珠跟君王道歉,可君王却毫不计较,他问光珠那碗毒药到底多大,结果光珠说是一人一碗,他和君王一起喝掉了,君王听到这赶紧给他们赐毒酒, 一桌人哈哈大笑,第二天,童一竟然私自闯进内徐司的账本房,发现这些太监不仅用王室余钱放高利贷,还可能与大妃毒药案有牵连,童一拿着账本出来时,却又被几个太监撞到了,等童一回到监察院时,他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长津妈很心疼童一,结果千刀姐却在旁边冷言冷语,还说什么内徐司这种地方过问就好了,谁让童一那么认真,第二天童一来找徐士官,两人好久不见,徐士官却愈发觉得童一亲切, 他问童一发生了什么,童一不敢在众人面前说出来,于是徐士官把童一请进办公室,童一这才告诉徐士官,他发现内徐司的账本有巨大的亏空,亏空的时间跟大妃中毒时间巧合相同,而且数额也相当吻合,似乎这笔资金被用在收买衣冠上,徐士官大惊失色,倘若事情果真如此,弄不好两个人都要掉脑袋,于是交代童一只能你知我知,绝不可让第三人知道,徐士官带童一去私县府,寻找一位正直的同学, 而长津妈听说童一迟迟未归,以为童一被内徐司扣押,带着一群红衣小妹大闹内徐司,可这件事竟然又传到了君王的耳朵里,一群太监和一群宫女准备打群架,太监的背后有一进府的府兵帮忙,眼看宫女就要落下风,没想到君王派人来了,不仅喝止事态,还传口语召见双方负责人,事态也惊动到了张玉珍, 他召来张希仔,才知道收买衣冠的巨额资金,是从内徐司挪用的,如果让童一查出证据,麻烦就大了,此时张玉珍悔恨不已,把童一调去内徐司真是大错特错的事情,而在另一边,君王把内徐司的头头骂了一顿,看起来君王是在维护长金妈的监察院,然而君王的处置结果,却是让双方大事化小,张希仔把结果告诉妹妹时,却见张玉珍的脸上陷出忧虑, 君王的做法他不太熟悉,果然,君王有他另外的想法,他竟然公开召见两个地摊货,天寿现在已经是又补厅的一名军官,他是被徐氏官保健的,当然,两人的目的是监视张希仔,从天寿查到的消息,同样证实内徐司有问题,在人险亡后废除前支出过一笔巨款,君王通过地摊货偷偷偷跟童一见面,让童一先不要查内徐司,因为君王正在查囤积金属铜的资金,现在也查到了内徐司头上,如果童一动手就等于打草精神, 君王还承诺他的案情结束后,会让童一随便进内徐司查看资料,童一问君王,为何要把这么机密的事情告诉自己,可君王却说,他只是不希望童一担心,并认为自己是个昏庸的君王,张玉珍听说君王召见了童一的朋友,觉得事情非同小可,他让张希仔销毁内徐司账本和日志,结果等张希仔的人到达内徐司,内徐司的资料库却被禁军接管了,徐氏官约见童一和天寿,童一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自己能把资料找出来, 而童一的方法,竟然是利用君王出宫狩猎,会带走大批禁军和太监的机会拿资料,然而童一不知道,张玉珍也有她的谋划,他们打算利用君王出城时,在京城除掉童一,君王出城的前一天,童一去看望人显王后,此时的王后正在仲彩,看见童一到来很是开心,童一告诉王后她可以查出事情真相,然而王后却不希望童一这样做,这不仅会让童一卷入危险之中,还会让君王烦恼,王后宁可自己就这样心如止水地活着, 然而童一却有她的执念,她不想君王的双眼被小人蒙蔽,君王召见吴太息,交代狩猎回来后要暗示举行王后的册封礼,吴太息心满意足,觉得君王终于还是站在男人这边,离宫前的晚上,君王叫公公召童一进来,公公反问是要让童一四寝吗? 君王愣了一下,赶紧叫住公公你搞错了,我是说要跟他见面,公公出去后,君王喃喃自语,这家伙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可君王说这话时,他自己却也脸红了,此时的张玉珍也想让君王看看孩子,可他把王子抱过来时,却被公公告知君王不在寝宫里面,而童一来到花园见到君王,君王送他几本书,说是自己离宫时要好好学习, 可张玉珍来到花园,却又正好看见君王开心会见童一的遗物,张玉珍恨恨地发誓,从明天起,一定不会再让君王见到活着的童一,第二天,君王带着禁军出城去了,天黑以后,童一前往资料库,两名刺客杀进童一的房间,却发现被子是空的,童一在路上碰到千刀姐,千刀姐让童一送东西去点军司,当然她是让童一去送死,结果童一有自己的事,半路让另一个宫女帮自己去送,两名刺客杀死宫女,却发现 死者不是童一,于是赶往内叙寺找童一,此时童一却利用长金抹开的文书,通过了禁军关卡,童一进了资料库,外面有禁军把守,两名刺客奈何不了童一,为了销毁证据,他们竟然火烧资料库,救火声响起来时,童一已经找到张细仔谋用资金的关键证据,在混乱中,童一冲出门口,却被两名刺客追杀,童一仓皇逃出宫外,他幸运地逃到斯县府大人的家里,大人看了童一的资料,明白已经拿到了人险 王后被诬陷的关键证据,他安排下人带童一到乡下的堂地家,自己打算拿着资料面见君王,然而童一刚刚换了普通衣服,刺客就杀进来了,大人一家惨遭杀戮,斯县府大人申名大义,他带童一从后门逃走,重新又把关键资料还给童一,而他自己打算舍命断后路,然而童一逃在路上,仆人也被刺客的飞镖杀死了,童一同样肩步中镖,只身一人逃到山上,从此开始了亡命天涯的旅途,等长金妈找到徐士官和 天兽时,天兽急着眼泪打转,而童玉珍守到天明,依然等不到下人送来找到童一失守的消息,女孩满身是血倒在山坡上,他听见君王的唆呐声就在不远处,于是挣扎着站起来,大叫了一声殿下,君王也听见了童一的声音,他让大部队停了下来,公公问他到底怎么了,君王想了想,觉得是自己刚刚出现了幻觉,君王走后,绝望又虚弱的童一自此晕了过去,等君王回到汉阳,才知道王公发生了巨变, 逆境府的吴润向君王汇报,童一火烧内需司,搜集证据想要诬陷张喜平,说是张喜平陷害了沸沸,并且这个阴谋,童一和徐龙基一直悄悄酝酿着,吴润不知道,君王跟童一私下有见面,答应童一以后可以随便进入内需司,所以君王对吴润的话开始产生怀疑,但是君王不动声色,他假装完全相信吴润的话,并同意吴润抄了左补厅,徐龙基看着自己的补厅被抄,却也无可奈何,而监察院不仅被 一禁府抄家,长津妈和漂亮小刃还被禁府绑起来了,暗恋徐龙基的兰姨阿姨很着急,旁边两个小红衣假装附和,哭的表情却很勉强,方块脸倒是真情流露,至于那个千刀姐,她阴森森的眼神恨不得把长津妈吃了,人显王后听说帮自己的人全部被抓,童一被追杀也失踪了,王后心急如焚,却不知该如何是好,只觉得自己的罪业又多了一轮,至于两个地摊火,此刻真的要哭出来了,又不听的天兽却不一样,她不要命地冲出, 把刀子直接架在对方脖子上,逼问童一去了哪里,童一问他童一跟你什么关系,天兽只说是亲妹妹,然而童一说不出童一的下落,天兽以为他故意隐瞒,刀子已经搁进了童一的脖子里,刀口上已经开始流血了,幸亏徐士官找不到天兽,料到天兽可能会在这里闯户,他冲进来阻止天兽,徐士官安慰天兽,这些人也不知道童一在哪里,杀了他就没有回转机会了,天兽听进了徐龙基的话,他放过了童一,张玉基,张玉基, 深听说连徐龙基都已经被撤职,脸上开始献出得意之色,吴泰西也觉得大局已定,他安排侄子,按照原定计划清除绊脚石即可,晚上,君王秘密出宫,在被超过的左股厅会见徐龙基,让徐龙基好好解释整件事情,结果,不善言辞的徐龙基一个字都不解释,却说殿下听到的都是真的,他和童一确实一直在寻找,张喜平陷害王后的证据, 童一进入内徐司偷资料也是真的,因为童一曾经对自己说过,他负责把资料拿出来,只是自己也不知道童一的行动时间,君王问你们为何不跟自己说一下,他说他做不到,因为调查对象是殿下的宠妃,只能拿到确凿证据后才能汇报,君王听到这自言自语,为何童一也对自己只字不提,徐士官只好帮童一解释,他应该也是做不到,等君王问他童一到底在哪里, 徐士官如是回答自己确实不知,但他猜测,童一在内徐司可能拿到了确凿证据,所以才会被刺客追杀,而且童一逃到私县府大人家里后,大人一家才会被满门途径,君王恍然大悟,原来他宠爱的张喜平真的有嫌疑,等到君王走出左补厅时,整个人都快站不稳了,君王回宫后,整夜整夜都在想着童一,突然他想起人险王后废除前夜,童一明明要跟他汇报王后的事情,而且童一还坚持了两次,是自己心烦气躁拒绝了童一, 君王明白了,不为自己争辩的徐龙基,很可能才是对的一方,这一夜,张玉珍左等右等,却不见回宫的君王来看自己,脸上显得很焦躁不安,等到君王终于来看他时,却严肃地问他有没有陷害人险王后,张玉珍照样使出旧招,一边装可怜又一边为自己辩解,结果却不知道自己掉进了君王的坑里,因为他的对手根本不争辩,此时不争辩显然比争辩要好,君王走后,张玉珍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而张家上下也都惊恐不来, 张玉珍只好用相诗的话安慰母亲,那个京城第一相诗说过,妹妹会坐上最高的位置,张玉珍的话确实也没有错,因为册封典礼即将进行,这一夜君王整夜未明,他的脸上隐约献出怨恨的情绪,天亮后,徐龙基告别左补厅,两个属下想追随他,却被徐龙基拒绝了,因为左补厅不能完全没有自己人,又到夜晚,君王依然没有休息,公公只好用同一的鞋子安慰君王,这是君王狩猎时打到的陆皮, 制作成鞋子本来想要送给同一,没想到同一却消失了,君王打开盒子,他把鞋子捧在手上,轻轻抚摸着久久不能释怀,一个个怀鬼胎的册封典礼上,王后至得意满,而被万民爱戴的君王竟然脸色阴沉,对于君王来说,如期举行新王后册封礼,只是为了稳住男人一派而已,张玉珍笑得很开心,妹妹终于如愿以偿坐上最高位置,而礼乐团礼,同一的师兄一边吹笛一边哭泣,没有人注意到,册封词宣读时, 君王却眉头紧锁,从此以后,新任王后夜夜梦见同一归来,手持证据带着禁军把自己抓走,而君王再也没有到过王后的寝宫留宿,偶尔去看看王子,脸上的笑容也是装出来的,她跟正常躲着妻子的丈夫没什么两样,总是以忙为借口敷衍张玉珍,此时闽间开始流传一本小说,内容影射人显王后被陷害,仁慈的人显王后在乡野和街坊深受爱戴,希望复查王后冤案的闽衣开始蔓延,张玉珍很忌惮这本书, 希望张希仔想出对策,君王也看了这本书,也知道自己被千夫所指,不过他坦然接受,还说书本的结局那个男人悔过自信,不知道自己是否也会走到这一步,可这种话传到了外面,却变成君王看完全书后,表示自己悔恨万分,天兽和徐龙基一起寻找同一,却发现徐龙基能随便调用各地的兵马,一问之下,才知道君王把兵符交给徐龙基,不惜一切代价要找到同一, 两个月后,同一终于在遥远的一周醒来,第一次自己能走到江边,同一思念君王,花断也为他扑了一地,然而此时,管家大叔正在到处寻找同一,原来救活同一的是当地一个富商,这位胖胡子老爷讲究投资和回报,他就知同一花了不少银俩,于是打算扣住同一,让同一给自己无偿打工赚钱,同一见到管家大叔时觉得很奇怪, 为何会害怕自己逃跑,没有防备心的同一,以为管家大叔只是开玩笑而已,胖胡子看见同一回来,赶紧过来微笑问候,还亲自给同一喂汤药,关心同一像个老爹,其实只是因为他发现同一头脑机里,是个赚钱的好材料而已,同一解释自己都好了,可以不用喝药了,然而胖胡子却说他身体还虚,这些都是不要,这位掉进钱罐的老爷,似乎其实也有一些良心,同一接过胖胡子的药汤时,感动得差点哭了,胖胡子一看同一喝掉了, 喝掉了药汤,立马没开眼笑,转眼出门却交代管家,这个女孩的脑子很值钱,可别让他逃跑了,童一还不知道,明天他将在这里遇见另一个人,一起对抗全是熏天的张希仔。 边冒街有个女孩,做生意是一把好手,他通过观察天朝客人的鞋子,分析出朝鲜即将流行什么款式,他甚至能预测,一周即将开张一家新妓院,要老板备好妓院所需的货品,同一个老板旗下,另一个小工作生意的能力糟糕透顶, 这家伙自称是两班大臣,被流放到一周已经两年有余,在街上卖豆子却投机取巧,他谎称自己是周易术士,帮别人算命的条件,却是要别人买他一袋豆子,结果,正值得童一偏偏要拆穿他的小把戏,童一帮别人把豆子拿回来退钱,还说你这个读书人太坏了,专门欺负老百姓不识字,你这本书哪里是什么周易,明明是一本中原史记,对方一看见鬼了,街上的小婆丫头竟然识字,于是拿出两班大臣的名头吓人,童一却笑, 他说如果你是两班大臣,我还是王宫的宫女呢,可这人一看童一不信,赶紧罗列家是族谱,他说他可是程阳省市第25代孙,然而童一却不管他,伸手就要他退钱,那人快哭了,退了就没饭吃了,童一威胁要把他的事情告诉整条街,于是对方只好把钱退给童一,到了第二天早上,童一去库房拿东西,踩过草团却发现下面睡着一个男人,两人都下了一大跳,更离谱的是,彼此发现对方正是昨天吵架之人, 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这货把斗钱退给童一后,因为不出业绩,胡子老爷不仅罚他睡库房,连饭也不给他吃,童一只好把他接回房间,一个大男人裹在被子里又饿又饿,对方问童一为什么识字,童一怕自己身份暴露,骗他说只是识的几个字而已,然而男人不信,因为这本书,就连两班大臣的子弟也未必会读, 这下他开始觉得童一真是宫女了,不过眼看童一不想承认,他不再多说什么,童一去帮老爷整理账本,却发现自己发网京城的书信,竟然一封都没有寄出去,童一去问管家大叔,大叔不想骗童一,他说老爷其实是个可怕的人,是不会轻易让童一离开的,可童一不知道,如果这些信真能寄出去,说不定立即就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又过一天,童一决定逃跑,他抱着包袱准备从后门开溜,管家大叔正好发现了童一,可这个大叔心地善良,他不仅答应什么都没有看见,还给童一指出逃跑路线,可童一刚刚准备跑出门口,转眼却差点撞上张希仔,益州与天朝隔江相望,对于朝鲜来说已经是极远之地,此时的童一还不明白,张希仔为什么会来这里,益州府大人出来迎客,童一趁机往回跑,可他因此逃不出这个院子,胡子老爷看见童一拿着行囊, 认为童一想要逃跑,麦豆大人突然出现,他说包袱里其实是自己的内裤,因为最近觉得大腿凉嗖嗖,所以才让童一去帮自己买的,还说老爷如果不信可以检查一下,老爷才不要检查男人的大腿,于是就这样放过了童一,老爷走后,管家大叔问童一怎么没有跑掉,童一说京城来了个男人,他走不了了,童一找到麦豆大人,才知道人家叫沈云泽,沈云泽亲眼看见童一躲张希仔,他现在已经知道童一身份不一般,他们家是西人重臣, 所以志向跟童一一样,目标都是要扳倒张希仔,两个人在房间里商量,一定要弄清楚张希仔来一周的意图,另外,童一让沈云泽帮一个忙,送一封信给京城的哥哥,这件事对沈云泽倒是不难,因为他认识官方的送信渠道,沈云泽去送信时,正好看到官府找来了一关,此时童一去翻胡子老爷的账本,发现竟然给技房支出了三百两,这个价钱足足可以包下整个技房, 此时在另一边,张希仔觉得技房的规模排场实在太小了,不足以接待这么贵重的客人,胡子老爷刚想解释,这时候技房老板娘走出来了,却正好是小时候救了童一的血迹,张希仔一看老板娘仪勇雅治,于是童一在这里招待客人,而沈云泽回来跟童一互通勇,发现又是包下技房,又是请来一关,看来是要接待天朝的人,沈云泽分析,张希仔很可能是想要天朝的世子诏书, 大清皇帝迟迟不同意朝鲜册封原子,所以张希仔着急了,好在这个技房老板沈云泽认识,于是他去求雪姬,能不能帮忙偷听张希仔和贵客的谈话,然而雪姬拒绝了,因为这已经超出了雪姬安身立命的底线,沈云泽只好另想办法,可他的办法却很奇葩,他竟然扮成一关的样子,准备混进去帮张希仔做翻译,还自称这身衣服很是贵气,到了技房门口,同意问他是不是真把一关大人杀了,沈云泽却说两班大臣怎能乱杀人, 一点点迷药就搞定了吗?这让同意松了一口气,两人躲在技房旁边,这家伙竟然拿着书本临时抱佛脚,于是同意问他汉语水平如何,他说看书是没问题,口语却是不太会,这把同意都整无语了,就这水平还要去冒充翻译,说不定等下小命就没了,然而沈云泽却不当一回事,只说见机行事就好,沈云泽进了技房后,同意担心沈云泽一直躲在角落等着,直到晚上,同意迟迟不见沈云泽出来,却听见张希仔的 随从相互传话,等下要对一关杀人灭口,同意急了,他想去通知沈云泽,慌张中他被人发现,于是只好扮作机房的丫鬟,却不想一抬头,正好看见一别数年的雪姬,短暂的重逢相认后,雪姬决定帮同意救沈云泽,再没有比这更臭轻的翻译官了,人家张希仔希望君父之国的皇帝,可以下一道圣旨册封朝鲜原子,条件嘛当然好商量,这么长的一句话,结果沈云泽大人,硬是只翻译出王子和什么都行六个字, 张希仔发现自己的中文水平都比沈云泽好,于是忍无可忍把他赶走了,等雪姬进入厢房,沈云泽已经没有了影子,而在沈云泽往回走的路上,却发现自己被几个人跟踪,他想快速逃跑时,却被刺客拦住了去路,往回走又撞到跟踪自己的家伙,正在沈大人以为自己准备凉凉时,突然从黑暗中跳出来几个人,几名刺客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原来这些都是雪姬的人,等沈云泽见同一时,他说自己只知道张希仔用重要东西交易, 却不知道到底交易的东西是什么,就在同一以为白忙一场时,雪姬却告诉他们一个重要信息,他说他反复听到卷录类钞的中文发音,却听不出其中隐藏什么含义,然而沈云泽却立即明白,这是边境守军日志,张希仔正在用朝鲜机密,交换君父之国的册封诏书,而在另一边,此时的张希仔已经回到益州府,他叫福尹大人交出守军日志,福尹大人很为难,事情的后果可能比掉乌纱帽还要更可怕,于是张希仔威胁他, 如果不交出守军日志,他回到汉阳就会参这个家户一本,同一和沈云泽商量如何破坏张希仔的计划,可沈云泽却警告同一,当务之急事先藏身自保,因为等明天一关醒来,张希仔就会知道自己的秘密泄露,到时如果他抓到同一,麻烦就大了,然而他们的话刚刚说完,一周府里的张希仔就立即发现了同一,因为同一的关系 需要福尹大人批准,张希仔随手拿过来一看,却正是同一写给天寿的信,于是他带人过来抓同一,此时的同一抱着包袱,正准备悄悄溜出胡子老爷的院子,却被胡子老爷和管家大叔一起拦住,胡子问他为何总是想要逃回都城,同一哀求胡子,自己真的是个公女,真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胡子却觉得同一在说谎,下一秒他就傻眼了,张希仔带人找到了同一,胡子这才发现同一和张希仔相互认识 同一被张希仔抓走了,天寿和徐士官找到了同一的线索,正在前往益州的半路上,可当他们来到附近的永州,却发现驿站的马匹全部被张希仔调走了,步行到益州还得多花一天的时间 而在另一边,沈云泽半夜逃离益州,只身前往平壤拿守军日志,他必须先下手为强,却不知道自己此时正被通缉,更不知道同一已经被张希仔抓住 屠夫举起手中的刀,准备把同一砍死,却听见身后有人叫他住手 原来是沈云泽从平壤回来了,沈云泽提出他可以交出守军日志 前提是张希仔放了同一,此时天朝官员即将乘船返回京师 若张希仔再交不出守军日志,这笔交易就要取消了 张希仔虽然暴谋,但是形势所迫,他只好同一先放了同一 不过却依然扣住沈云泽,同一不愿意一人逃命,然而沈云泽却把他骂走 等同一跑远之后,沈云泽才告诉张希仔,守军日志埋在一片树林里 随即张希仔就派不下挖日志去了,而同一跑来找雪姬 两人能想出来的对策,就是让雪姬拖住张希仔 然后同一再伺机而动,雪姬来找张希仔 提出想接待一下天朝大臣,同时也可以跟张希仔增加感情 由于张希仔左等右等,仍然等不到守军日志的消息 让雪姬接待天朝大臣,也是个不错的拖延时间方法 于是他答应了雪姬的邀请,同一带着雪姬的人想要救人 却看见现场有一周府兵重重把守,同一焦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只好躲在角落四季等候,此时在另一边 天兽和徐龙姬已经找到胡子老爷 天兽把刀架在老爷头上,逼他说出同一的下落 然而这家伙所能知道的,也只是张希仔带着一周府兵抓走了同一而已 不过徐龙姬手上有半个兵符,他们动用兵符召回所有一周府兵 于是,同一他们发现奇迹出现了 现场的官兵突然撤退 听说是有人动用了兵符,由于张希仔去妓院时又带走部分手下 于是看守沈云泽的,竟然只剩下三五个人了 这几个人自然不是一群江湖汉子的对手 同一他们救出沈云泽时,张希仔的人也正好挖到了守军日志 他把日志交给天朝官员,脸上笑得很是得意 然而天朝的官员刚走,张希仔回来找沈云泽 却发现自己的几个手下全死了 更糟糕的是,手下向他汇报两件急事 一是徐龙击手持兵伏击和益州伏兵 二是京城急报叫他速回 全一之下,张希仔觉得自己身在益州也不安全 于是草草决定返回汉阳 只留几个手下继续追杀同一 而同一带着沈云泽逃跑 这家伙没跑多远竟然没有力气了 果然真是个书生 然而此时,同一突然想起了君王 他记着自己跟君王逃跑的内衣 君王也是这样气喘吁吁跑不动 于是同一忍不住笑了 沈云泽还以为同一笑自己 可同一却说不是 他说他笑的是一个判官大人 沈云泽让同一自己去码头跟雪姬会合 他说他有个急事 等同一找到雪姬 两人登上了木船 准备离开益州危险之地 然而船只却迟迟不见启航 直到沈云泽又来了 他交给同一一个包袱 还说里面是真正的守军日志 张希仔拿到的那份是假的 然而沈云泽却不能跟同一离开益州 因为他被限定流放在这里 沈云泽请求同一 希望用守护日志的功劳救走自己 同一答应了 船只启航后 同一向沈云泽挥手告别 他将带着张玉珍的罪证返回都城 王后三个月没有碰到过君王的床单 竟然自己喝了一杯毒药 王后中毒后 君王果然对他心生怜爱 时时守在王后的寝宫 然而这可是王后的一生二娘之计 他的另一个目的是杀掉同一 王后中毒的地方是个公开祭祀点 有禁军和监察宫女随行 地点却是在宫外 这样一来 整个都城都陷入高度紧张之中 各处城门严加防守 都在排查一个长相酷似同一的女子 王公也不乐观 禁军和监察院都有嫌疑 于是整个王公也加强了守卫 然而王后不知道 同一已经通过女扮男装的方式 悄悄混进了汉阳城里 同一去找掌月院的主部和师兄 却发现两个地摊货一直被人尾随 显然张希仔已经算到 同一回来会去找他们 此时天寿和徐龙基也回到了都城 他们也在悄悄排查同一的下落 君王曾经想过召回张希仔之吻 但徐龙基劝他不要打草惊蛇 因为就算张希仔被扣住 男人势力也一定会以月宫逃跑的罪名 抓到同一后就立即处死 唯金之计 只能一边装傻一边悄悄寻找同一 而在另一边 同一突然想到了进宫的方法 他记得习一部与张玉珍的寝宫只隔两道门 说不定在那里能看见君王 于是同一去应聘当习一下人 习一部不能与王公之间随意走动 所以管事的上宫安全意识弹果 于是他们硬是没有认出同一 同一被录用了 在洗衣上宫的带领下进入王宫 同一正在洗衣服时 闲诸首听说洗衣不来了新宫 想来这里物色一两颗白菜 没想到竟然看见跟同一长相一样的女子 于是开开心心回长月圆去了 准备想办法把这个女孩弄回去暖床 同一洗完衣服后 悄悄向着张玉珍的寝宫溜去 在两道门之间 同一远远看见了君王 可进军却不能让他通过 进军贺讯同一时 君王寻着争执声 远远看见了同一的侧面 却不知道被拦住的女孩正是同一 正在进军要把同一轰走时 同一对着君王大叫 君王隐约听见了同一的叫声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 王后的宫女通知君王 说是王后醒了 于是君王去看望王后 把同一撂在危险的一边 王后醒来看见君王怜爱的表情 知道自己苦肉计成功了 眼含泪水却笑得无比灿烂 然而君王依然没有陪王后滚床单 深夜里她独自苦思冥想 始终觉得王后中毒事件不同寻常 而在王宫洗衣补 同一也在苦思冥想 不知道该如何才能见到君王 此时雪姬来看望同一 把哥哥同舟遗留的情拿给妹妹 聪明的同一瞬间恍然大悟 于是她再次在深夜拉响思念之险 然而此时 君王并不在张玉珍的寝宫 而是在王宫花园思念她与同一的过往 两处地方相距较远 所以她自然听不见同一的情声 早上童一洗衣服时 得知今天洗的是监察院的衣服 却在衣兜里发现一把绿豆壳 监察院的衣兜有绿豆壳是挺奇怪的 童一记住了这个细节 巧合的是 今天正好是长津妈负责来检查洗衣部 童一在宫女的衣柜下藏了个兜子 期待漂亮小任能找到她的好东西 然而洗衣部的宫女集合时 童一发现千刀姐竟然也来了 还口口声声自称性不过长津妈 所以一定要跟过来监视 童一藏在洗衣房的人群里 竟然没有一个姐妹发现童一 检查过程中 千刀姐的两个小跟班搜到一些东西 硬是没有发现童一的兜子 然而检查结束后 小任却悄悄告诉长津妈 她找到了童一的性命 此时童一在宫女房中左找右找 自己的兜子不见了 仔细回想 也不是两个小坏人拿走的呀 洗衣房的人以为童一在偷东西 把她抓了出来 还派人去请监察院 结果 她的话刚出口 监察院的长津妈和小任就来了 两人看见活着的童一洗衣而起 长津妈让童一躲在角落里 她这就去报告君王 然而长津妈前往大殿的路上 千刀姐却拦住了她 很快进府的人就赶来 以暗通沸沸的罪名 把长津妈和小任抓走 与此同时 人险亡后的茅草屋 也被不明身份的人 砸了个戏巴烂 长津妈被押送前往进府 却正好经过洗衣补 于是童一知道自己有危险了 而在另一边 贤朱首确认洗衣女士同意后 竟然用这条信息 去跟张希仔邀功 结果却又反被张希仔欺负 张希仔让吴润代意 靖府直扑洗衣房 可他们把宫女集合起来 却没有找到童一 童一逃跑时被吴润发现 靖府的人追杀童一 可童一却机智绕过了吴润 在被抓住之前 他跟着一群洗衣宫女离开了工厂 晚上 童一躲在半山坡的一棵树下 左思右想不知该如何是好 伤心的他拉响了情弦 巧合的是 此时的君王想念童一 正好来到山下的夜市滩 重温四个人一起喝地摊酒的过往 等他听到熟悉的琴声 顺着声音找来 于是就看见了泪流满面的童一 君王还以为是个梦境 一把就把童一搂进怀里 而张玉珍听说童一竟然从王宫逃出 偏偏君王又不在宫里 于是他猜测君王可能找到了童一 女孩被大红轿子接近王宫 却不知道自己已经嫁给君王 等他下了轿子后 看着自己一身贵气的娘娘装扮 身后还跟着一群宫女 脑子更加犯糊涂了 此时在早朝大殿 君王正式宣布 他要册封童一为成人上宫 这将意味着童一成为王族成员 原来就在昨晚 君王的私宅闯进一群刺客 为了保护童一 君王只能考虑把童一带进王宫 然而童一目前仍是月宫逃跑的罪人 情势紧迫 天一亮童一就被君王取进了王宫 可童一却对此毫不知情 男人大臣纷纷劝阻君王 怎么能把一个罪人册封为成人上宫 这可是仅次于王后的位置 可君王却让他们记住 陷害王族可是最佳一等 而童一住进寝宫 试了试娘娘专属的椅子 坐起来真是舒服 然而长逝的宫女却说 这里只是临时住所 等新寝宫建起来 娘娘还要搬去新家 童一张大了嘴巴 她觉得这个误解也太大了 此时在另一边 君王夺来夺去 她问身边的公公 紧急情况和婚姻关系 该如何解释才好呢 公公问君王 是不是真心想跟童一结为夫妻 君王赶紧点头说是 结果公公却说 她连恋爱都没有谈过 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君王才好 就这样 一个不知所措的君王 带着一个没有谈过恋爱的太监 火急火燎看童一去了 童一听说君王来看自己 赶紧来到花园迎接 可她见到君王的第一句话却是 这些人把自己穿成这个样子 还整天称呼自己为娘娘 一定是搞错了什么 谁知君王却有些害羞 她伸过头来悄悄告诉童一 是自己命令他们做的 这可真是把童一吓到了 君王只好跟童一解释 册封是唯一能保护她的方法 不然她总不能带一个罪人回宫吧 童一说那咱们不是等于假结婚了吗 谁知道君王张口却说 也不完全是假的呢 可她说完这句话 竟然咳了一下给自己壮胆 看着童一说不出话 君王转过脸来悄悄看童一 两个人对事时 君王的表情又是害羞又是尴尬 最后君王竟然不辞而别 公公问她不是说好了要留宿吗 君王却示意她赶紧住嘴 然后带着公公溜走了 君王走后 童一回想着刚才的情景 那个家伙竟然送给自己一对玉佩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定情物吗 此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声 原来是禁君在寝宫门口 抓到了两个鬼鬼祟祟的家伙 童一出来一看 却是两个地摊伙 童一把他们请进寝宫 三个人为了称呼纠结不已 师兄管他叫童一 皇主不管他叫娘娘 可童一又要管皇主不叫大人 而监察院此时吵翻了天 两个小坏人神情轻蔑 根本不相信童一能够当上承恩上宫 然而千刀姐却气急败坏地走进办公室 要长金妈解释承恩上宫是怎么回事 为了何时情况 长金妈亲自来看望承恩上宫 看见童一穿着娘娘的衣服又惊又喜 晚上天兽心有不甘 他竟然越急求见君王 想知道君王对童一是否出于真心 君王对天兽倒是坦荡 他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 等天兽来看童一时 童一却说他是罪人之女 怎能跟君王在一起 可天兽问他要不要跟自己远走高飞 童一却不说话了 他的心里放不下君王 第二天 童一消失了 君王让禁君翻遍王宫 却找不到童一的身影 正当他打算出宫寻找时 公公却拿来一封天兽的信 原来今天是童一爹爹和哥哥的祭日 他一定会在悬崖那里 天兽还告诉君王 童一害怕跟殿下在一起 是因为童一内心承担着他人过错 就在君王看信的同时 天兽已经回到童一而食的草屋 为了童一的安全 他烧掉了所有剑气的物品 而君王终于在悬崖找到童一 他想问清楚童一害怕自己的原因 可童一却不敢说出来 于是君王只好请求童一 就算不愿意说出来 也一定要陪在自己身边 童一哭了 他一直觉得自己没有资格爱上君王 可君王却把他搂在怀里 王后看见哥哥在狱中被打得奄奄一息 他回来跟君王做了一笔交易 王后愿意出面帮君王摆平男人大争 让他们童一对童一进行册封 条件是君王放了张希仔 君王招来徐龙姬商量对策 徐龙姬建议君王同意王后的交易 把张希仔降职就好 至少目前不能与整个男人一派翻译 君王是答应了 但是仍然觉得张玉珍不可饶恕 要徐龙姬继续推进案情进展 就这样 半死不活的张希仔算是活下来了 但是官职已经被撤掉 可他出监狱后的第一想法 却是想要跟同意同归于尽 好在张玉珍阻止了他 张玉珍希望用更稳妥的方法除掉同意 就这样王宫陷进了新的短暂平衡 弘一和徐龙姬深知 保住一周的沈云泽 将可以进一步揭露张希仔的阴谋 弘一把守军日志交给徐龙姬 让他和天兽尽快赶往一周 于是天兽和徐龙姬当夜就悄悄出发了 然而天兽出发后 弘一的宫女却一个个莫名其妙病倒了 大夫来看过后 却说这是从未见过的病症 换了几种药方也没有好转 关于弘一寝宫有传染病的传闻 很快就传遍整个王宫 君王自己不会治病 只能为弘一干着急 更可怕的是 公公来报告君王 王子的寝宫也发生了疫情 长津妈却不怕什么传染病 他来告诉弘一 幸好王子没有染病 弘一为此舒了一口气 不久后 弘一寝宫的庸人居所被易靖府封了 理由是害怕传染病继续外传 弘一跟吴润理论 靖府负责罪犯事宜 怎么会管起疾病来了 此时吴润找了个很牵强的理由 他怀疑有人用疾病陷害王子 王宫外 人显王后坐立不安 因为就在弘一进宫前夜 正是他鼓励弘一一定要跟君王在一起 此时他听闻弘一寝宫被封锁 已经明白是张玉珍正在陷害弘一 弘一去跟张玉珍见面 希望能释放被靖府扣押的永远 可张玉珍却放了狠话 除非弘一交出性命 否则他们之间已经没完 而在一周那边 沈云泽被押往新的流放地 半路上押送官兵却想对他杀人灭口 好在天寿及时赶到 沈云泽幸运得救了 而在王宫里 告别张玉珍后 弘一禁止前往监察院 大大方方向千刀姐问好 兰一阿姨得意洋洋叫千刀姐行李 千刀姐虽然脸上挂不住 还是不得已行了的鞠躬 而弘一来监察院的目的 是希望监察院介入调查事件真相 弘一走后 张玉珍审问自家的上宫 才知道事件的元凶竟然是自己母亲 张玉珍把母亲叫来 大骂在这样胡作非为 全家人的小命都会被搭进去 他试图让母亲清楚 这种雕虫小技破绽百出 但是只有宫女得病和禁斧介入 就已经可以把矛头指到自己身上了 张玉珍叫母亲收手 以后陷害童一的事情由他亲自操刀 此时的张玉珍已经明白 他们最优先夺走的不该是童一的性命 而是君王对童一的信任 这个在地摊喝酒的男人太体贴了 眼看天空正在下雨 他把自己的帽子给你还戴上 旁边的侍卫冲了过来 他可是个君王 雨越下越大 还伴着电闪为名 两人只能在酒馆的草屋躲雨 虽然名义上是结婚了 然而他们还是第一次共处一室 君王发现自己的心脏扑通扑通跳的不停 童一还以为君王被雨淋坏了身子 想帮君王检查一下 可他越靠近君王 君王就越紧张 这下连说话都结结巴巴了 转移话题说这雨怎么下得没完没了 还情不自禁叫公公进来 等公公进来了 他问公公叫你怎么还不来接自己 可公公却说叫你一直在的呀 只是雨太大了 眼看这个问题是白问了 只好让公公先退出去 可没谈恋爱经验的公公一出门口 却说今晚要完成四请了 没想到是个泼草屋 果然草屋里的君王 已经开始恋爱的抚摸同一的脸 后面的事情 小编省略了三千字 第二天 君王去看王子 王后提出请求 希望由自己解决疫病之事 君王想着疫病只在宫女中传播 而宫女则归王后管辖 于是答应了 一周那边 沈云泽告诉徐龙基 天朝使团今天刚刚经过一周 正在前往汉阳 估计张希仔也是因此 想杀自己灭口 至于使团有没有带着柿子诏数 那就不得而知了 王宫里 三个好人还在查案 同一把长金妈请进寝宫 却说连宫女的食材都查过了 东宫和同一寝宫得病的宫女 他们之间并没有关联和共同特点 晚上 君王在大殿左思右想 不明白王后为何能断地 疫病根源不是同一的宫女 更不明白王后为何要帮同一解决问题 更奇怪的是 公公回报君王 同一刚刚去了监察院 看起来疫病似乎是人为的阴谋 同一连夜检查宫女的衣服 想查出为何怪病会专挑宫女传播 难道疾病还能看人身份吗 就在这时候 方块脸急急忙忙进来告诉同一 殿下来了 同一赶紧迎了出去 然而手上仍然拿着一把宫女的事物 君王瞬间就明白同一在查案 对着闲不住的小娇娘笑了起来 同一不知道君王在笑什么 也只好陪着干笑 然而等君王进入寝宫 同一照样叫君王不要过问一臂 宫女归内命负管辖 算下来应该是王后的事情 于是君王直接问同一 这样不就为王后开脱了吗 不过君王又想了想 觉得同一终究跟自己想到了一块 事情平息下来终归才好 可同一刚刚把君王送走 自己的寝宫竟然有一个端查婢女发病 同一一问之下 发现这个婢女跟发病宫女从未接触 更别说共同饮食了 而在另一边 吴润已经开始查同一的身世 越查就越觉得不可思议 掌月院都是有相当情绩才能进的地方 为何当年会进来一个12岁的小婢女 王宫里发生了莫名其妙的怪变 不仅一众由王后统领的宫女被传染 就连监察院等各种女性职能部门也被传染了 御膳房的宫女给同一送来膳食 被烫伤的手却不能涂抹腰膏 这让同一突然想到 御膳房从来没有人染病 想来病根应该是宫女使用的脂粉 于是同一叫长津妈按着脂粉的线索查找 果然找出得病宫女都使用过同款脂粉 更奇怪的是 这种脂粉的流行时间 与同一入宫时间几乎一致 也就是说 背后的阴谋果然指向了同一 等同一开始亲自到不厌署调查 张玉珍立马就得到消息 于是 最初带着可疑脂粉进宫的宫女立马被抓 一边当当开始调查 一边就立马结案 罪名也就是他们私带化妆品进宫而已 明白这是个不痛不痒的罪名 同一细问宫女 却说脂粉是跟一个流动商贩买的 千刀姐急匆匆赶来 要带同一去监察部调查 同一答应了 同一进入监察院后 蓝一阿姨跟皇主部一起去找雪姬 雪姬的妓院也有几名婢女出现相似症状 也确实使用了这种脂粉 而卖粉商还来过他们妓院喝酒 左补厅顺着线索很快就找到了脂粉厂 却发现已经人去楼空 君王听说同一被扣押 找来长津妈问话 长津妈解释自己的证据还不充分 但君王仍然要她但说无妨 于是长津妈指出 幕后黑手应该是张玉珍的母亲 可就在君王跟长津妈谈话时 一名宫女悄悄离开大殿 把情况报给了张玉珍的宫女 得到消息的张玉珍马上改变策略 通知监察院立即释放同一 这一抓一放 同一还没反应过来 被张玉珍玩得团团转 君王也想不通 张玉珍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在上朝时间突然到访张玉珍的寝宫 却发现张玉珍正在对宫女私自用心 眼看犯案现场被君王抓到 张玉珍脸上很是难看 等同一回到寝宫 却听说张玉珍把麦粉商都抓起来了 这让同一张大了嘴巴 这节奏也太快了 君王跟张玉珍谈话 张玉珍直接问出君王的忧虑 殿下是担心我会拷问同一吗 张玉珍还把病因给君王找了出来 其实就是这些脂粉含有大量铅粉 用我们通俗一懂的话 那自然就是铅中毒了 于是此案算是结了 王后甚至还自己招了母亲的事 说是母亲帮她调查 找过几个脂粉商前来询问 其中有两名脂粉商还是自家熟人 王后这一招帮同一洗清了嫌疑 自己家也脱身的干干净净 更重要的是 破案的功劳她还一个人独揽了 可君王听她说话全程眉头紧索 等王后回去以后 君王回想王后的话 越来越觉得这个女人实在可怕 同一再次去见张玉珍 问她这件事的目的 是不是吸引自己亲自调查 可张玉珍却开口嘲笑同一幼稚 第二天 天寿和徐龙基从一周回来 却告诉同一一个坏消息 天朝大臣带着世子诏书即将到达汉阳 将册封张玉珍的王子为世子 唯一的好消息是 沈云泽备他们就回都城了 很快 张希仔得到君王赵检 嘉奖他对世子诏书下达有功 这份诏书对朝鲜来说意义重大 代表着天朝对宪政和接班人的认可 而在城门 左相吴泽西至得一满迎接天朝大臣 张希仔一路狂奔 几乎以疯癫之状 哈哈大笑着把好消息报给了妹妹 君王来看同一 却发现同一心事重重 明明今天王后给同一下了册封碟子 同一本该高兴才对 君王观察同一的脸色 觉得同一有难言之意 君王还真猜对了 王后给同一下了册封碟子后 亲自督促同一交代家事 所以同一明白了 王后找到了他的弱点 君王把徐龙基召来 让他悄悄调查同一到底有什么苦衷 君王把自己已知的情况全盘拖出 他说同一12岁时失去了父亲和兄长 死亡地点是五丰山的悬崖 徐龙基听到这话脸色大变 然而君王的意思 却是如果没有犯下危机果本的大罪 想方设法帮同一掩盖就好 徐龙基回到左补厅 调查多年前见弃的案件 回想到同一出示自己是战战兢兢的表情 再看看当初通缉令上的画像 他现在已经可以肯定 同一就是自己查找多年的女孩 徐龙基连夜面见同一 面色凝重地说起自己的往事 他曾经有一个亦师亦有的好朋友 虽然是贱民出身 但是自己对他无比敬重 可是他却让自己失去了父亲 同一听着徐龙基的话已经开始惊慌 然而徐龙基却继续说下去 他完全没有想过 好朋友会是可以动摇国家根基的贱旗手里 可他的女儿现在似乎站在殿下旁边 徐龙基想听听同一亲口说明 自己是不是那个逃掉的女孩 同一承认了 他说他其实早有觉悟 自己的身世终究有一天会浮出水面 但是自己没有想到 这件事会伤到挚爱自己的君王 以及信任自己的徐大人 同一提了一个请求 既然已经不能再隐瞒 他希望能自己亲口告诉君王 而徐龙基也同一了 就在徐龙基和同一见面时 雪姬带天兽赶往伪造同一身份的寺院 这两个人已经觉察到 同一的身世现在是个巨大的弱点 而徐龙基回到左补厅 却交代肉嘟嘟把剑气的记录全都拿来 零点十分 君王还没有睡 公公问他需要去同一的请宫吗 可君王却说不去了 同一心事太重 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帮才好 可同样出身低贱的公公却安慰君王 哪个剑民孩子没有一些难言之隐呢 这话让君王心里放松了不少 第二天 千刀姐向张玉珍汇报 千同一似乎是个假身份 因为什么都查不出来 旁边的吴太戏觉得 单单是假身份就可以向同一发难 可张玉珍却不同意 她觉得没有十足把握不该出手 此时同一的人应该有所行动 只要悄悄盯紧他们就好 下午 天兽从寺院赶回 却发现肉嘟嘟正在清理剑气的记录 然而这条信息 同样传进了张玉珍的耳朵里 等天兽找到徐龙基 他的桌上也同样放着剑气的资料 徐龙基问天兽昨天去了哪里 天兽说他去找能证明 同一是双川人的资料 可徐龙基却问天兽 难道同一不应该是剑气首领的女儿吗 天兽向徐龙基求情 希望把所有的罪责推给自己就好 同一当年才13岁 他能有什么罪过吗 可徐龙基却说 他已经被同一妇女欺骗过两次 天兽对着徐龙基的后背大叫 老爷并没有杀了你的父亲 剑气当年是想去救人 徐龙基很愤怒 当年在监狱我给过崔校园机会 让他否认没有杀死家父 可他连否认的话都不屑出口 然而紧接着天兽就哭着咆哮 那是因为老爷觉得这样做才能保护自己的挚友 天兽还告诉徐龙基 当年他们想再补平几乎 老爷却交代过他 如果他们活着 杀手的下一个目标就会是徐龙基 所以老爷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上罚场的 是自己太执拗一定要去救人 徐龙基听到真相差点跌倒 王宫里 同一走进大殿 君王意识到事情似乎很严重 他劝同一不要说出来 可同一却说他是罪人之女 父亲和哥哥都是身负重罪之人 还说这就是在悬崖上没能坦白的隐情 君王希望同一别再往下说了 幸运的是就在这时 天兽突然求见 公公不知道天兽的名字 只说是个内进卫将 一个没有名字的卫将求见 君王有些犹豫 然而同一已经知道是谁 他以为天兽想要揽下所有罪子 心里很是难过 可就在这时候 更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进军总领徐龙基直接闯了进来 同一继续求徐龙基 希望由自己向君王汇报 可徐龙基却说这是他的本质 于是同一退出来了 公公看着这个贱民的女孩 目光也充满了同情 而天兽没能面见君王 只好在殿外安慰同一 而大殿里 徐龙基以为同一已经提到贱气 于是他告诉君王 同一想向您汇报贱气的事情 还把天兽找回的资料交给君王 说是这些资料能够证明 同一是承川的婢女签同一 可君王却觉得很奇怪 同一为何会向自己汇报贱气的事 徐龙基把提前编好的谎话告诉君王 同一并未在承川长大 他确实是个逃跑的婢女 生命危及时 被帮助贱民的剑气组织救走 所以他总是觉得自己跟剑气组织有所关联 君王虽然送了一口气 但他又觉得同一如此难过 事情不该这么简单 君王为自己不能帮同一分担难过 王宫里有一个奇怪的男人 明明前几天还是个流放罪人 现在摇身一变 竟然还当上了芝麻小官 更奇怪的是 他还能够随意出入王宫 今天他做事更加出格 竟然堵住王后清歌的去路 准备把对方调戏一番 此时的张希仔刚刚被天朝使臣大骂一顿 说是他竟敢拿假的守军日志糊弄大清 大清臣大人要他必须交出真品守军日志 否则就会把他的誓报给君王 世子的册封诏书当然也就泡汤了 张希仔被沈云泽堵住去路 大骂一个流放范竟然大摇大摆出现在都城 可沈云泽却笑好他 为何见了天朝使臣后脸色苍白 难道大人发生了什么灾火 张希仔怕被沈云泽看穿 赶紧把守军日志藏到身后 然后他问沈云泽 一介流放范今天为何如此嚣张 还威胁沈云泽小心丢了小命 然而沈云泽却得意地说 自己可是个有靠山的人 张希仔笑了 千铜一内的小婆丫头竟然被你当成靠山 可沈云泽却说他看不上放肆的黑豆 还说他的靠山可是君王 没有君王的寓意 自己怎能大摇大摆回到都城 这话让张希仔张大了嘴巴 沈云泽还真的没有糊弄人 他本来就是两班大臣 只因戏人没落流放一周 君王听说他帮了铜一 于是又把沈云泽以往的奏折看了一面 觉得他其实是个可用之才 于是封了个小小的官职 却让他在王宫的内斗漩涡中专制保护铜一 而沈云泽今天堵住张希仔去了 是为了试探对方是否知道 守军日志就在自己手上 当然徐龙基闯入大殿就铜一的继策 也是沈云泽出的 离交出守军日志的最后期限只剩一天了 然而真凭守军日志到底在哪里 张希仔却完全没有头绪 他跑去找张玉珍商量 两人得出的结论是 守军日志在同一手上 只是他们还没有找到出击机会 于是张玉珍决定设下计谋 要把守军日志找回来 半夜 大清陈大人带着手下窥视江华城墙 故意被朝鲜守军发现 两队人马相互对峙 事情立马就惊动了君王 第二天早朝 君王召见陈大人提出抗议 天朝现在如此不相信朝鲜 竟然连一个小小城墙都要偷看 可陈大人却反向君王发难 天朝已经掌握朝鲜向边境调兵的证据 难道这是在准备战争吗 君王无言以对 陈大人回去后 君王叫手下调查清楚 天朝为何会拿边境问题发难 与此同时 同一也正在跟沈云泽见面 商量怎样才能保护这本守军日志 礼宾部负责人张希仔向君王提议 眼看陈大人今天就要回国 希望君王能设宴安抚天朝使臣 君王同意了 此时的沈云泽离开王宫 走在路上却被不明身份的人绑架 而欢送天朝使臣的宴会 马上就要开始了 同一的人悉数被通知前来参加 可同一清点人数 却发现少了沈云泽一人 同一意识到不对劲 他想返回寝宫藏好日志 可王后却命令同一不能离开 此时在另一边 千刀姐已经带人开始行动 准备搜查同一的守军日志 一场扳倒张玉珍的大戏 马上就要展开了 王后以为自己胜券在亡 坐在看台上洋洋得意 同一满面愁容 却有把握今夜之后将王后扳倒 此时在宫外 易靖府调遣士兵准备进入王宫 禁军首领徐龙基出言阻止 但禁府却以不相隶属为名 拒绝了徐龙基撤回的要求 为了保证王室安全 徐龙基召集全部禁军 团团围在宴会周围 看起来 徐龙基似乎中了王后的宜兵之计 禁府的府兵出动 徐龙基的禁军势必全力守护宴会安全 童一的人想回寝宫拿守军日志 但王后的人却不让他们离开 与此同时 不明身份的人员进入徐龙基和天寿的房间 只为了寻找那本守军日志 童一的寝宫由千刀姐负责 他先派人引开负责看家的两名公寓 然后带着两个小坏人进入童一屋内 翻箱倒柜寻找守军日志 千刀姐找到日志后 出门时被一个宫女发现 他竟然让两个小坏人物理消灭这名公寓 宴会结束后 童一回到寺宅 发现守军日志被偷了 而千刀姐把守军日志呈给王后 王后拿过来亲自查看 确认这是真本 兄妹两人大喜过望 与此同时 长京妈把守军日志被偷的消息报给徐龙基 下一步计划立即执行 第二天 大清官员确认自己能够拿到守军日志 竟然提前向君王提出要求 如果能拿到朝鲜调兵的确切证据 朝鲜就得向天朝赔款 此时在王宫外的计划 张希在把守军日志交给天朝的陈大人 陈大人亲手过目 也确认是正版守军日志 沈云泽这边 靖府的吴润准备对沈云泽杀人灭口 却被天兽带着大批禁军当场抓获 而在另一边 同样也是禁军围住张希仔所在的寄馆 张希仔害怕证据落入徐龙基之手 又把守军日志抢了回来 可正在他准备烧毁守军日志时 却又被禁军逮捕了 吴太熙本来正打算举办庆功宴 却收到了侄子无润被逮捕的消息 张玉珍收到消息同样大惊失色 不知道自己哪里出了纰漏 而同一听闻人赃剧或喜笑言开 原来这一切竟然是沈云泽的寄中计 利用张希仔迫切想找守军日志的心态 干脆以守军日志为诱而引他们上钩 等徐龙基把守军日志呈到大殿 君王震怒不已 虽然已经料到张玉珍会有违法之事 没想到竟然胆大到出卖守军日志 君王来问同一 张希仔去一周就是为了守军日志吗 同一回答说是 还把当初跟沈云泽 一起守护日志的事情说了出来 君王听罢难过不已 从这天晚上开始 王后张玉珍被禁敌 她想出门寻找哥哥张希仔 却被禁军将领天寿告知 此时君王正在亲自审问张希仔 而在禁服 君王把守军日志扔到张希仔面前 张希仔大喊冤枉 但君王显然已经不再相信大舅子 第二天 天朝大使领回范氏的使臣 算是给朝鲜保住了颜面 然而在大殿外 吴泰西带领一众男人大臣跪地请愿 指责幕后黑手想要陷害当今王后 同一去见张玉珍 张玉珍仍然自信不会被禁 然而同一告诉张希 她已经拿到了王后作为幕后主谋的证据 而这个证据 跟当初验尸的做法一模一样 在守军日志和家中地板涂抹大量生姜时 而生姜与醋相遇就会变色 所有碰出日志和走进同一寝宫的人 都会留下罪证 而在监察院 长金妈手持君王御令直接逮捕千刀姐 审问事例 面对长金妈的确凿证据 千刀姐哑口无言 同一依然劝张玉珍善良 可张玉珍却大骂同一 休想将自己从王后的位置扯下来 还狠狠向同一砸东西 却没想到君王早已站在门外 同一也不知道君王会来 赶紧行李退出去了 同一离开之后 张玉珍对着君王大叫 这是沸沸的阴谋 然而君王却第一次对张玉珍抛想 为何你现在变得如此丑 君王走后 张玉珍扶在地上痛哭不止 又过一天 形势急转直下 吴太夕为了自保 让千刀姐供出张玉珍是主谋 等她见到张玉珍时 明确告知自己不会再与君王作对 张玉珍恍然大悟 她一直以为自己能够掌控吴太夕 却发现自己竟然成了吴太夕的妻子 不久后 男人大臣纷纷落网 吴太夕被免职 而君王则亲自宣布 把张玉珍降为喜平 任险王后重新做回王后之物 这个君王竟然做了胎梦 于是他兴致盎然地去问爱妃 最近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童一问他什么样算是不舒服 君王说比如容易疲倦 或是犯困呕吐之类的 童一抬起头来 眼珠子转了又转 君王还以为童一想到了 谁知童一竟然回答说没有 君王有些失望 可童一完全不解他的意思 竟然辩解自己强壮得很 君王突然又想到一点 他问童一 最近有没有想吃什么东西 比如酸的食物 童一却说他对酸的东西完全没有兴趣 君王恨恨地小声嘀咕 这算是太梦吗 一定是公共哄自己开心 可童一不懂君王在说什么 觉得很是奇怪 为了取悦君王 童一说他确实想吃一种东西 不过需要他们悄悄溜出去逛街 于是两个人扮成普通夫妇 大摇大摆出现在平民的街道上 然而走着走着 君王却发现童一把自己带到贱民的救济处 这时候童一才告诉君王 他小时候曾经有三天吃不上东西 君王一听三天就吓到了 可童一却继续说道 对贱民来说三天吃不上东西很常见 那时候 年幼的自己领到了救济处的一碗粥 他觉得甘甜无比 所以今天一苦思甜 他想带君王一起来尝尝这碗粥 两个人走进周所 前面排着尝尝的队伍 然而童一告诉君王 这些人天亮之前就来排队了 因为等不到 很多人中途还得回去 可君王却不明所以 为什么都排了半天还要回去 童一说周所的周一项供应不足 能领到的都是幸运 可君王觉得更奇怪了 他明明已经叫封储仓发足了骨 为何还会有供应不足的事情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君王挤进人群中 看着鸡肠碌碌的贱民正在吃粥 宅心人后的君王差点掉下了眼泪 匿名体弱的老者捧着周碗摔倒在地 可他竟然把粥和泥土一起装回碗中 君王心疼的叫他别装了 这样的粥怎么还能吃呢 他把老者扶了起来 叫手下快去再装一碗 然而就在这时候 周所却说周发完了 贱民跪在地上哀求 有人说孩子四天没有吃东西了 希望老爷能给他一碗 可周所的长官却叫士兵殴打贱民 贱民不愿离去 只好用碗护住头部 君王气坏了 大声鹤令助手 长官却觉得他是哪里冒出来的家伙 竟敢在这里撒野 公共鹤令叫他们扣手 这可是君王殿下 当官的赶紧带着士兵跪了下来 贱民见状赶紧求君王大恩大德 只为能填饱今天的肚子 君王又气又悲 他把周所的职事叫进来大骂一顿 明明七天前刚刚发了粮食 为何会供应不足 周所的人不敢回答 于是全部被君王罢免 一律发配到边疆做苦力 还派随从亲自临时指管周所 至于今天 先主周供应 一旦发现周所门口 有领不到的贱民徘徊就是重罪 从周所出来 君王向同一忏悔 自己以为每日批好奏折 就算是个好的君王 幸好有一个贱民出身的爱妃 今天真是大开眼界了 还说他有什么资格让贱民爱戴自己 可同一却代表贱民感谢殿下的恩德 第二天 人显王后来找同一 希望同一代替自己执掌监察院 可同一却迟迟不敢答应 这可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王后只好拜托徐龙基来劝同一 在其位置不谋其正 这是要辜负多少双期待的眼睛 王后信任你 自然有王后的理由 而同一想着昨天君王为贱民撑腰 自己理应帮君王分担一些事务 于是决定接下监察院 等同一重新回到监察院 立即任命长金妈为最高上宫 而长金妈把漂亮小人提拔当上宫 那些平时勤勉的小红一也被他破格提拔 于是整个监察院焕然一新 红一还命人把千刀姐和两个小坏人压来 千刀姐一听是同一执掌监察院 觉得自己小命要凉凉了 审问事理 同一问千刀姐 处决在即 你有什么话可以陷在身边 千刀姐自知理亏 她坦白自己多次陷害同一的罪状 只求同一允许她自己了断 因为斩首是众对她来说 是最不光彩的司法 同一让她厘清主次责任 千刀姐说除了最初的陷害 近段时间的事情其实都是由张玉珍做主 而执行王后的命运 是作为最高上宫的职责所在 千刀姐继续求同一让自己自我了断 可同一却说不可以 她竟然给千刀姐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 只是降了她的关节而已 至于门外的两个小坏人 同一没有见他们 直接给他们重新发了监察院的致服 小坏人不明白为何如此 漂亮小刃告诉他们 这是同一念旧情 希望他们珍惜 等同一回到寝宫 长津妈却问为何原谅千刀万剐的人 同一只说有人也曾给过自己一次机会 那时候自己年仅13岁 又过一天 同一突然想要呕吐 人显王后带太医给同一整脉 却说这是大喜的事情 等君王赶来 才知道同一怀上了身子 原来这个胎梦竟然戏弄了自己两天 不久后 同一怀着运渡被王室册封 直到他的王子即将百日 王宫才又卷起新的风雨 汉阳府上任了新的福尹大人 属下送他一整楼的禁 可他竟然不为所动 作为都城的一把手 各派势力都想拉拢他 徐龙基告诉同一 此人是当年石桥下重伤老头的儿子 名为张武烈 虽然出身男人 但跟男人的关系却不太好 而君王正是看重他耿直的人品 才提拔他为福尹大人 吴太熙听闻张武烈高升却有些惊慌 因为张武烈他爹当年是被自己派人杀的 然而能将张武烈那位自己人的却是张玉珍 张玉珍先是悄悄跟张武烈见了一面 把当年吴太熙杀张武烈父亲的秘密告诉对方 并对他许诺 一旦是成 让张武烈当男人的领头人 可张武烈出门反手就背叛张玉珍 他竟然直接去找吴太熙 并告诉他 张玉珍已经把父亲被害的秘密告诉自己 吴太熙自然脸色大变 可张武烈却神情祥和 他说当年只是权势斗争 自己无意记恨或者报复什么 而且张武烈还说 就算放到现在 如果有人想阻止男人一派复兴 他也同样会把对方杀了 言外之意 他跟吴太熙站在同一个立场 可张玉珍听到这是去哈哈大笑 他说终于找到一个旗鼓相当的合作伙伴 此时同一的小王子刚满百日 由于国家正在闹饥荒 同一没有办宴席 而是把银俩用在救济灾民上 这天他们煮了很多周无常发放给贱民 同一闲不住 也偷偷出来帮忙 周所的长官不知道同一是后宫娘娘 指使同一去礼屋拿民 可同一走进礼屋 却跟一个男人撞到一起 对方跟同一道歉后离去 却从身上掉下来剑气的头巾 等同一捡起头巾时吓了一跳 他去追那个男人 然而那个男人已经没有踪影 同一四处张望 却又跟凤上宫撞到了一起 两个人都吓到了 一个是看见尊贵的娘娘穿成宫女的样子 一个则害怕对方看见剑气的头巾 紧接着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附近有人发现 周所的所长竟然变成了一具尸体 同一和凤上宫也凑过去看 却又被赶来的长金妈发现了自己 君王听说与世无争的周所长官也会被杀 觉得很是奇怪 因为案件发生在同一发州的现场 于是他让徐龙基参与调查 可同一回到寝宫 却悄悄告诉天寿 他捡到了剑气的标志 应该是剑气做的案子 天寿就不理解了 剑气不是早就已经解散了吗 于是两人找徐龙基来商量 得出的结论 可能是有人栽赃于多年前的剑气 或者是一个想要陷害同一的英文 然而案子一箭接着一箭 第二天又有两班大臣被杀了 尸体直接悬挂在汉阳城门 更让君王恼怒的是 对方还留下刺杀习文 显然是要挑战朝廷的权威 君王对汉阳辅引张五列发华 如果兵力不够 就与宫中兵强马壮的进军联合 而徐龙基这边 天寿决定去剑气的老巢一探究竟 同一为了查清真相 以散心为由 决定去人险王后亲戚的私宅小住几天 张玉珍想要知道童一的去向 让张五列先派人跟踪 可张五列却说 这是他送给张玉珍的第一份大礼 童一的动向他一直盯着 住在哪里他也一清二楚 此时的童一已经在私宅安顿下来 一场惊心动魄的行动即将开始 麦豆老板在街上遇到小娇娘 小娇娘的皮肤把她吓了一跳 这身装扮 看起来很高档的样子 童一只好续她 叫麦豆老板不要声张 两人来到天朝人的赌场前 童一说她要查奇怪的手势 已经初步认定是大清人喜欢使用 麦豆老板说那好 娘娘在这等着 小的立马就去查查 结果 童一竟然要做麦豆老板的小跟班 君王的老婆给自己当丫鬟 这也太拉风了吧 两人进了赌场 想找一个天朝赌客问话 结果人家用普通话挥手叫他们走开 童一竟比天朝人还要更会打麻将 他悄悄给沈云泽支招 让他指点那个天朝赌客 吃掉这张牌就有机会门清了 赌客觉得沈云泽说的很有道理 结果就这样愿意帮了他们 而在另一边 张玉珍主动来参加男人聚会 公开几对吴泰西忽视自己 还不如张武烈的心胸 人家至少能与杀父仇人联合 吴泰西被张玉珍爆出当年丑事 脸上显得有些不安 而张武烈却气定神仙 此时的童一和沈云泽已经离开赌场 两人已经问出了首饰的含义 竟然是数字八五十五的意思 等童一回到司宅 君王竟然来到这里看他 才分开半天就想得不得了了 君王离开时 悄悄叫公公加强警备 而在童一的老家叛村 天兽守到大半夜 却不见剑气的人前来 可正当他准备放弃时 却见有一个男人 悄悄在桥底放了东西 等那人走开后 天兽前去查看 发现竟然是剑气集合的标志 天兽赶紧前往集合的山洞 果然看见一大队剑气兄弟正在集合 他终于相信剑气被人重建了 而这些人无论做什么 都有可能牵连童一 王公离 此时却正在发生另一件事 张武烈找到千刀姐和两个小坏人 想让他们监视童一和监察院 千刀姐已经不想卷入权力漩涡 他拒绝了张武烈的要求 可张武烈却拿姓名威胁他们 第二天早上 天兽回来汇报情况 徐龙基告诉他又有两班大臣被杀 可天兽却不忍心举报剑气兄弟 只说昨晚什么都没有发现 等天兽回来见童一 却坦白说剑气被人重建了 不管镖宇和钢领都跟从前没有去明 童一很难过 因为父亲所见的剑气 并没有滥杀无辜 可他们却频频杀害两班大臣 为了帮童一 天兽决定舍命闯剑气 他一定要把剑气查个一清二楚 然而此时 剑气的年轻首领却下了指令 今夜要刺杀一名更有影响力的人物 他们把目标锁定住在王宫外的书园娘娘 可他们不知道 那位娘娘却是前任首领的女儿童一 天兽出发之后 彭一一直坐在家里等着 很担心天兽的安危 然而如此一来 剑气今夜将更加容易锁定目标 张武烈知道剑气的存在 但他现在故意纵容 想借剑气的手多杀几个西人大臣 而君王就没有这么轻松了 面对每天都有两班大臣死亡 他在朝堂上大发脾气 发誓要挫败动摇国家根基的黑暗组织 天黑以后 剑气已经开始行动 他们朝着同一的住所方向出发 此时的天兽却刚刚来到剑气的山洞附近 首领发现有人在跟踪 对天兽布下了阵型 天兽只好现身 告知他们自己想来面见剑气首领 然而剑气的人自然不会答应 他们几人一起围攻 天兽是打败了三个人 可却被身后的飞镖伤了手臂 此时飞镖方向又冲过来几个人 天兽看出来了 带着斗力的人很有威望 而且这人武艺高强 受伤的天兽根本打不过这么多人 他只好使诈 在对方不被使 用刀架在了斗力男的脖子上 然而斗力男却看出天兽无意杀自己 果然 天兽选择束手就擒 他扔掉了刀子 旁边的人想要立即杀死这个军官 然而斗力男却阻止了 斗力男问天兽为何会对自己手软 可天兽却含泪责问对方 为何要把手掌老爷的剑气 变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黑暗集团 斗力男显然颤抖了一下 他又看了看天兽的脸 突然叫出天兽大哥这四个字 还说他是同一而食的玩伴公子 天兽想起来了 是那个躲在童一被窝里的小男孩 狗子把天兽领进一处隐秘屋内 他告诉天兽 这些年他组建剑气 就是为了给父亲和前辈 以及死去的童一报仇 可天兽却说童一没死 他现在是后宫的书员娘娘 狗子听到这话吓坏了 他慌张地告诉天兽 剑气今夜刺杀的目标正是书员娘娘 而且指令已经发出去了 狗子把腿就往外跑 然而他已经来不及了 此时在童一的住所 剑气的杀手们已经开始行动 童一的房间闯进两名刺客 头上都带着剑气的头巾 就在其中一人准备刺杀童一时 童一却问出你们是剑气吗 为何会带着剑气的标志 举刀的那人愣了一下 他问童一为何会知道剑气 此时汉城府官兵听说童一的住所遇息 让士兵围住了童一所在的院子 剑气的人逼问童一 朝廷是否已经知道剑气的存在 可童一却说她是前任首长的女儿 她的爹爹就是崔校园 其中一人觉得童一在说谎 然而童一却又继续说 跌跌在世时 剑气从来没有滥杀无辜 十几年前的凶杀案 剑气只是被栽赃而已 就在这时 旁边那人举刀要砍 可为首之人却不同意 门外负责放哨的人突然进来 他说官兵冲进来了 于是童一决定带他们逃跑 等官兵进了院子 看见地上躺着卫兵的尸体 进门却没有找到童一 于是又退出院子查找凶手的踪迹 还派手下准备向王公汇报童一失踪 可童一却突然出现了 他开口不感谢官兵 却是质问为何监视这里 而在另一边 狗子在半路上遇到了兄弟们 兄弟们说没能除掉书园 狗子松了一口气 剑气们向首领汇报 那个女孩竟然自称是上界首领的女儿 还帮他们躲过了官兵 其中一人还说一定被骗了 然而狗子却肯定地告诉他们 书园娘娘确实就是童一 天兽赶回到院子 看见童一没事也松了口气 两人进了房间以后 天兽才说首领就是狗子 等天兽出来打发汉城府官兵 他说刚才只是进来两个盗匪而已 后半夜 在雪姬的茶房 童一与狗子重逢 狗子准备离开时 天兽叫他不要再滥杀无辜 然而狗子并没有听从天兽的劝告 他当年亲眼看见无辜的父女被官兵杀死 所以仍然打算继续屠杀两班大臣 并决定今后不再与童一天兽相见 童一追出来 他叫狗子再等一等 自己正在查找当年冤枉剑气的元凶 然而狗子依然没有答应同意什么 第二天 汉阳辅引张武烈向君王汇报 被流放的部分男人大臣捐出全部家产 用来救济饥荒中的灾民 而且此事已经持续进行了好久 只是他一直犹豫要不要告知君王 张武烈的措辞非常谨慎 他说毕竟这些人都是流放罪人 并且自己也是男人 有包庇的嫌疑 但他自觉作为汉阳辅引不该弃君 于是才呈上这个奏本 张武烈回去后 君王思虑再三 决定同意救灾有功的张熙仔等人回京 而天兽也同样思虑在三后 还是把剑气的真相告诉了徐龙基 他求徐龙基再给自己一些时间 要把当年陷害剑气的幕后元凶找出来 可徐龙基却不能同意 两班大臣频频被杀 作为禁军首领 他怎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现在他只想确定 汉阳辅引张武烈是否故意纵容剑气杀人 此时的张武烈得知同意与袭后的奇怪表现 开始思考究竟是为什么 等张玉珍拿到这条消息 交代一定要把内幕挖出来 而长金妈也想知道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们去追问徐龙基 可徐龙基却什么都不能告诉他们 离开徐龙基的办公室 长金妈告诉小任 童一曾经说过 自己没有资格留在殿下身边 她觉得最近的怪事 说不定与童一的话有所关联 又或者童一一直被某些罪名牵连 可长金妈的这些话 却被躲在暗处的两个小坏人听见了 他们把这些话又报给了牵刀体 张武烈去停尸间检查伤口 知道卫兵是被剑气所杀 想不明白剑气为何没有对童一下手 更想不明白童一为何掩盖世界 晚上童一回宫 脸上显得心事重重 等君王高高兴兴来看童一时 童一竟然跟君王提及剑气 他说无论如何 剑民们只能拿起剑的领 那一定是他们活不下去了 君王第一次听到这个观点 却也乱了一下 童一确实能帮他从剑民的角度考虑事情 但是他不明白童一为何如此关心剑气 所以回到大殿后君王却又继续愁眉苦脸 然而这一夜剑气又要开始刺杀行动了 天兽跟踪剑气 想要知道他们的目标是谁 然而他们都不知道 汉城府也集结了所有的兵力 双方之间的对决似乎不可避免 而童一和徐龙基同时研究八五十五的含义 童一率先发现这是英律 最后竟然破译出来灵孤男喜四的汉子 男即为男人 喜为官吏 灵孤则是吴泰西的自豪 彼此再明显不过了 多年前的系列凶杀案是男人左向吴泰西所 童一突然想到蝴蝶吊坠 张玉珍很可能也是元凶之一 为了证实自己心中的想法 童一拿着吊坠的图案去见张玉珍 问他是否还有一个这样的吊坠 张玉珍看着图纸脸色大变 他问童一为何会有自己吊坠的图纸 此时的童一已经确认 张玉珍同样参与陷害自己的父亲 童一回来后 告诉天兽仇人是吴泰西和张玉珍 他们为了争权杀害男人同党 却把罪责嫁祸给了剑气 可怜自己却一度维护张玉珍 觉得实在是对不起死去的父亲和哥哥 第二天 流放在外的张玉仔回到汉阳 然而吴泰西发现 获得免罪的几乎全是张玉珍的人 自己的得力助手 包括侄子吴润等人一个都没有我们 童一几人讨论吴泰西的证据 发现单凭首饰根本不可能对吴泰西致罪 于是童一决定主动出击 引诱吴泰西制造出新的证据 不久后 吴泰西出门 发现剑气在他家外墙贴上了刺杀习文 多年前刺杀男人嫁祸剑气的隐情 被明明白白写在上面 吴泰西看了习文 他的双手在颤抖 老头有些惊慌失措 他冲进汉城府问张五烈 是不是你倒的鬼 不仅我的手下一个都没有盛免 现在还要把我逼入绝境 可张五烈却让他不要犯胡同 男人一拍若倒了 自己也不可能继续坐在这个位置 此时老头觉得奇了怪了 明明只有我们三人知道的事情 为何现在却被明目张胆张贴出来 张五烈明白了 还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吴泰西回来后 派人去把义禁府的都市叫来 然而老头没有发现 有一个人正在悄悄监视他的洞下 天兽回来后 把情况汇报给徐龙基 现在就等着吴泰西自露马脚了 不过天兽跟徐龙基提了一件奇怪的事 吴泰西不是去找张玉珍 而是去汉城府找张五烈 而张五烈左思右想 觉得是剑气知道了当年之事 可他不能理解这跟同一有什么关系 于是吩咐敏将官去补厅 把当年剑气的档案全部拿来 此时的君王也在看着剑气涉案的奏折 发现死亡名单全部是残酷剥削剑名的人 他突然理解了同一的话 剑名只能拿起剑 是因为他们活不下去了 而在另一边 同一向徐龙基提出请求 一旦剑气的冤案水落石出 他就要向君王坦白一切 只希望自己出事时 徐龙基不要参与保全自己 守护好王子就好 等徐龙基走出同一的寝宫 脸上写满了悲伤的神色 这个孩子太像自己的好友崔孝元了 天兽去见狗子 教他暂时不要杀戮 等待着一切水落石出 狗子虽然嘴上不相信朝廷 心里仍然知道天兽的嘱托很重要 张五烈大白天直接冲进张玉珍的寝宫 这让张玉珍很惊讶 这等于昭告世人他们两人是同党 然而张五烈却告诉他 事情太过紧迫 张五烈把多年前的通缉令拿出来 直接指出同一就是剑气首领崔孝元之女 张玉珍突然想起来了 多年前自己见过这张通缉令 还曾经帮过这个女孩 而同一来追问自己蝴蝶调准 显然已经知道案情真相 可就在这两人商量对策时 吴泰希却给他们添堵 他竟然派手下月拳查找当年的档案 却被早有准备的沈云泽带人抓活 吴泰希还派人到刘芳帝 打算杀死前任义镜府都市 却又正好被天兽全部捉拿 显然吴泰希已经中了同一的圈套 张五烈会见张希仔 提议把吴泰希当作弃子处理 两人还合伙设计了一个反监机 打算利用吴泰希把同一整死 老头不知道自己被眼前人陷害 对方提议他到乡下庇护 他思虑再三后 竟然点头答应了 负责盯住吴泰希的剑气首领 听说吴泰希要离开汉阳 立即派人悄悄跟上 然而剑气不知道 他们也落入了别人的圈套 而吴泰希发现 自己竟被府兵带到一处荒山 带头将官使了一个眼色 庸人全部被府兵杀死 而剑气首领发现 杀人声竟然就在自己的不远处 等剑气赶到时 吴泰希刚刚被官兵杀死 这个陷害剑气的老头没有想到 死到临头想救他的人竟然是剑气 剑气围住杀人的官兵 却又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团团围住 他们成了夹心笔 才知道自己中了埋伏 事情传进都城 同一听到的官方说法 是剑气伏击杀死了吴泰希 诡异的事 与此同时 张武烈带兵冲进剑气的山洞 再次把剑气一网打尽 徐龙基把这件事告诉天兽 他说剑气做了蠢事 不该主动出击杀死吴泰希 还中了调虎离山之计 可天兽却不相信狗子是为了杀人 还说狗子知道同一身份后 做事一定会为同一着想 天兽觉得这是个陷阱 他觉得这是汉城府的诡计 听完天兽的话 徐龙基开始警惕张武烈这个人 又传来了 沈云泽带来消息 剑气杀人现场 有一个成员活着逃走 听说此人正是剑气首领 现在整个汉阳城 都是汉城府的兵马 他们挖地三尺 想要找出这个逃犯 徐龙基和天兽 开始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此时在另一边 光珠莫名其妙 竟然救了满身是邪的狗子 他把狗子带进了雪姬的纪院 光珠拿着雪姬的书信 让皇主不赶紧送进宫里 交给同一 而同一看了信 才知道狗子性命垂危 脸上献出惊慌的神情 奉上公问同一发生了什么事 然而同一一个字都没有说 只是让他去把天兽和徐龙基叫来 或者沈云泽以及三人之中 随便一个也可以 然而奉上公去找人时 这三个人正在街上商量对策 奉上公一个人都没有找到 他又回来给同一复命 说是都城正在发生骚乱 为了抓见其首领闹翻了天 所以三人可能视察情况去了 此时在雪姬的屋内 狗子失血过多 急需大夫和药物治疗 负责去找大夫的光珠回来 却说全城的药房都有官兵把守 本来他已经找到一个大夫 走到半路大夫又被官兵劫走了 莫名其妙的是 官兵竟然放走了他 而天兽和徐龙基开始悄悄搜查 想要在汉城府之前找到狗子 所以同一迟迟等不回他们 为了救狗子 同一只能豁出去了 他决定出宫救狗子一命 可这却正好掉进张玉珍的计谋 而同一的寝宫外 千刀姐发现 两个小坏人背着自己监视童一 于是他劝小坏人悬崖乱马 从两个孩子的口中 千刀姐这才知道 自己已经成了张玉珍的妻子 千刀姐也豁出去了 他把张武烈逼迫自己监视童一的事情 从头到尾全部告诉了长金妈 于是长金妈紧急安排 要让千刀姐向君王汇报 却发现君王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长金妈来到童一的寝宫 又发现童一竟然也失踪了 随从没有一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童一赶到雪姬的屋内 拿出王室令牌叫雪姬安排船只 马上就要把狗子送出都城 可当她扶着狗子出门时 却正好在院子里碰上了君王 而从君王的身后 又站出来了张武烈和他的士兵 君王不知道 自己也掉进了张玉珍的算计中 就在今天白天 正是张玉珍提前把自己暗访的消息 悄悄透露给了张武烈 而张武烈抓住了机会 他把君王带到雪姬的妓院 要让君王亲眼看见 童一正要救走剑气的首领 汉城府的官兵把童一带走 君王伤心不已 天兽和徐龙姬文训赶到汉城府 却被官兵拦在门口 激动的天兽想要硬闯 张武烈却出来训他 一介将官乱闯汉城府像什么话 他没有计较天兽的鲁莽行为 而君王交代公公 要赶快把天兽和徐龙姬找来 他要立即了解情况 眼看大鱼上钩 张西仔兴奋不已 他冲进寝宫告诉张玉珍 连调用船只的王室信物都搜到了 看来童一这次在捷南逃 而君王在大殿等了很久 久久不见天兽和徐龙姬前来 此时在另一边 徐龙姬正要出发 却又被天兽拦住 天兽打算承担所有罪责 毕竟徐龙姬身负保护王子的重担 眼看徐龙姬不忍心 天兽竟然直接跪了下来 面对铁血汉子的眼泪 徐龙姬权衡再三只好同意 然而在汉城府 童一面对审问之字不回 只说必须先面见君王 等天兽见到的君王 面对君王的诸多疑问 不善言辞的天兽 竟然连一个问题都回答不完整 只说这些都是自己的罪物 还求君王直接杀了自己劫爱 天兽倒是为统一辩解 说是统一没能拒绝而识完半的救命请求 这才犯下如此过错 而自己明知狗子的存在 却没能及时上报阻止 所以罪责也应该由自己承担 于是君王开始责问天兽 为什么你明明身居禁军要职 知道剑气杀人却不举报 君王紧接着还问天兽 童一一直想说的话到底是什么 可就在这时 童一进来了 他说他要亲自向君王说明 眼看天兽不情愿 童一只好说 就算自己死去 也不愿继续在心中藏着愧对君王的秘密 于是天兽只好退出去了 大殿了 童一准备向君王坦白 可君王知道事态严重 他让童一千万不要说出来 君王还擅自给童一辩了的较轻的罪子 就说童一是被发小挟破 可童一却告诉君王 这些都不是真相 他说他是真心要帮狗子逃跑 而且自己也不姓钱 而是见弃前任首领崔校园的女儿 君王听见这画面如死灰 因为童一已经犯了死罪 童一说他心甘情愿承受责罚 但是自己寝宫的宫女下人毫不知情 只求君王不要惩处他们 可君王却大发脾气 他生气的不是童一犯错 而是恼怒童一总是优先考虑别人 君王大哭着问童一 等你心甘情愿接受处罚后 我一个人又该怎么办 然后他恶狠狠大叫公公 赶紧把童一带回寝宫 而童一走出殿外却又忍不住频频回望 他担心殿下却又无可奈何 等童一回到寝宫 雕带凤上公等人回监察院任职 其他婢女竟都散去 任何下人都不许再踏入自己寝宫 可长津妈却在童一背后说 让娘娘一个人担责她做不到 于是童一只好大调 大家都不必再做无谓的牺牲 眼看童一还是不情愿 几个人全部跪了下来 与此同时 禁军首领徐龙记也哭了 好朋友曾为自己付出了性命 可自己却没有办法救她的女儿 沈云则去找王后 王后却叫西人一派再忍耐一下 此时西人雷若 风口浪尖上出头只会适得其反 第二天 男人一派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开始了 一众大臣跪在殿外 请求君王言成罪人之女崔同一 此时的君王已经开始冷静 可张希仔误判了君王 他回报给张玉尊的 却是昨晚殿下大发雷霓 三个西人大臣来见王后 说是同一已经死罪难免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 人显王后和君王开始分头反击 君王来汉城府亲审见弃首领 抚引张五列听说君王竟然面见重犯 不了解君王性情的他吓了一条 君王问狗子是不是同一的朋友 狗子不否认 于是君王直接问狗子 为何要杀这么多人 因为他了解同一的朋友 没有一个是滥杀无辜之人 而狗子已经知道同一和君王的关系 也知道自己拖累了同一 于是无论君王问什么 狗子都会如实回答 他说那些两班大臣并不无辜 因为他们从来不为贱民做什么事 就连贱民的声音都懒得听一听 所以多年前 同一的父兄才会含冤而死 如今他们奋起反抗 一是因为贱民实在没有生路 二是既然冤枉他们杀害两班大臣 不如索性就把他们杀了 反正等死也是要死 只盼着下辈子不要再做贱民 否则他还将拿起利剑奋起反抗 君王第一次听到了原原本本的真相 不由的心里震了一下 而一是英雄的狗子却哀求君王 同一真的没有罪 多年前过世的老爷也没有罪 老爷的志向只是保护贱民而已 希望君王杀他而放过同一 天亮后 千刀姐毅然决定 要把张武烈胁迫监视同一的真相告诉君王 沈云泽也同样面见君王 把吴太息的事情向君王详细汇报 而人显王后鼓励同一 一定要坚定活下去的信念 他也会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同一 同一不希望人显王后为自己蹚魂水 可王后却说 作为一国之母 他怎能明知当年贱民含冤却无所作为 到了下午 君王给汉城府下了御令 不许汉城府再查同一的事情 为了保护君王的声誉 同一想去汉城府自首 可奉上公却说同一不能离开 同一细问是谁下了这样的指令 却见君王突然出现 他说是他下令的 两人在寝宫里对坐 君王说同一没有错 作为大王不能保护贱民 错的却是他自己 他应该早些让同一把真相说出来 这样就不会发生剑气刺杀大臣的事了 所以君王让同一好好待着 这件事由君王自己处理 然而同一却说他不能做到 自己帮助了连杀树人的剑气首领 这份罪则不能掩盖 因为这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君王喝止同一 他的话声已经开始哀求 可同一却说臣妾做不到 他不能让国民和众臣思议君王有失功允 于是君王对着同一咆哮 做不做君王没有那么重要 他不能做一个既不能保护心爱之人 也不能保护贱民的君王 同一无言以对 只能和君王抱头痛哭 而张玉珍听说君王下了保护同一的御令 知道自己永远失去君王的心 只能捂着胸口痛哭流泪 又过一日 张五烈面见君王 说是同一的案件必须按照原则除 羽衣丰满的张五烈 竟然代表百官对君王抗命 于是君王问他 提前监视同一到底隐藏什么计划 张五烈没有心理准备 只能随便找个理由敷衍君王 这一见面下来 君臣双方谁都没有让步 张五烈去见张玉珍 说明此事可能就此泡汤 可张玉珍却有了新的计谋 他让张五烈把同一的亲信统统抓起来 于是这天 张五烈竟然无视禁军 直接冲进同一的寝宫抓人 监察院他们自然也不会放过 一个京城长官竟然带兵进入王宫 这混乱的体质 估计也只有小国寡民才能如此 更可笑的是 禁军将领天寿也被他们直接抓走了 两个地摊货去汉城府闹事 自称他们是贱弃的同伙 可汉城府的人却不屑于抓他们 只是曹操把他们轰出门外 与此同时 张玉珍的人 却把君王包庇童一的事情散布出去 儒生们也跪在王宫外 要求君王惩处见弃之女崔童一 晚上童一为了君王和自己人 毅然走进汉城府自首 君王闻讯亲自骑马去追童一 可当他来到汉城府门口时 童一早就已经走进去 并向张五烈坦承自己的身份和罪行 君王冲进汉城府 他要把童一带回王宫 然而张五烈却出来阻止君王 君王恨恨地问张五烈为何抗命 可张五烈却便称 今天是娘娘自己来自首的 记录官已经黑纸白字记了下来 按照律法应该成组 于是君王转而责备童一 然而童一却说 他要保护比性命更重要的东西 等君王离开汉城府 禁军首领徐龙基已经在门外等着 而君王回望汉城府 他恨恨地说要不择手段报复 而王宫里的人显王后 知道张玉珍捏住了童一的软肋 王后亲自去警告张玉珍 她说她已经知道张玉珍是主 张五烈鼓动汉城府行政部门罢工 男人大臣拒步上朝 君王被架空了 然而童一或不担心 这天晚上 小王子因麻疹病危 御医只能用烈性药进行救治 童一想用仙鹤草 说是小时候父亲用过此药救治自己 可御医却说这是民间药房 太医院并无储备 童一只好自己出宫寻找草药 等到他找到了仙鹤草 回到寝宫门口时 却看见宫女和君王的随从正在痛苦 显然王子已经去世了 童一伤心不已 痛失爱子的君王从寝宫中走出来 亲自把恶号告诉了童一 童一冲进寝宫 看见仁显王后仍然守在王子身旁 他只能抱起王子尸身不停哭泣 第二天 恶号传遍王宫 整个掌月院都为小王子痛哭 天寿等人也伤心欲绝 丧礼结束后 童一去劝君王 不能因他一人之国 让整个国家陷入动荡 等徐隆基也负罪向君王提出辞职 君王忠于领悟 不能让童一守着自己持续悲伤 次日早朝 君王亲自宣布 对剑弃首领判处斩刑 其余残党只做流放处理 多年前剑弃诛杀大臣事件 已经查清是个冤案 责令昭告全国进行平反 禁军将领天寿应隐瞒剑弃罪刑 同样被流放孤倒 而童一应隐瞒身份和协助罪犯 本该被判处死刑 但因王室刚刚痛失王子 不应再对王室成员进行杀生 故止将其逐出王宫 安顿在王室私宅 而君王今生也不会再将童一召回 宣判结束后 张武烈面露得意之色 张玉珍听说居然只是逐出王宫 怒问张希仔岂不是还有死灰复燃的可能 可张武烈却劝张玉珍适可而止 以免西人势力借机反弹 童一离开王宫时 奉上公和方快脸却决意同行 他们自告奋勇要去私宅照顾童一 监察院和禁军首领也为他送行 此时的童一作为罪人 只能原地叩首 默默地向君王辞行 童一不知道 君王一个人坐在大殿里 也在心里默默为他送别 心地善良的童一每经过一个地方 宫女和禁军们自发向他致敬 从此以后 童一守着宫外的私宅 每日自己下地劳作 仿佛又回到了叛村的日子 有一天晚上 童一和奉上公正在闲聊 方快脸突然慌慌张张冲了进来 说是君王突然来了 等童一来到院子 却看见君王醉熏熏的 还穿成叛官大人的样子 然而君王实在是喝了太多酒 只说了两句话 就在童一怀中睡了过去 公公说君王思念太甚 让童一赶紧把君王扶进屋内 等童一好不容易 把笨重的君王扔在他上 却看见君王泪流满面 原来这个家伙竟然立即清醒 还问童一要不要私奔 眼看童一不出声 君王只能自问自答 说是堂堂一国之君 怎能逃跑 然后开始喋喋不休素 说自己对童一的思念 可是他说着说着 却又扑通一声 倒进了童一的怀里 这天晚上的事情 小编又省略了三千字 第二天君王离开时 他难过地吩咐公公 自己不该再回到这里 不久后 方快连在码头买回来一串鱼 说是要给娘娘补补身子 可童一接过这串鱼 却冲出院子想要呕吐 三个女人回过神来 他们算了算日子 发现是童一有喜了 几个月后 童一又诞下一个王子 特地来看望童一的 长津妈和小刃 也跟着方快连一起喜笑颜开 徐龙姬把消息报给了君王 这让君王又惊又喜 君王托徐龙姬给童一送一封信 童一打开一看 却只见信纸上写着一个大大的名 显然这是王子的名字 从此以后 君王时时会站在一处亭阁上张望 只因在这个地方 他才能看得见童一的屋顶 直到六年后 王子才有机会与君王宠宠 几个顽皮的小孩爬到草屋上 却被屋主拿木棍去赶 有一个书生正在喝茶 书生气炸了 却不知道这个小孩 可是未来的阴祖大王 看见娘亲 小明赶紧去跟娘亲告状 可书生却说 哪有后宫住在建民集市的 下一秒 他就发现自己祸从口出 官兵把他抓了起来 童一却说算了 还交代官兵把建民小孩送回家去 于是官兵领命走了 几个长辈为小明求人 可娘亲却鼓励小明 今天保护几个落难小孩 做得很难感 童一让小明看山下的王室阵长 然而小明却缠着娘亲 要娘亲再给他说说父王的事情 与此同时 君王也站在阁楼上 眺望着远处同医的住所 今天的王宫有个活动 世子却在宴会现场直接晕倒 张玉珍急匆匆找到兄长 他们支开张五列后 张希宰叫妹妹不要惊慌 自己已经让医官代替御医治疗 东宫的诊断报给君王和王后时 却说世子只是中暑而已 可王后听说东宫知走了御医 却觉得很是奇怪 此时在东宫 医官却诊断世子身体太弱 今后恐将无法生而育女 张玉珍却让医官不可泄露出去 以免影响世子今后继承王位 夜晚 张玉珍忧心忡忡 很担心君王召回宫外的童医和小王子 此时的童医却坐在院子里发呆 白天他给王子讲了王宫和父王的故事 却让自己陷进思念无法自拔 第二天 叛村的小伙伴找到小明 说是君王每年今日都会宴请建民小孩 今年正好轮到咱们叛村 小明大喜国王 今天他定要看看父王究竟什么样子 于是小明把自己的脸蛋化脏 还交代小伙伴不要叫他王子 然后假装是个建民小孩排队去 方块连找不到小明 赶紧回来跟同医汇报 说小明好像跟叛村的小孩一起进宫去了 此时的小明已经进入王宫 他觉得这些宫殿都是父王的房子 所以觉得很是亲切 然而别人老实去参加宴会 小明却自己悄悄溜掉了 他穿着小小的草鞋 小心翼翼来到大殿附近 娘亲说父王白天都会在这里处理政务 有进军过来了 小明赶紧躲开 然而小明不知道 父王此时已经去参加宴会 他要是老老实实跟着叛村小孩 倒是真的可以遇见自己的父王 小明又转了几圈 突然看见有人穿着黑色龙袍 于是赶紧大叫父王 进军叫他赶紧走开 然而小明很倔强 他用尽了吃奶的力气又叫了一声父王 走在半路上的君王听见这声稚嫩的父王 他一下子就愣住了 然而小明面前的龙袍转过身来 竟然是个小孩而已 小明恍然大悟 原来这是世子哥哥 世子朝着小明的方向走过来 开口却是质问进军 为何要在这里大声喧哗 进军赶紧解释 是这个小孩大吵大闹 然后他准备把小明拉走 世子阻止了进军 他问小明怎么会叫自己父王 小明刚想解释 可世子却攻下身子 对着小明很有耐心的说 看来你这个贱民小孩有所不知 父王是个只有王子才能叫的称武 在这样乱叫会被杖罚的 小明一听账罚就不敢出声了 世子交代进军 这个小孩可能迷路了 把他送到接待贱民的宴会就好 然而进军刚刚领命 小明却对着世子大叫 他说他才不是贱民 而且他也知道 只有王子才能使用父王的称武 可就在这时 张玉珍来找儿子 看见一个贱民小孩 对着世子大声嚷嚷 张氏立声责问进军 为何纵容这个小孩对世子不敬 他让进军把小孩撵出宫外 可世子却阻止母妃 说是事情一点都不严重 还回头交代进军 照着他说的 把这个小孩送回宴会就好 进军嘴巴上是答应了世子 实际上却给张喜平面子 他们直接把小明撵出宫外 小明眼看自己没有办法见到父王 只好一边大哭一边对着守卫大声嚷嚷 说是自己真的是个王子 晚上 君王素一出宫暗访 却听见附近有个清晰可变的哭泣声 于是君王寻着声音 找到了蹲在地上哭泣的小明 他问小朋友为何如此伤心 可当小明抬起头来 君王看着这张小小的脸蛋就愣了 这个俊俏的小家伙让他觉得很是亲切 于是君王也蹲了下来 拿出自己的手帕让小孩擦拭眼泪 完事之后 他笑话小明哭起来像只可爱的小狗 还说很久以前 自己也曾在这里捡过一只漂亮的小狗 等君王伸手要拉小明起来 小明也伸出了他小小的手掌 正当君王准备吩咐公共送小明回家时 小明却正气凛然地问君王 你到底是谁啊 他还要君王自己报上名字 还说日后一定报答这份恩情 君王觉得这个小鬼也太荒唐了 可小明却训斥君王无礼 还说自己可是堂堂正正的王子 只是现在跟母妃住在宫外私家而已 君王听见这话突然愣住了 他又跟小明确认了一遍 得到的答案依然是个王子 等君王再仔细看看小眼睛和小脸蛋 分明就是童一的样子 于是君王明白了 这不正是自己日思夜想的亲生儿子吗 可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了童一寻找小明的声音 小明朝着母亲飞奔而去 而君王寻着小明的身影 在不远处终于看见了六年未见的童一 夜幕掩盖了君王的身影 童一没有看见君王 也不知道君王正在流泪 小男还是流落在王宫外的王子 同学们都在背诵知乎折眼 只有他一个人睡着了 私塾老师责怪王子 是不是应该做个榜样 然而小王子却说 这些课本早就滚瓜烂熟 要上中庸和大学他才能有精神 老师以为王子是在说谎 他让小王子背诵两句中庸看看 结果 王子却被出了老师都记不住的大学知识 聪明可爱的王子引起了父王的注意 父王借机出宫 却是悄悄来到王子的私宅外 只为能从不远处看一眼童一和王子 可这 却又被基于童一的贤猪手看见了 贤猪手把事情告诉了家人 第二天 消息立马传进张玉珍母亲的耳朵 他决定派人除掉王子 与此同时 私塾老师也找到了童一 说是这个孩子他真的教不了 学识远在自己之上 于是童一交代奉上功 今日起不能再让王子读书了 王子太聪明就会有性命危险 然而此时王子已经来到私塾门口 同学们看见王子赶紧躲了起来 王子准备踏入私塾室 却又被一个男人从背后拉了一把 等王子转过身子 却看见判官大人调皮地对他叙了一声 两个人一起恶搞那群小孩 然后手牵手逃之夭夭 此时童一焦急地告诉奉上功 他要亲自去私塾把王子找回来 而王子正在跟判官大人奔跑穿过集市 父子俩人来到集市一角 看见街头有摔跤比赛 君王为了跟儿子成能 竟然骗王子说他的摔跤很厉害 结果 王子竟然帮他报名 让君王跟一个大力士进行摔跤比赛 君王上场了 儿子给他助威 他觉得自己很失拉风 结果 他还没出力就被大力士拎了起来 然而君王却继续成能 还说什么一点都不要紧 然而比赛时 大力士依然提起他的裤腰 结果君王依然被摔在了沙地上 君王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竟然在王子的助威声中 把这一大团肉球给扳倒了 儿子围着君王欢呼打转 君王自己也高兴地像个孩子 眼看出了一身汗 淘气的王子把君王带到一处小步 父子两人光溜溜在溪水中打水仗 这让君王又体会了一把民间的生命 王子玩累了 他就靠在判官大人的腿上休息 君王问王子 你不愿恨自己的父王吗 正是他把你的娘亲驱逐出宫的呀 可王子却说 娘亲早就告诉自己了 父王让他们待在宫外 正是为了保护他们 只是王子觉得有些难过 父王从来没有来看过自己 想来应该是把自己和娘亲忘记了吧 两个人告别时 他送给判官大人一把车前草 说是判官大人有些可挤 这可是他特地给判官大人采摘的草药 还说每当自己咳嗽时 娘亲也是用这种草药给自己肩负 于是君王捧着儿子的车前草 含着眼泪目送王子离去 晚上 君王拟了一份文书 让进军总领派兵保护王子的安全 然而他们不知道 此时有杀手翻墙进入王子的私宅 准备要对王子和童一下手 房间里童一正要宽衣休息 却听见门外似乎有异常的声响 紧接着浓烟开始涌进房间里来 童一把王子叫醒 用手机让王子捂着口鼻 窗户已经被烧得发烫 可是门窗已经被封死了 而在另一个房间 方块脸和奉上宫也同样被困住 看来是有人想要制造火灾遇难事故 童一拼命赤手扒开一个小口 可当他回头一看 王子却已经晕倒了 幸好这个时候 王公的禁军正好赶到 禁军破门而入 童一和王子得救了 不久后 君王闻讯连夜赶来 在私宅的小石桥上与童一重逢 两个分别了六年的人 感情依然像当初那般浓烈 君王抱着童一又笑又哭 然而君王去见童一的消息 当夜就传进了张玉珍的耳朵 张玉珍情绪崩溃 对着自家宫女大骂 而君王握着童一受伤的手 心里的内疚又增添了几分 他终于请求童一回宫 童一自然是不同意 他觉得君王不能为了自己反复无常 可君王不在乎自己的敏捷 他只在乎童一能不能与自己朝夕相伴 第二天 君王还没有下御令 男人大臣就率先发难 可君王却说 这件事情本来也没打算跟你们商量 反正王子已满七岁 现在需要回宫接受王室教理 因此他将把王子和母妃接回宫中 这是王室的事情 与各位大臣关系不大 君王的话声刚刚落下 男人左相立马距离力争 可君王却拿出昨晚凶杀的证物 他想知道在座各位 到底是谁想是杀王子 按照君王的意思 谁的反对声音最大 谁就最有嫌疑 于是男人一派没人敢再出头了 人显王后知道君王压力很大 吩咐戏任一派一定要当好君王的后子 而沈云泽一个人担起了西人的众人 消息传到同一的私宅 师兄感谢两位上宫不离不弃 竟然帮同一向方快脸和奉上宫致敬 同一担心宫中的争斗会伤到王子 然而小王子却欢呼雀跃 能够每天见到父王 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 而在张玉珍的寝宫 张希宰乱了分寸 但张玉珍却狠狠发话 既然君王料定男人大臣不敢赌上性命 那么他就逼男人大臣赌上性命 旁边的张武烈似乎有些不情不愿 但还是点头答应了 同一回宫那天 殿阳高照 整个监察院整整齐齐出来迎接同一 小王子望着宫殿乐开了花 因为他再也不需要躲躲藏藏 然而在大殿 男人大臣却整整齐齐一起抗议 可君王却让手下去告诉大臣 同一已经赎清罪责 从他发令之时起 谁再说同一有罪就直接处死 不仅如此 君王还要给同一家封后宫关阶 而在大殿外面 张玉珍也正好撞见同一回宫 才明白那天自己遇到的小孩 正是同一所生的王子 此时的张玉珍悔恨万分 只觉得六年前不该让同一活着 同一回到王宫 第一站就是看望王后 而王后则亲自迎出门口 没有子嗣的王后 很喜欢能说会到的小王子 等到小王子回到自己的住所 他在花园里问方快脸 父王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方快脸夸张地告诉王子 你的父王很可怕 老虎看见了都要发动 王子心想糟糕了 这可如何是好 结果 不一会儿父王来了 王子却直接叫人家判官大人 判官大人果真也对王子行了个理 于是王子把方快脸的画照说了一遍 他说他很害怕凶巴巴的父王 结果君王问他 那个跟你一起去及时摔跤 和你一起去吸水游泳的父王 真的可怕吗 王子还没缓过神爱 这个时候同一来了 对着君王直接行礼 此时的王子依然傻乎乎问娘亲 为什么要管一个判官大人叫殿下 同一此时知道了 君王已经用判官大人的名号跟王子玩过 而王子终于恍然大悟 原来判官大人就是父王 想到自己对父王那么无礼 害怕处罚的王子竟然直接跑掉了 自从同一回宫 王公就重新变得风云莫测 一边是同一得到进阶侧封 一边是进火司和补厅开始调查纵火案情 刺客问张母再拿一笔钱 只为了能够离开汉阳庇护 然而张母却不想再给钱 此时的张希仔就站在自家院中 却没有听清母亲在争吵什么 册封宴会上同一遇到张玉珍 被对方讥笑一戒罪人不知羞耻 然而同一看见了张玉珍的目调者 却反唇相激张玉珍才是罪人 是多年前杀害男人和嫁祸剑气的元凶之一 此时的小王子正在逛君王的疏苦 正巧碰到世子哥哥 世子的性情跟张玉珍完全不同 对这个弟弟非常友好 世子看见小王子抱着一本梦子 以为是弟弟选错了书籍 于是拿了一本小学送给弟弟 结果弟弟却说怎么又是小学 他还是更想看梦子呢 这让世子和公公像张二和尚 实在是摸不着头脑 同一去找君王 提出不想让王子暗王室踪迹入选 而是想找一个叫云鹤的隐士大儒教育王子 君王也说他倒是想了 不过此人不好功名 朝廷都邀请他做官好多次了 次次都被他拒绝 所以君王也不知道如何能让他教授王子 可同一却说他愿意试试 还说他入宫之前已经见过云鹤一面 第二天 同一果然又找到了云鹤 可云鹤却又继续拒统一 说是就算三百故茅庐 他也不要跟朝廷有什么瓜葛 可同一却说既然老先生不愿意相信朝廷 那可否试着相信一下人 老先生听完笑了 相信人吗 你们每一个人都与朝廷有关 于是继续绝情说娘娘以后不必来 同一痛痛快快答应了老先生 拿着东西起身就走 却把小王子一个人留在了草屋 等到老先生准备出门干活 才看见站在院子里的小王子 眼看王宫的人走得一干二净 老先生只好把小王子带在身边 生怕出了什么差错 老先生跑地 小王子就帮他避种子 还帮老先生浇水 虽然会种地的小王子让人大开眼界 然而云鹤却又继续冷着脸告诉小王子 别做这些没用的努力 反正我不会受你为徒的 不久后 王子回宫 给同一带回来的拜师失败的消息 于是同一只好让王子明日去王室上学 为了不泄露王子惊人的财学 同一只好跟王子约法三章 一定要装作完全没有学过小学的样子 小王子问母亲这是为何 同一只好如实说 泄露才学会有性命威胁 小王子虽然还是不理解 不过眼看母亲不像是开玩笑 于是他答应了母亲的要求 而在王宫的另一边 人险王后查出世子服用私家药方 于是把医官的抓药丫鬟找来 直接就问世子到底生了什么大病 可丫鬟却一脸惊恐 说是开口之后 自己恐怕性命难保 在王后保证自己必定保护他后 丫鬟把实情一五一十说了出来 等到丫鬟走后 王后得知世子难有子嗣也很难 这不仅代表世子极有可能会被换掉 且因为隐瞒实情恐将有性命之忧 于是人险王后下了很决心 一定要换掉这个世子 小王子在王室学堂打盹 无论老师怎么发问 小王子都不愿回答 张玉珍听说小王子愚钝 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打算让小王子在君王面前出仇 这样就算世子的病情泄露出去 世子位置也无人可以动摇 于是张玉珍把世子的大学毕业册理 以及小学考试书到安排在一起 如张玉珍所料 大殿里的君王听说同时能办两件大事 自然高高兴兴表示愿意参加 他很好奇小王子的学习成绩究竟如何 第二天一大早 小王子还在打盹 他很厌烦自己明明什么都知道 却必须要装作愚蠢不堪 前面的同学劝他赶紧看书 等下君王可是亲自捡考的 要是考个鸭蛋岂不丢脸 这时小王子才知道 父王等下要来参加 郁闷的他只能长长的叹了口气 考试开始前 君王竟然对小王子使了个调皮眼神 这让小王子恶不可知 考试开始了 世子先来 他的才学毫无悬念 收获了父王的公开嘉奖 轮到小王子时 无论老师出了什么考题 小王子都是一问三不知 这让父王很是难堪 而小王子明明有张玉珍的嘴巴 却不能惦记 另一个老师为了安慰君王 却说小王子的母妃是贱婢出身 对孩子的教育自然力不从心 这让小王子气得咬牙切齿 更过分的是 还有一个老师诋毁娘亲 说娘娘估计连小学都没有读过 怎么能要求她教育孩子呢 小王子这回真是气到了 大声说娘亲可是教过自己小学的 还说自己对小学可是熟读已久 于是父王问他为何考试却又答不出来 只见小王子难为情地低头说道 小学反正自己是不会的 只要父王不考自己小学知识 考中学或者大学都可以 这话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此时老师赶紧出来解释 一定是小王子认错了书本 可下一秒 就听见小王子把大学的诗句背了出来 君王大喜过望 让老师拿来一本大学课本 他要亲自考考这个小不典 结果发现小王子果真对答如流 全班同学发出了惊呼 等到君王又随机挑选了几个问题 依然没有一个问题能难住王子 就这样 张玉珍弄巧成拙 让旷世奇才小王子浮出了水面 他气得在寝宫中大声骂娘 而童一接到小王子 质问他为何不遵守诺言 小王子却有他的道理 辩解说自己并没有背出小学 只是背了大学而已 他才不要让那些人藐视娘亲 更不要看到父王失望的样子 童一没法再责怪孩子 只能把小王子拥进怀里 此时君王追了出来 从童一的怀里抢过宝宝 为自己的孩子是个仙才哈哈大小 人显王后听说王族出了仙才 更是觉得自己脸上有光 王后理解童一的良苦用心 定是担心小王子的安危才一直隐瞒着 此时只有张玉珍两兄妹郁闷无骨 自己成了小王子成名的第一大功臣 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 可更加郁闷的事情还在后面 自家的上宫急匆匆进来 说是世子的衣冠着急求见 等到衣冠报告事情 才知道他的婢女失踪了 并且有人看见他被带进了王后的寝宫 张玉珍这才是真的慌了 而张希仔抓住衣冠的衣领 大骂蠢或这样的披露实在该死 激动中他差点把衣冠给当场勒死了 而此时的王后已经有了决断 他决定现在面见君王 从王后的寝宫出来 沈云泽直奔童一住所 正好徐龙基也在 他告诉两人 因为小王子的事情 宫中可能要掀起一场巨大风浪 等到童一被君王召见 才知道是王后举荐小王子 让小王子跟世子一起接受太夫教育 童一觉得这样实在太为小王子拉仇恨 哪有同事培育两名世子的道理 于是他果断反对君王的做法 可是王后和君王共同决策的事情 他的意见似乎作用不大 童一闷闷不乐地从大殿出来 却完全没有想到 此时的张玉珍已经崩溃大骂 就算是死也不能同意这件事情 童一转而去求王后 却看见寝宫中的王后正在喝药汤 王后伤心地告诉童一 自己的心脏时时脚痛 只怕时日无多 不能保护童一母子 所以才出了激进的招数 只盼童一能够理解 王后还让童一知情一件事情 世子随时有可能出现问题 届时小王子必须顶上 才不至于让王族后继无人 童一吓到了 他从来不敢往这方面想过 可面对童一想问出究竟 王后却什么都不回答 只说你做好小王子 当上世子的准备就好 世子抬起头来 看见树上竟然挂着一个地点 小王子被哥哥发现 赶紧一跃而下 然后毕恭毕敬对着世子行了个大礼 世子从来没有干过这种调皮事 望着高高的树枝瞪大了眼睛 两个地摊货大喊大叫寻找小王子 原来他们正在玩捉迷藏 此时的小王子发现自己无处可藏 只能躲到世子的身后 世子宠爱这个小弟弟 竟也帮他掩藏 地摊货往哪里看 世子就往哪里转 总之就是让他们找不到小王子 最后两个地摊货对着世子进了个礼 往别处找小王子去了 然而大小王子不知道 此时在大殿里 父王为了他们的事情操碎了心 百官反对同时培养两名王位继承人 这不仅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而且会让政局陷入动荡 等君王退朝以后 他对着童一发了一通牢骚 说什么他欠小王子太多太多 结果小王子的母亲照样坚决反对 童一觉得以世子的规格培养小王子 小王子恐将有性命威胁 为了让君王放弃执念 童一只好决定 让小王子马上再去找云鹤一次 只希望这位大儒能够收下王子 免掉王公的一场纷争 此时已经是傍晚 云鹤先生劳作归来 看见院子中没有顽皮小王子的身影 想着今天小破还终于不再来了 心里很是开心 没想到他刚刚嘀咕两句 小王子又从他的房中蹦了出来 手上还拿着一块抹布 还说他已经打扫干净老先生的房间 老先生愣了一下 王子怎么能干这种脏活 然而小王子却调侃老先生 娘亲说要我事事都以老先生为榜样 可这邋遢的房间 到底该学还是不该学呢 小王子说完还可爱地摇了摇头 这话让老先生觉得有些羞愧 又觉得小屁还真是好玩 于是决定收下小王子为徒弟 闲不住的老先生在院子周边又转了两圈 回来时看见一个判官正在帮自己仲裁 他问判官大人这是为何 可判官大人对他确实有得很 嬉皮笑脸说他要把儿子托付给云和 还说他为了讨好云和 这两块菜地都被他翻了好几回 云和见此人庸俗不堪 准备要把君王赶走 却见小王子从书房中冲了出来 对着此人大叫父王 而君王则指着王子说就是这个小子 云和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庸俗的家伙竟然是一国之君 于是赶紧跪地行礼 等到君王把云和扶了起来 两人进入书房对话 君王说他今天不以国君的名义 只是以父亲的名义而已 只盼老先生能当小儿子的老师 然而云和的话又让君王很是失望 他说他让君王白跑一趟了 君王问他为何如此执拗 谁知云和却说 他已经收下小王子为徒 不是因为君王求他 而是他觉得小王子很有趣 君王眉开眼笑 为了两个儿子上学 他总算是找到了两全其美的方法 晚上 一家人返回王宫的路上 君王却骗小王子说 是自己亲自请求 老先生才答应收王子为徒的 可他又把童一拉到一边 悄悄说是自己对儿子吹牛了 那小子凭本事已经成了云和的徒弟 不过 当父亲的面子总是要捡回来一点才行 这让童一忍俊不惊 眼看前方正是多年前一起喝酒的地摊 君王决定一家三口庆祝庆祝 神婆只看了夫人一眼 就知道他今日所求乃凶险之事 等夫人递给神婆一张纸条 还没来得及说明 这是小王子的生辰八字 神婆却直接把纸条扔回桌上 然后不懈地看着夫人 说是将死之人 还有什么好看的 夫人还以为神婆说的是王子 可神婆却说 夫人很快将引火自焚 还说您前段时间点了一场大火 那场火还在燃烧着呢 夫人心里明白了 神婆指的是自己想烧死小王子的火灾 他问神婆你为何知道此事 可神婆却不再开口 这天晚上 夫人在家中做了被斩首的噩梦 他再次把刺客叫来 并且交给两名刺客一张遗书 让他们将喜欢在火灾现场徘徊的男人干掉 并把火灾的原因栽赃给他 此时在火灾就指 贤猪手拿着一壶酒 遗憾自己没能在君王之前抢走同意 而夫人要杀的竟然是一顾同伙的侄子 到了晚上 贤猪手的老妈久久不见儿子归来 让老公赶紧出去找找 然而老公照样已喝醉了 而在另一边 贤猪手被几个刺客为主 醉熏熏的他竟然直接搂住刺客 刺客把贤猪手带到荒淫 往他怀里塞了一张遗书 然后把他吊在树上 准备伪造上吊自杀的现场 可就在这时 从外地流放归来的天兽正巧路过 他三两下就把几名刺客打跑 等天兽把贤猪手救了下来 两人看见了对方 发现竟然是老熟人 而天兽回到王宫 立马就当上了禁服老大 不用说 肯定是君王把天兽叫回来 让他负责保护童一和小王子 正当天兽和童一叙旧的同时 世子却问医官 为何总是给自己服用宫外私药 究竟自己生了什么大病 然而医官却不敢告诉世子 而章夫人把自己火烧小王子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儿子 张希仔大骂母亲糊涂 这种事后还敢摊上陷害王子的罪名 然而母亲却告诉张希仔 另一件诡异的事 那个神婆居然把火灾算出来了 还说咱家会在腥风血雨之中倒下 到了晚上 张希仔怒气冲冲去找神婆 他把刀子架在了神婆脖子上 责怪神婆蛊惑人心 可神婆却告诉张希仔 只要王后娘娘继续活着 他们家就得烟消云散 张希仔畏惧后退 这个神婆竟然事事都一清二楚 他还指出了张希仔的要害 大晚上害人又没害死 怎么不着几个机灵的手下去干活呢 张希仔怒问神婆什么意思 没想到神婆竟然又不开口了 此时在另一边 张希仔的手下跟踪王后的宫女 没想到却正好中了王后的拳套 几个人全部被逮捕了 张玉真听闻张希仔又失算 对着哥哥献出了极度失望的神情 他们明白衣冠的避免 果然是被王后藏起来了 看来世子身患隐疾的事情 恐怕是藏不住了 此时人显王后招来同一 告诉他世子有重大原因不能继承王位 他让同一坚定信心培养小王子 王后依然没有告诉同一原因 只说王宫即将陷入巨大的漩涡之中 而这个漩涡就是换掉可以合法继承王位的世子 王后还要同一不要尝试知晓内门 因为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 等张希仔离开王宫后 他却开始信了神婆的话 于是他重新找到神婆 想问出张家活命的方法 而神婆给他指出名物 只要王后消失 张家就可以保全下来 与此同时 王后拿着刺客的腰牌对张玉真下了线令 让他自己去跟君王坦白王子的病情 张玉真自然是不愿意 他对着王后大喊大叫誓死不从 可王后却眼含热泪说道 世子是王族的王子 自然也就是王后的儿子 王位继承人隐瞒病情是重罪 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张玉真把世子推入绝境 王后心脏病发作晕倒 童医赶到时 发现王后已经没有意识 太医赶过来救治 可童医问他病情如何 太医却不敢回答 等到君王赶来探望王后 太医才敢向君王汇报 倘若王后能在三日之内醒来 才有机会起死回生 言外之意 就不活是大概率事件 张希仔去见神婆 神婆却说只要王后不再开眼 张氏一家就算是宝座了 而童医终于得知 王后发病之前去过张玉珍的寝宫 张玉珍来看望王后 王后身边的安上公不欢迎张玉珍 谢绝张玉珍探望的请求 可童医出来 却允许张玉珍进去探望 张玉珍进去以后 童医把安上公叫过来问话 让她说出王后昨晚去见张玉珍 到底聊了些什么 安上公知道童医现在是顶梁柱 于是把世子的影集说了出来 这天晚上 为了让王后不再开眼 张希仔和神婆合计 准备对王后悄悄施加巫术 神婆依喜凭母亲丫鬟的身份入宫 为了保证巫术有效 他们选择在王后寝宫附近的草丛做法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第二天小王子去挖昌蒲草 想给王后做一个祝福的花环 却又在草丛中发现了没有烧完的乌菊 等王子把这些东西拿回来给娘亲时 童医很是震惊 王宫之内 竟然有人对王后吓哭 同意把乌菊交给监察院 务必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千刀姐亲自操刀 查案的事情她很拿手 等千刀姐出去以后 长金妈直接断定应该是张玉珍所为 苦于手上没有证据 然而霍不担心 王后的寝宫 有一个叫郑金的贴身宫女失踪了 安上宫也同样觉得是张玉珍所为 然而她的手上同样没有证据 徐龙基紧急安排进军 务必在最短时间封锁王宫出口 然而郑金却被对方藏进草车里 以太医院草药车的名义带出了王宫 郑金被带走后 肉嘟嘟大人才姗姗来迟 这家伙披酒度有些大 果然行动有些迟缓 眼看小宫女是保不住了 同意只好召见西人大臣 问她那个医官的婢女藏在哪里 可对方也毫不知情 只说是王后带着郑金悄悄藏起来的 同意心里有了主见 郑金的失踪定和张希仔有关 此时在宫外 张希仔以全家老小的性命拿捏郑金 郑金只好把婢女的藏身之处说了出来 正在张希仔审问郑金时 守在王后身边的同意 却发现王后微微睁开了眼睛 随后 沈云则把医官婢女的藏身之地 告诉了徐龙基和天兽 然而张希仔已经先下手为强 他带人赶到婢女的住所 却发现守在门外的卫兵已经被打死 婢女已经不知所踪 张希仔的情绪有些失控 他的剑侠掉在地上 竟然也没有发局 放哨的手下匆匆来报 逆境府都市带兵正在朝着此处赶来 他叫张希仔赶紧躲避 张希仔听闻此言崩溃大叫 等天兽带着境府士兵赶到时 见到的同样是没有活口的现场 不过 他却捡到了张希仔的剑侠 等张希仔回报张玉珍 两兄妹也不知道是谁截走了婢女 这躲在暗处的敌人 同样让张玉珍崩溃抓狂 可这也怪不了张玉珍 因为谁都不会想到 竟然是张武烈提前截走了衣冠婢女 等张武烈得知世子有重大影迹 而自己竟然一直蒙在鼓里 方才知晓自己一直被张玉珍摆梦 可王宫里 人显王后不过是回光反照人 他给君王留下一言 如果张玉珍当上王后 两个王子都将有心灵威胁 只有心地善良的同一 才能同时护住两个孩子 小王子做好了一个祝福花环 狂奔回来要送给王后 却看见宫女们在门口痛苦 显然王后已经去世了 她靠在母亲胸前痛哭流泪 哀讯传遍京城 民众自发原地下跪 都在为失去仁慈的王后悲痛不语 可王后的官果刚刚抬出王宫 当晚京城就电闪雷鸣 黑夜的大雨中 男人大臣悄悄聚集 连当今又想都来参与 张武烈自然也来了 大家商议的结果 就是要把张玉珍重新推上王后的位置 也是在这晚 张细仔悄悄交代手下 一定要把神婆藏在安全的地方 然而这些人不知道 他们出发时 天兽正在带人悄悄跟踪他们 等张细仔的人与神婆对接时 天兽就站在高处看着他们 而黑夜的另一边 千刀姐悄悄找到驻剑匠 确认这是她亲自帮张细在驻的剑匠 现在摆在徐龙基和天兽面前的难题 是要尽快找到衣冠的避秘 才能证明世子的身体确实出了问题 张玉珍同样找不到衣冠避秘 所以她整夜整夜难以入眠 张武烈迫于形式 现在看来只能站在张玉珍这边 如果她当上王后 显然世子的位置将稳固无比 然而手下问她要不要把衣冠避秘女处理掉 老奸巨华的张武烈却摇摇头 说是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不可思议的是 明明两派势力水火不容 两个王子的关系 却一呼寻常的要好 他们不仅一起读书 私下里 世子还让小王子称呼自己为哥哥 说是这样才够亲切 等到小王子帮世子磨磨时 她的脸上沾上了黑墨水 世子觉得弟弟很可爱 于是她用手帕帮弟弟擦脸 可就在这时 张玉珍进来了 小王子对张玉珍行礼 可张玉珍竟然视而不见 而小王子自知不受张玉珍欢迎 闷闷不乐地走出了东宫 此时在东宫里 世子正被母妃大骂 怎能跟敌人玩得如此要好 可世子却第一次顶撞母妃 她说这是她的弟弟 两人理念不同 吵了半天也吵不出什么结果 这让张玉珍的情绪有些失控 口不择言中 她一不小心向世子透露 世子的身上有重大影迹 可当世子问母妃 自己究竟生了什么病 张玉珍却又不说了 而在另一边 小王子回到寝宫 却告诉母亲 哥哥要她明天继续到东宫玩 红一有些惊讶 为何要称呼世子为哥哥 这可是大不敬之罪 然而小王子却告诉母亲 这是世子让自己私下称呼的 说是这样才多亲切 红一听罢脸上依然忧虑 心里还是为小王子和世子开心 在这风云莫测的王宫中 超越权力的亲情并不常有 可就在这时 奉上宫进来报告 男人大臣今天在大殿纷纷见言 请求君王重新册封张玉珍为王后 红一听完后 脸上的忧虑更加沉重了 而徐龙基听到消息 知道对决的这天终究还是躲 大殿上 君王对着男人大臣发唬 王后尸骨未寒 可以你们马上请求册封王后 然而现任又向大臣事事都敢顶撞君王 偏偏他总能装出一副 义正言辞的样子 倒是城府极深的张五烈默不作声 在他眼中 张玉珍未必胜券在我 太医院今天来了两个王子 有权势的世子站在名处 把衣冠和婢女通通叫了过来 说是要好好表彰慰问他们一番 年纪小的小王子躲在暗处 他偷偷溜进间药房 在哥哥的掩护下 成功偷出了世子平时服用的药材 此后 两个王子躲进书库 逐个排查这些药材究竟能治什么病 结果世子发现 这些药材全部都是用于治疗伟疾 可王子年纪还小 不知道伟疾究竟是个什么东东 然而世子确实知道了 因为实在丢脸 世子只好委托弟弟保守秘密 等到两名世子搞完事情以后 天黑时分 他们的母亲却又开始悄悄见面 张玉珍不明白 童一为何会遣去左右来见自己 可童一却直接拿出一个盒子 童一真不知里面装了盒物 他有些惊议不定 在童一邀请他打开后 童一真看见乌具惊讶不已 童一开门见山 这些都是童西仔和神婆对王后下谷的证据 虽然童一也不认为古术可以影响健康 但是显然 此等行为已经是重罪了 而且 神婆现在已经被童一控制 人证物证都已经齐全 不知情的童一诬陷崩溃大骂 他觉得童一诬陷要挟自己 只不过是想要把世子拉下马而已 可童一却心平气和地告诉童一真 他把这些东西带到这里 而不是带到大殿 就是为了还给童一真 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让小王子当世子 并且他会珍惜小王子唯一的哥哥 只希望双方能够和平相处 童一真不太相信 可童一却又继续提醒他 世子的影集自己早已知道 但是自己此生绝不会向君王透露半句 所以世子有朝一日一定会登上王位 童一真仍然不敢相信 他问童一 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可童一却告诉童一真 他想要一个机会 想要小王子和哥哥平和相处的机会 童一觉得说不定是最后的机会了 所以希望童一真能够考虑清楚 童一离开时 夜色已经深沉 黑暗已经由不得他们完全控制 君王正好看见童一回来 他问童一 明明你都心事重重 为何却又不来找我诉说 可童一当然不敢告诉君王 然而君王已经知道童一伤神的原因 他让童一相信自己 事情一定能够圆满解决 等君王回到大殿 他下了一个坚毅的决心 决意晋升童一为平 秘书处拟好了诏书 选定在三日后的吉祥日子发布 当然 保密是必须的 然而 秘书机构却有张武烈的人 等到天一亮 他就把消息悄悄送进了汉城府 张武烈何等聪明 已经猜出君王想要册封同一位王后 现在的评委只是投识问路而已 而在另一边 不受张玉珍控制的另一件事情也开始发生 世子和小王子在东宫花园投见 张希仔却以看望外甥的名义进入东宫 在小王子的书包中偷偷放了一本王术书籍 不久后 张希仔回来 他发出了捉拿小王子的指令 此时小王子正在跟云赫读书 他掏书包发现了一本奇怪的书籍 云赫接过去一看 知道这是培育世子的书类 寻常王子不能擅自翻看 可就在这时 又向大人亲自带着卫队赶来 云赫想要藏书 却已经来不及了 偏偏在另一边 宫女慌慌张张跑来告诉张玉珍 君王敲敲拟了赵书 很快就要册封同一为平 张玉珍突然明白 同一对他是真心的 那确实是彼此和平相处的最后机会 张玉珍主动去见同一 答复同一昨晚同一的请求 为了表达诚意 张玉珍还把乌具还给同一 让同一随时可以举报自己 然而两人不知道 这样的机会偏偏被张希仔破坏掉了 因为此时 小王子已经被右向大人指控偷诉 小王子坐在角落委屈大哭 哥哥找到了他 于是小王子站了起来 他认认真真居了个宫后 抹了一把眼泪 却又装作没事的样子 他告诉哥哥自己没有偷走那本书 世子知道了 弟弟因为保守秘密不能辩解 于是决定自己跟父王解释一切 不久后 大殿里的男人大臣集体向君王发难 首当其冲就是右向大人 他觉得小王子偷学王术是件荒唐事 你应该受到重罚 左相也附和这种事情动摇国本 于是在场所有大臣 也不知羞耻一起行礼大叫 国本已经被动摇了 可君王却针锋相对 他也觉得这是一件不可饶恕的事情 不过动摇国本的不是小王子 而是硬把一个七岁小孩视为威胁的一众大臣 君王还拿起那本破书 刚才世子已经来大殿说明过了 是他要求小王子阅读 好互相参舞理解里面的意思 可在你们口中 却又为何变成了小王子偷书 为何还是右向大人亲自抓捕小王子 这是不是一个阴谋 在场所有大臣面面相聚 紧接着 君王宣布同一晋升为平 他还愤怒地质问一众大臣 现在你们是不是打算硬拗同一动摇国本呢 这一回男人一派没有准备 全都说不出话了 退朝以后 张希仔在大殿外聚拢男人一派 重新让他们统一思想 绝不能让同一登上王后之位 可当众人各自散去以后 张武烈在背地里却又摆了张希仔一旁 此时张希仔站在补厅门口的树丛背后 正好看见张武烈跟徐龙基的人接头 不久后 衣冠婢女被他们带进了补厅 此时张希仔恍然大悟 当日抢先一步拿到衣冠婢婢女的人 竟然是不动声色的张武烈 于是张希仔重新进攻 告诉妹妹张武烈被盘 而在大殿 同一去面见君王 他不需要这些可有可无的关节 只要君王和国家平安就好 可君王却告诉同一 册封同一为王后 这是人显王后的临终嘱托 因为只有同一 才能同时护住两个孩子 君王要同一打起精神 目前还只是册封为平而已 有如今日的荒唐之事 今后只多不少 然而同一却连嫔妃都不想接受 等同一回到寝宫 徐龙基等人也来劝他接受册封平位 因为那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小王子 同一答应了 第二天 册封仪式上 没有王后手指礼官 同一对本该站着王后的地方下跪 而在他身后的不远处 却站着怨愤不已的张玉珍 而小王子偷书的事件平息以后 他每天依然大摇大摆进出东宫 有一天 世子觉得最近宫里的气氛很是沉闷 于是鬼机灵的小王子 只好给世子绘声绘色讲起宫外的生活 有摔跤有赛跑 自己还是个赛跑大王 还说踏桥边有密码花 自己好久没有迟到了 于是世子灵机一动 他决定跟弟弟一起出宫闯荡 世子遣去东宫碧尼 说他今天要蒙头睡觉 任何人都不许打扰 碧尼们只好听话离去 可世子不知道 此事又将引起巨大的波澜 两位王子准备悄悄出宫闯荡江湖 却被一群宫女挡住了去路 正当世子无计可施之时 只见小王子从兜里掏出几只假老鼠 还说除了方块脸 这座王宫所有的宫女都害怕老鼠 果不其然 等到小王子把老鼠扔到宫女脚下 那群宫女四处逃窜 此时在宫外 张希仔再次私下聚集男人大产 却又正好被徐龙基的人悄悄发现了 眼看张武烈竟然也来参加聚会 张希仔直接骂他厚颜无耻 可张武烈却提前到处会议机密 大家今日聚集 是为了推举下任王后 自己作为汉城府尹 还兼任兵判大臣 难道不应该也来参加吗 张希仔无言以对 可张武烈却又反将他一军 说是衣冠婢女现在已经在佟一手里 佟一在等待机会反击而已 此时张希仔仿佛被积了一记锁侯宫 事已至此 他也不好跟张武烈翻脸 事后张希仔进攻 把张武烈的话原原本本说给妹妹听 说是佟一随时可能向君王交出衣冠婢女 于是张玉珍决定撕毁他与佟一的和平血 发誓要让佟一和小王子从人间消失 而在佟一的寝宫 张武烈第一次主动求见佟一 他开始表明立场 想要跟佟一一起揭露张玉珍的种种阴谋 可他惊讶地发现 佟一不仅不愿意与张玉珍为敌 连当王后的野心也没有 佟一还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 凡是涉及揭露世子病情隐私之事 他统统都不会参与 因为世子是自己儿子的唯一哥哥 张武烈恍然大悟 佟一与自己根本不是同路人 王宫外 同时还发生着一件有趣的事 贤猪手整天颓废睡在房中 老妈实在看不下去了 叫他哪怕去祭房玩玩也好 可他却一直盯着窗外 害怕那群歹徒又来加害自己 而在补厅门口 贤猪手的老爸正在大喊大叫 质问为何还查不出凶手的身份 这件事情传进张玉珍母亲的耳朵 他交代手下 赶紧安排杀手离开汉阳城 然而手下去告诉他 那个贤猪手竟然认出一名杀手 还给补厅画了一张头像 这让张母非常窝火 此时的两个王子 正在素一参加投剑比赛 别人能投中一个已经激动不已 可世子却不一样 他每一把都能投中 这让小王子拍手都差点拍到抽筋 最后 世子自然是拿到了投剑冠军 作为奖励 两人拿到了一大盘密麻花 在人群中不停地炫耀 然而在宫里 方快连找不到小王子 只能跑去掌月院问地摊货要门 可是地摊货却说 他们今天没有玩捉迷藏 傍晚时分 天空开始下雨了 上宫娘娘在门外叫世子起床吃饭 可屋里的世子却依然没有生下 直到天黑以后 张玉珍破门而入 才发现世子的被窝空空如影 而同一也动用监察院寻找小王子 事情很快就报到君王这里 两位王子同时失踪 进军和补厅开始同时出击寻找王子 两个王子冒雨在踏桥边逛夜市 一个逃窜的小偷撞到世子 小偷的钱袋掉在了地上 捉贼的军官追了上来 却把世子当成小偷 要把世子带去补厅问罪 然而世子被带走前 却又交代弟弟 这件事情不能传进宫里 就这样 异国储君竟然锒铛入狱 小王子找云和老师帮忙 然而老师却不在家 于是王子只能去找地摊货 地摊货看见失踪的小王子 差点惊掉了下巴 等到小王子交代云尾后 这两人一合计 主部负责带孩子回宫 师兄负责营救世子 此时同一和天兽也来到了踏桥边 在地上捡到小王子的香囊 可他问旁边摆摊的大婶 人家却又对两个小孩没有印象 而王公已经乱成了一团 君王正在发脾气 张玉珍急哭了 监察院和补厅都在街上查访 可是在补厅 由于世子不招任自己偷东西 也不报出家庭地址 补厅准备对世子进行拷打 执行前 补厅给他最后一次认罪机会 说是现在世子失踪 没有时间跟他啰嗦 然而世子依然不愿意认罪 于是军官举起了剑侠 准备狠狠揍世子一顿 世子终于忍无可忍 他贺令军官助手 然后站了起来 大骂小小补厅军官胆大忘了 也不怕自己掉了脑袋 军官愣住了 与此同时 天兽已经查出 补厅刚刚抓了一个小偷 体貌特征跟世子相似 他决定去补厅查看 然而世兄却比天兽先到补厅一步 手上还拿着一大串钱 然而补厅的军官却告诉他 那个小偷已被押送回家 补厅突然问他跟嫌犯什么关系 世兄想了想 他说他是嫌犯的小舅子 等世兄走出补厅 却又正好碰到 带着一群禁府士兵的天兽 天兽这才知道 世子又被带走了 然而世子依然没有 曝出自己的身份 他骗军官把自己 带到一处民宅 就在军官不注意时 世子溜走了 军官追在他身后大喊大叫 可世子逃进小巷 却又被天兽突然拉进角落里 天兽曝出禁府都市的身份 让世子悄悄跟他返回王宫 两个孩子神不知鬼不觉又找回来了 君王感到很高兴 可张玉珍见到世子 却大骂小王子蛊惑世子 世子觉得母妃荒唐 于是两人又吵了起来 由于张玉珍凶巴巴表示 自己一定要找小王子算账 罪名就是诱杀世子 世子为弟弟争辩 可张玉珍一点都听不进去 于是他急火攻心 直接就晕了过去 不久后 方块脸慌张报告同意 负责世子安全的许卫司 已经把小王子带走调查 而张玉珍则亲自来到大殿 举报小王子引诱世子出宫是个阴谋 而同意感到许卫斯 小王子却说一切都是自己的过错 第二天 由于小王子主动认罪 男人大臣重口一词要求严惩小王子 可当世子醒过来 知道弟弟有难 他决定亲自营救小王子 世子先是来见张玉珍 他劝母妃就此助手 可张玉珍好不容易抓到小王子的达 哪能就此善罢甘休 他劝世子认清现实 小王子不是什么弟弟 而是我们的敌人 等张玉珍起身准备离开时 世子却在他身后哭着问道 是因为我身患有疾 所以你们害怕弟弟抢走储君位置是吗 张玉珍惊到了 此时他终于明白 世子已经知道了一切 他问世子如何知道这些事情 可世子却要母妃到此为此 不要为了掩盖谎言伤害弟弟 那样自己会痛苦一辈子的 张玉珍听罢眼含泪水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男孩是一国储君 然而他却患有先天性生殖障碍 这不仅意味着他将不能延绵子嗣 并且病情一旦败露 他世子的位置还将不保 为了除掉唯一可以威胁世子的小王子 母妃栽赃对方 让小王子被许为斯带走调查 一众大臣也跪求君王驱逐小王子 可世子却不愿意 因为他是同父异母的弟弟为至亲骨肉 世子决定挺身救小王子 他让上宫安排 自己要去一个地方 一众宫女只能点头说是 世子出发了 他没有前往大殿 而是来到同一的寝宫 同一看到东宫世子来访非常惊讶 两人进了里屋 世子告诉同一 出宫游玩是他的主见 弟弟是为了保护自己才主动认罪 他让同一不要擅自插手 解救弟弟的事情由他负责 世子告别同一后 同一越想越不对劲 决定去找世子问个究竟 可奉上宫却觉得很奇怪 世子不是刚刚离开吗 等到同一来到东宫 才知道世子去了大殿 背后突然传来张玉珍的声音 同一回过头来 客客气气对张玉珍行礼 可张玉珍面色阴沉 他质问同一为何会来东宫 然而同一不答反问 世子是不是知道自己身患隐疾 此时张玉珍才知道 明明本该是死对头的同一 竟然也关心世子的安危 此时的世子已经坐在大殿 他把自己身患隐疾的秘密告诉了父王 张玉珍慌张赶到大殿门外 想要阻止世子坦白真相 然而此时世子已经走出大殿 他哭着责怪母妃 这件事本来就不该隐瞒 张玉珍感到绝望 他大哭着质问世子 为何要选择自我毁灭 难道不知道母亲和舅舅 为了你能稳坐东宫付出多少心血 可世子却第一次大骂母亲毕子 自己的理想是当个英明的国君 而不是当一个用亲生弟弟来血迹的王 他觉得如果连弟弟都就不了 这样窝囊的自己有什么资格继承王位 世子说罢愤怒走了 只留张玉珍扶在门框上 颓然的说着一切都结束了 张玉珍回到寝宫 张玉珍劝妹妹不要颓废 君王那么爱世子 一定还会有其他办法 可就在这时 君王却突然到访 张玉珍赶紧站到一边 此时张玉珍发现 君王第一次对他怒怒怨憎 张希再出去以后 君王开始审问张玉珍 要他好好坦白来龙去脉 此时张玉珍只好如是告诉君王 世子发病其实已有一年 等到君王责怪张玉珍欺君 张玉珍竟然为自己辩解 他说自己一定能治好世子 这样就不必惊扰君王 张玉珍还请求君王再给他一些时间 君王开始发怒 给你时间 是让你陷害小王子吗 是让你鼓动大臣在朝堂与自己对抗吗 此时张玉珍才知道 君王对一切了如指掌 等到君王怒气冲冲离开张玉珍的寝宫 张玉珍又追了出来 他扯住君王的衣袖 哀求君王就算处罚自己 也应该再给世子一次机会 可君王怯面如死灰 他甩开张玉珍的手 让张玉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君王离开后不久 张希再自己去劝退 跪在殿外请愿的男人大臣 右相大人很不理解 明明已经抗议了这么多天 为何今日突然撤退 可张希再却拿不出理由 只说今日行事 还是不要刺激君王为好 可张希再走后 张五烈却突然出现 把世子的病情告诉了右相大人 事后 小王子依然在王宫撒欢 他跑去找到世子哥哥 说是那些控告自己有罪的大臣 全部都撤回了奏折 小王子不知道 哥哥为了救他付出了多载的代价 王位继承人竟然身患重病 当张五烈说出这个秘密时 一众大臣突然惊觉 追随张玉珍今后岂不是要被清算 然而对于张玉珍来说 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 由于官府迟迟破不了刺杀儿子的案件 吴泰西的弟弟竟然想到了黑吃黑的办法 他私下花钱找人 竟然抓到了两名火烧王公私宅的刺客 贤猪手一看 就是这两个家伙想杀自己 于是抡起木头想要打死他们出去 结果刺客竟然老老实实招了 说是放火想杀小王子的 是张玉珍的母亲隐世 想要栽赃贤猪手为纵火元凶的 也是这个女人 吴泰西的弟弟这回一点都不含 她带着儿子把事情报给了补厅 恨不得今晚就把张玉珍搬倒 与此同时 贤猪手的老妈也冲进张玉珍的私宅 大喊大叫着要尹氏出来 放出话来要把尹氏的大脸给撕了 等到尹氏开门出来 盛气凌人开口就问你是找死吗 谁知现在这位大婶一点都不怕尹氏 她指着尹氏的鼻子就骂 想放火烧死小王子是吗 然后又嫁祸害我儿子是吗 我老公已经报官去了 尹氏一听事情败露 现出了慌张的神情 然而王宫里面 世子的影集现在已经人尽皆知 宫女们私下悄悄讨论 甚至连皇主部的耳朵都听到了消息 沈云则把事情告诉佟一 两人讨论到底是谁泄露了秘密 可就在这时 佟一突然恍然大悟 定是张武烈说出去了 于是佟一亲自去找张武烈 质问对方为何要把病情传播出去 可张武烈却振振有词 世子有病这是国家大事 眼下已经无法掩盖 左右两相以及两班大臣都应该知情 可佟一却说出了张武烈的小心思 你是利用世子削弱张玉珍吧 这件事情日后定会向君王汇报 张武烈听罢哑口无言 王宫的另一点 右相大人也直接去找张玉珍 质问他为何一手遮天隐瞒世子病情 张玉珍自然矢口否认 反复说着世子的身体没有问题 右相大人很生气 可就在这时 张西仔慌慌张张张冲了进来 看见右相大人在场却又闭嘴了 右相一看又出了问题 直接起身离开 完全不理会张玉珍对他的晚了 然而张西仔坐下以后 他说出来的事情同样晴天霹零 母亲纵火刺杀王子的事情暴露了 就在两人商量对策的同时 张玉珍的母亲已经开始逃跑 可惜他慢了一步 天兽带人冲上未起航的木船 终于将隐士捉拿归案 到了晚上 张玉珍堵路逼迫天兽放人 然而就凭他一张嘴巴岂能得逞 徐龙基把事情报到君王那里 君王在震惊之余却又难过不已 可君王知道 更难过的一定是世子 等君王来到东宫之时 果然看见世子正在寝宫哭泣 君王想劝点什么 却见世子一味自责 他说外祖母冒死做的这些 全都是因为自己 可是无论弟弟出事 又或是外祖母出事 世子都觉得这是自己的罪名 这一夜注定不会太平 张玉珍和张西仔分头想救母亲 气急败坏的张西仔 已经拿剑架在左相大人的脖子上 张玉珍悄悄出宫拜访右相大人 却又吃了个闭门羹 对方竟然派一个家丁打了自己 张玉珍自知被对方羞辱 站在原地又哭又笑 想着自己和吴泰西一起打下了男人的基础 如今竟然没有一个男人大臣为他出头 此时在另一边 天兽和徐龙基找到同一 他们发现有人想要纵火的迹象 为了防止张玉珍与死网破 两人请求同一今夜不要住在寝宫 然而正当同一带着小王子悄悄出门时 却发现东宫方向燃起了大火 东宫着火了 由于火势实在太大 宫里敲响了碟钟 向宫外的民众发出了明确的求救信号 民众自告奋勇冲进王宫救火 然而此时 张玉珍的手下却扮成普通民众 也悄悄跟着前进了王宫 同一觉得自己没有危险 他让天兽带手下去支援救火 只给同一身边留下两个士兵 天兽前往东宫的路上 注意到几名民众与他相向而行 可东宫明明是在正前方 更离谱的是 他们脚上竟然穿着毛马鞋 这是刺客为了走路消音才穿的鞋子 而小王子担心哥哥的安危 他让方块脸去打探消息 自己待在屋檐的一角 可就在这时 三名刺客正在悄悄接近王子 等到王子听见旁边宫女被杀的声音 他机灵地回头张望 看见刺客是把腿就跑 正巧同一也正在附近寻找王子 当他看见宫女的尸体 才知道大事不好 此时小王子也正在大叫娘亲救命 就在刺客的刀砍向小王子时 同一扑了过来 他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儿子 幸好警惕的天兽又折返回来 凭借高超的武艺 他一人打败了几名刺客 眼看大批进府士兵赶来支援 刺客被士兵们追着逃跑 于是天兽就起了同一 此时的君王正在东宫门口 好不容易得知世子没有威胁 转眼却又收到同一重伤的消息 君王赶到同一的寝宫 看见御医正在救治 却说是流血不止 随时都有生病危险 君王焦急地问同一发生了什么 然而同一显然回答不了 而天兽咬牙切齿 发誓要把这几个人捉拿归案 随着指令传到宫门 禁军不再同意任何人进出王宫 不久后 几名刺客鼓动民众闹事 想要让禁军打开城门 天兽却因此发现了他们 刺客们被天兽带兵团团围住 可这几人武功高强 他们竟然跟一进府的士兵打了前 然而天兽出手 他们最终还是全部被捕了 刺杀失败的消息传进张玉珍的寝宫 两兄妹此时才知大祸临头 等天兽赶回来看童一时 童一已经止住了伤势 玉仪说伤口正好不是要害部分 所以看来已经性命无忧 不一会儿 童一果然悠悠睁开了眼睛 却问君王孩子在哪里 于是君王决定去叫王子过来 等君王走出寝宫 却被天兽告知刺客全是张希仔的手下 他决定亲自审问这几个家伙 此时在另一边 张希仔开始劝妹妹逃命 然而张玉珍却不愿意离开 他叫哥哥快点逃亡 自己留下来承担一切 然而张希仔却希望 能活下来的人是自己妹妹 因为只有妹妹才能护住世子周全 就在两人纠结时 禁君已经包围了寝宫 房子里 明明可以逃命的哥哥不走 这让张玉珍感到绝望 天兽破门而入 他令手下带走了张希仔 张玉珍以后宫的气势喝止天兽 却被天兽告知他已经被禁止 天兽离开后 张玉珍跌坐在地上大哭 不知该如何才能护住至亲的性命 而沈云泽也看准时机 他把陷害王后的污据交给了君王 第二天 地摊货听说张喜平派人刺杀统一 大喊大叫要找张玉珍算账 大殿里 君王正惊危坐 他谴责昨夜的惨案 顺带还揭露了陷害王后的巫术事件 再没有大臣敢替张玉珍出头 而张希仔和尹氏被酷刑拷问 却把罪责通通揽在自己身上 他们还抱着保住张玉珍的幻想 眼看拷问不出结果 君王下了很决心 终于同意拷问张玉珍的请求 世子听闻母亲将被拷问泪流满面 她要前往禁府保护母妃 等到天兽准备嫁走张玉珍时 张玉珍却不同意士兵碰自己 她说自己会主动前往禁府 不成人样的张希仔见到妹妹 却大妈为何要把娘娘带到此处 可徐龙基却要士兵准备刑局 马上就要对张玉珍使用酷刑 此时的张玉珍才知道 自己不是来此处接受问询 而是准备接受用刑 她立声责骂竟敢动世子的母后 徐龙基叫张玉珍认清事实 然而张玉珍却不敢跋扈本色 她说火烧王公私宅 是杀小王子以及用巫术陷害王后 这些事情自己统统都是主谋 她让徐龙基赶快放了自己的母亲和哥哥 可张玉珍的话声刚落 君王就在身后叫出了她的名字 张玉珍回过头来 看见君王的那一瞬间 她强称的世界终于崩塌了 于是她把刚才的罪责 又一字一句地跟君王重述了一遍 还问君王满意了没有 君王对张玉珍失望极了 她转身走出易静府时差点摔倒 而在静府里面 张玉珍又坐在地上大哭 她已经不再打算争辩 因为母亲和哥哥做的事情 跟自己做的也没有什么区别 只盼自己认罪能够减轻至轻的罪责 以此保住母亲和哥哥的性命 然而她想多了 此时世子已经来到静府门口 世子想要探望母妃 然而静君却劝她回去 世子也不管了 她直接强闯静府 禁闭室中的张玉珍得以见到了儿子 可世子却对母妃认错 她说因为自己不听话 才让母亲朝不保夕 张玉珍叫世子快点回去 再滩浑水 世子的位置就保不住了 这样外祖母和舅舅将失去最后一点希望 临别前 张玉珍叮嘱悠悠哭泣的儿子 一定要登上王座 这是母亲最后的心愿 而在另一边 小王子却问母亲 自己又没做错什么 为什么喜平娘娘要杀自己 宫女们也都说自己基于世子之位 然而自己从未这样想过 童一无言以对 她不知该如何跟六岁的王子解释这件事情 只好把王子搂进怀里 然而等到小王子回到房间 聪明的她已经想明白许多事情 坐在她上却又悄悄哭了出来 夜晚 童一带着伤势走进境府 她问张玉珍为何非要刺杀王子 自己明明已经答应不会争夺世子位置 可张玉珍却明明白白告诉童一 重要的不是我们想什么 而是手握权力的人 会利用小王子击败世子 最后同样会把你我卷入其中 所以张玉珍觉得 自己唯一做错的事情 就是没能成功杀掉小王子 至此 同一对张玉珍也失望透顶了 从境府出来 她决定不会再原谅张玉珍 天亮以后 世子开始在大殿外面下跪 请求父王饶了母妃一命 然而他连跪了三天 父王却又不能答应什么 而小王子看见哥哥整天下跪 在不远处却又心疼不已 第三天晚上 滴水不进的世子终于晕倒了 君王去东宫看望世子 等到世子醒来时 他只能告诉自己的儿子 母妃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 就连父王也是护不住他的 只求儿子能够原谅没用的父亲 世子接受了现实 他在父王的胸口掉下了眼泪 这天夜里 君王最后一次去见张玉珍 他说他不会原谅 因为张玉珍离开原谅的地方已经太远 只希望张玉珍可以自尽 这样尚可让世子的母妃稍微体面 可倔强的张玉珍却不愿意 他说他要死 也要死在君王的手下 所以请求君王给他赐毒 还说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绝不后悔 等到君王回到大殿 无可奈何的他强忍泪水 决定按照张玉珍的方法做个了去 天亮后的早朝 君王终于在朝堂宣布 罪人张希仔和尹氏流放后处死 张玉珍虽然是王室成员 但陷害王后和是沙王子最大恶极 论罪只能收回王室成员身份 并对其赐予毒药 曾经叱咤风云的张玉珍 如今却只能面对一碗毒酒 等他端起轻辞晚意而进食 站在不远处的君王献出了惊恐的表情 他眼睁睁看着曾经心爱的女人就此断命 张玉珍死后 小王子再去找世子哥哥 然而世子哥哥却对他咆哮 他让小王子不许再叫自己哥哥 还说彼此已经成为仇敌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看着哥哥生气 小王子不敢再说话 只有等世子走开以后 小王子才敢悄悄哭了出来 关于新王后的推举成了王宫的焦点 左右两相以及男人夜晚悄悄聚会 坚决不同意同意晋升王后 沈云泽为首的西人 自然又是竭尽全力举荐同意 可同意却在犹豫着 到了早朝 吵架更是完全公开化 左相反对同意的理由是贱民出身 右相的理由是威胁世子帝人 多数手握重权的大臣都支持他们的观点 然而君王却是希望同意坐上王后之位 于是这个议题只能赞议 徐龙基和天兽让同意早做决定 可同意却犹豫着 他想寻求同时保全世子和小王子的方法 同意在东宫的围墙外找到小王子 他依然为见不到哥哥而发仇 然而等到两人回到寝宫 同意却让小王子安心 他一定会把哥哥还点小王子 然而此时 世子正在东宫烧毁王术书籍 他觉得一旦同意当上王后 等待自己的僵尸废除的命运 等到君王闻讯赶来 他叫世子不要胡思乱想 可世子却用世子之心还击 他说父王不也希望弟弟继承王位吗 君王无言以对 恼怒不已的君王走出东宫 同意却也闻讯赶来了 夜晚 两人再次倚靠在数年前相爱的围栏 同意劝君王理解世子 还说自己绝不会登上王后之位 因为这样才能阻止王室悲剧的发生 只有堵住后宫晋升王后的途径 嫔妃才能不再疯狂相残 可君王却反问同意 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 怎么能轻言放弃 然而同意回头看了看君王 他说他需要守护更珍贵的东西 不久后 遵照同意的意思 君王下令择选新的王后 并且禁止后宫晋升王后之位 听到这个结果 夕任一派的沈云泽自然觉得委屈 然而左右两项却质得一满 因为新王后势必将从名门望族之中选择 退朝以后 张武烈跑来追问同意 为何主动拒绝王后之位 他不相信这是君王的决定 可同意却讥笑张武烈 以大人喜欢踩着别人晋升的作风 你我之间自然无话可说 张武烈有些恼火 他开始重新视同意为对立派系 不久后 各方势力经过协商 从遥远的庆州选来出身并不显赫的王后 册封那天 捡到大便宜的他一直挂着笑脸 只有君王站在王后旁边依然爱上 而两个地摊货多少有些一难挺 册封典礼结束后 王后开始重新抓回权力 以往被人显王后树立成为内命负首长的同意 现在则成了新王后的敌对目标 每次只高气昂走过同意身边 都要驻足下来瞪上两眼 张武烈很快就去找新王后拜山头 世子和小王子的继承人之争 他自然要跟王后添油加醋描绘一番 而初出入宫的王后 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生出一二半年 所以他决定全力保护世子 不久后 监察院的牵刀紧 按照惯例向童一汇报宫女人是变动 然而就职仪式当天 童一才知道竟然没人向王后汇报 等童一想要纠正已经来不及了 王后已经来到童一的身后 她的脸色很难看 质问童一是不是把自己当成了后宫之主 监察院的人全都傻眼了 这波操作不仅得罪了王后 还让童一下不了台 王后把童一叫去训话 长金妈想维护童一 却被王后训斥了一顿 等长金妈退下以后 王后对童一说话稍微客气了些 然而从她嘴里蹦出来的却是个损招 她竟然决定让小王子立即成婚 按照礼法 王子一旦成婚就必须迁出宫外居住 这给童一出了的难题 因为小王子年仅六岁而已 这么小就离开母亲出宫 不仅不放心 而且还不安全 等童一离开王后的寝宫 张武烈立即在门口损了童一一族 说是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可童一依然讥笑张武烈 原来王后就是你的新主人 两人说话之间 已经渐渐是铜水火 而君王也开始去劝王后 孩子还这么小 马上就离开王宫实在不同 可新王后却不认可君王的说法 她说她不会受贿成命 因为这是自己上任的第一个决策 否则传出去岂不是威信全无 而凤上宫已经开始骂戒 刚刚送走一个张玉珍 不知又从哪里蹦出一只狐狸精来 童一的亲信齐聚寝宫 商量该怎样才能阻止这件事情 沈云则提醒童一 阻止不是长久之计 如果小王子被驱逐出宫 未来他将身陷险境 那些手握势力的重臣 绝不会允许宫外的小王子活着 此时右相也在和张武烈秘密商议 一是禁止传播世子身患影集的谣言 二是提前策划让世子名义上诞下子死 张武烈也认可这个做法 找一个出运的女子嫁给世子就好 两个狼狈为奸的人此刻竟然心意相通 第二天 小王子哭求娘亲想想办法 他不想离开王宫 不想跟娘亲和父王分开生活 更不想见不到世子哥哥 此时童一也下了决心 他选择主动出击保护王子 于是这天 童一走进王后的寝宫 他请求王后把简泽权交给自己 王后听闻此言 直接立声责骂童一目中无人 可童一却拿出一本历届王子简泽的名册 凡是母妃健在的王子 大都有母妃亲自检责婚取对象 王后拿不出理由反对 只好同意了童一的请求 小王子六岁就要结婚了 都城的名门望族报来适领女童名单 然而母妃一个都看不上 于是让监察院又找来一批名单 结果 童一依然觉得 这些家族通通不符合自己的要求 众臣开始私下议论 这到底是有多高的眼光 连李曹参叛大臣都被回绝了 童一向监察院解释 其实自己有心意的婚取对象 只是没见对方递上来处子名单 所以打算上门拜访 君王一听说童一要上门求婚 觉得这也太离谱了 堂堂王子竟然沦落到这个地步吗 可是公公告诉君王 童一要拜访的对象是大T恤朴东周 此时的君王 脸上又换上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这可是全国数一数二的权贵家族 又向大人听到这个消息 才知道童一也心不小 这摆明是要给王子找个靠山 准备跟世子一决慈穷 童一离开王宫时 王后从身后喝止童一 说是攀附全世的婚事 他绝不会同意 可童一用全权办理婚事的权力 回举王后 让生气的王后哑口无言 童一出门以后 张武烈交代下属 一定要多找几个人 劝条东周拒绝婚事 此时天兽走过张武烈身边 却又被张武烈讥笑一把 说是童一放着王后的位置不当 如今只能摇着尾巴去求人 可天兽却告诉张武烈 童一一定能拿到期待的婚嫁对象 并且张大人也一定会从中帮忙 张武烈觉得天兽的话有些搞笑 指望自己帮忙吗 想都不要想 等天兽走后 手下却慌慌张张向张武烈报告 那边发生了事情 张武烈赶到现场 看见几名府兵被人打倒 胸口还塞着一封书信 张武烈有些慌张 他猜不透这个人的意图 而在宫外 条东周亲自接待童一 谦虚表示自己女儿长相不佳 所以没敢报上婚配的厨子名单 如今童一亲自上门 自己觉得荣幸之指 言外之意 朴老爷其实愿意跟童一好好商量 毕竟对方可是一国王子 意外的是 童一却说朴老爷恐怕有些误解 他来找的是朴家的娇叔先生 朴东周老爷吓到了 一介私书老师的女儿 怎能配得上一国王子 此时在院子里 娇叔先生徐宗替正准备离开朴家 管家多发了一些薪水 可先生竟然又还了回来 小王子的老师云赫突然出现 这位娇叔先生竟然也是云赫的学生 此时君王招来徐龙基问话 才知道对方竟然是个私书老师 他说他可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徐龙基告诉君王 那个人连进士都还没有考过 目前只是个乡村老师而已 君王无语极了 不过想着童一向来自由主见 于是只好等童一回宫再说 王宫外 童一见到了徐宗替 徐宗替表示自己实在高攀不起 别说王子了 就连周军大人的儿子对他来说也是高攀 再说自己对政治也毫无兴趣 不想让女儿卷入宫斗漩涡 可童一却说他看上的就是先生的品性 还说王子不需要攀附名门望族 而是需要知书达理的亲家 等到童一会见徐宗替的女儿时 云赫也在屋外劝徐宗替接下这门亲事 以他对小王子的了解 这可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童一回宫后 西人一派对沈云泽发难 怎么能蠢到挑选一个乡村老师 又向大人去哈哈大笑 看来贱民只能跟贱民混在一起 他觉得这门亲事真是妙极了 其他男人也纷纷附和 然而他们才高兴不到半分钟 朴东周老爷却来求见 右相听爸赶紧亲自出门迎接 朴老爷告诉右相大事不好 一刻钟后 男人一派召开内部会议 张武烈自然也来参加 朴老爷告诉张武烈 不能小看徐宗替这个人 他家的祖宅流动着王旗 现代的成宗大王一家就住在那里 此时王宫外 徐宗替的祖宅正被民众围观 大家都觉得王子既然选择这门婚事 看来这个祖宅又将出现一代大王 男人一派决定全力阻止这门亲事 就算风水之说并不可靠 明星归附的小王子依然会成为巨大威胁 只有张武烈对大家的做法表示质疑 徐龙基和沈云泽把男人的反应抱给同一 三人觉得应该小心谨慎应对 晚上张武烈决定去看看这个祖宅有何玄机 那个神秘人却又再次出现 他三两下就把张武烈的部下打倒 张武烈只能逃跑 黑医人很快追上了他 手持刀子直指张武烈的要害 意外的是 此人竟是进府都市天寿 天寿拿出早已调查好的旧账 告诉张武烈如果他不配合 里面的丑闻将通通被抖出来 包括跟张玉珍共谋之事 第二天早朝之前 张武烈扶着大殿的柱子 为自己被一介都市威胁恼怒不已 朝堂之上 君王坚持就算小王子成婚也不必迁出宫外 男人大臣自然纷纷抗议 令所有人想不到的是 张武烈竟然支持君王 他举出中宗大王的例子 那届王子成婚后 也依然在宫中住了许多年 所以六岁的小王子 其实不必离开王宫 这让许多名市里的大臣纷纷点头 这回轮道又向大臣慌了神 不知道张武烈为何突然跳唤 左相甚至叫张武烈赶紧闭嘴 可张武烈依然滔滔不绝 他觉得有人非要赶小王子出宫 是想在宫外将王子除掉 不管如何 这么小的孩子 理应被王室保护起来 西人突然觉得张武烈实在太亲切了 君王差点笑了出来 这是他想要的满意答案 张武烈跳反的事情传到佟一的耳朵 佟一觉得这件事情也太奇怪了 晚上 张武烈再次经过天兽身边 他劝天兽想扳倒自己就快点动手 命门被抓在别人手里实在是不舒服 可天兽却不答复什么 小王子听说自己婚后也不必离开王宫 这回他倒是很乐意娶一个新娘 世子听说弟弟不被驱逐很是高兴 可是想想自己好像又不该见弟弟 脸上还是多了几分忧伤 不久后 小王子成婚 他有母有样带着小新娘去给王后请安 可王后脸上却挂满了阴霾 小王子成婚的荡满 君王却在暗处私下问佟一 作为一个王子的母亲 如果王子不能继承王位就会致命 难道你真的不希望小王子登基为王吗 佟一犹豫虚久后 他如实告诉君王 自己当然也希望小王子登基 但是 他希望能找到世子和小王子都能登基的方法 君王听罢 他笑话佟一痴心妄想 这天下哪有两兄弟都能登基当王的方法吗 然而从第二天开始 君王开始谢绝上朝 他一个人静坐在大殿里苦思冥想 只为了找到能成全统一的方法 直到数天之后 众臣终于派来君王重新上朝 然而意外的是 坐在大殿上的不止君王一人 旁边还坐着当今世子 君王宣布世子开始参与处理朝政 并誓言将与威胁世子的力量斗争到底 而王后却被君王派往统一的寝宫 由王后宣布统一被逐出王宫 王后志得意满 这是对他最好的结果 等君王宣布驱逐统一时 沈云泽表示不能理解 明明统一也没有犯过什么事情 可君王却严厉地说 驱逐的理由 统一心里自然清楚 寝宫这边 统一虽然震惊 但他不哭也不闹 退朝后 男人一派开始庆祝 只有张武烈忧心忡忡 一向自诩聪明的他不仅看不透统一 同时也看不透君王 两个地摊货听到消息 却觉得君王昨晚一定喝多了 恐怕酒都没有醒完就开始上朝 世子则替统一求情 虽然自己一度怨恨弟弟 然而他清楚弟弟从未有争权夺位的想法 而且世子相信童一也没有 世子还告诉君王一件事情 事实上童一一直悄悄照顾自己 所以世子请求 一定要把童一和弟弟留在宫中 君王很满意 这是他想要的董事儿子 但是他依然拒绝了世子的请求 事发之后 王后处处给童一穿小鞋 童一给世子送周 王后却在东宫门口截住童一 指责他想要下毒陷害世子 可世子出来却阻止王后 他请求王后不要责难童一 还说童一是他在王宫中最信赖的人 王后听到这话很是震惊 两个本该仇事的人却走到一起 自己起步成了一个笑话 晚上 天寿求见君王 君王一看是自己人 于是把真相告诉天寿 他已经拟好退位诏书 准备跟童一一起住进宫外施展 君王打算提前退位 然而退位诏书需要大清皇帝的批准 如何能见到大清皇帝的密室 又不至于让消息提前泄露 君王想到了办法 在视察禁军时故意晕倒 等君王回到大殿时 秘书处告诉他 大清皇帝的特使已经到达温阳行宫 于是君王下达指命 立即安排他明日前往行宫休养 第二天 男人一派再次悄悄开会 又想认为君王此次是想除掉童一 以稳固世子的地位 然而会议结束后 张武烈走出门口时 却悄悄告诉自己的随从敏军官 童一被驱逐出宫的事情不同寻常 两人一和解 决定从秘书处下手 其中又以春秋管守兵最为薄弱 如果能弄到御址原本 说不定能看出蛛丝马迹 等到君王离开王宫以后 童一才知道君王竟然去了温阳 君王还通过内关留给童一一封信 信里的话 说是等到自己归来 童一大概已经离宫 但是既然童一践行保护两个王子的诺言 君王也会以自己的行动报答童一 而君王对童一的报答 是他将用余生与童一厮守 等童一读完信时已经泪眼鸿晃 晚上君王到了行宫 见到了君父之国的秘史 秘史听到君王准备退位也很惊讶 然而君王不知道的是 与此同时 张武烈带人闯进春秋管 才知道君王准备以退位之名 不仅策立世子为新君 更重要的是 还要策封小王子为师弟 张武烈离开王宫会见右相大人 右相大人目瞪口呆 两人商量后达成共识 绝不能让带着贱民血脉的小孩成为师弟 这个小孩登上宝座 男人一派将土崩瓦解 而在温阳行宫 徐龙基带来了大部分的禁军 他交代手下务必保护君王的安全 等徐龙基抬头看天 一颗流星正在划过夜空 此时的张武烈刚刚开完会 他没有注意到流星 只是一直悼念着口中的执念 假若有一天小王子成功登上宝座 第一个殒命的人必定是自己 所以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抓住手中的新王后 利用他来除掉同一 而徐龙基也依然站在原地自言自语 因为当地有个传说 看见流星陨落就会发生凶事 所以他觉得自己恐怕性命难保 手下劝他怎会如此启人忧天 可徐龙基的话锋一转 他觉得自己带走这么多禁军 说不定宫里的同一很不好过 徐龙基估计也没想到 自己胡乱一猜还真猜对了 此时的天寿发现春秋管无人职守 地上还有新鲜的血迹 但是天寿已经没有办法调查下去了 因为在王宫外 张武烈叫左相大人出手 左相只管易静府 所以天寿的易静府都市立即被左相架空 两名手下还如是告诉天寿 现在易静府兵力已经全部回来守卫王宫 直属指挥官是兵判大臣张武烈 天寿大发脾气 但是左相突然出现在天寿身后 要天寿必须服从指挥 也就在这时 都城的护卫营被兵判大臣张武烈调进王宫 虽然进军少了一半 但是此时 整个王宫却显得警卫森严 所有人的生死 都掌握在张武烈为首的男人一派手中 天寿来找肉都都大人想办法 可肉都都却说 张武烈现在一人就能调用三方兵力 办法他是想不出来了 而张武烈掌握了兵权 他现在开始信心满满去说服王后 所谓的说服 除了道理占一半 估计实力也要占上一半 张武烈出发的路上遇到天寿 天寿警告张武烈不要玩什么小把戏 自己的刀子可不长眼睛 可张武烈同样拿 童一和小王子的性命威胁天寿 要是自己的死能搭上两人也是极好 于是天寿也不敢轻举妄动 然而正当张武烈去找王后时 王后却来到了童一的寝宫 他意识到王公突然剑拔弩张 新王后开始有些开窍 直接问童一当初为何放弃王后之位 王后还想知道 为何童一明明与张玉珍为敌 却又取得了世子的信任 面对王后的连炮发问 童一的回答却简单明了 他说他是为了同时保护世子和小王子 只是自己万万没有想到 贪心求全却换来了现在的危机 王后显然很震惊 这种话怎能出自一个后宫女人之口 他让童一说清楚 危机究竟指的是什么 此时童一也下了决心 他觉得王后应该知道君王退为危机 可就在童一刚要开口时 张武烈却有急事求见王后 所以童一和王后的谈话就此打断 等张武烈见到王后 他向王后汇报童一想袭击世子 所以他才调遣大批士兵进入王宫 王后更震惊了 不仅因为张武烈的话和童一完全相反 更可怕的是 这也是自己一直担心的事情 王后让张武烈提供证据 可张武烈却说没有 只是觉得对方随时可能开始行动 张武烈给王后支了一招 现在王宫危机四伏 最好的办法是王后提前驱逐童一出宫 把对方的谋逆防患于未然 这样才能拾拿久稳保护世子 王后左思右想后 同意了张武烈的请求 就在张武烈会见王后的同时 童一已经让天寿往宫外送信 想让君王提前回宫 而张武烈离开王后请宫时 他的脸上已经现出得意之色 张武烈已经估计到童一会向君王求救 但是温阳行宫如此遥远 一来一回至少也要一天左右 更何况君王今夜也要休息 这一天的时间 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 小王子听说母妃要听自己打寒 他决定今晚跟母妃睡觉 也不管自己已经结婚当了丈夫 可是当王子回到母亲的寝宫 却发现寝宫外围满了监察院的宫女 原来大家担心今夜有人行刺 都自发围在寝宫的周围 天寿和肉嘟嘟大人点兵 发现手头上可以用的人都不到20 比大户人家的家丁还少 到了第二天 王宫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可童一却接到了提前离宫的后宫指令 师兄听到消息 跑去报告皇主故事都喘过气来了 两人觉得肯定是有人趁君王不在 要在宫外杀害童一 童一来求见王后 请求给自己宽限几天 然而王后却不同意 等童一离开王后请宫时 交代奉上宫马上收拾醒 今天就要离开王宫 童一回去以后 世子却又来求见王后 他说等父王回宫 自己一定能想到办法留住童一 所以请王后千万不要提前驱逐童一出宫 可王后同样也没有答应世子 他还要世子不要为别人的事情分析 今日世子要代替君王参加宫外的元老院聚会 应该准时参加才是 世子听罢只好叹了口气 天兽和肉嘟嘟从大臣家中抽掉斧钉 准备今日全力护送童一前往宫外施展 然而童一的寝宫门口 张武烈却亲自带来了正规军 说是定要安全护送童一到达目的地 童一明知对方不安好心 却又无可奈何 童一把天兽沈云泽找来 让他们把兵力全部用来保护王子 既然张武烈派亲信护送自己 就不应该在路上出现差错 敏军官报告张武烈 童一的亲信全都灰头土脸 想来今天计划定会顺利 童一出发离宫前 站在门口反复思考张武烈的行为 此人做事如此谨慎 不应该在路上杀害自己 那到底今日将会发生什么呢 童一一点头绪都没有 等童一换上了素衣 他叫下人通知世子 自己准备出发前往东宫跟世子告别 然而东宫还没有回信 小刃却告诉童一 教夫突然集体生病 出宫的时间只能再推迟一些 与此同时 天兽带着一群府兵埋伏在路上 正在等着童一的教子经过 童一照常去东宫看望世子 才知道世子已经离开王宫 正在前往元老院的路上 奉上公好心提醒童一 元老院跟王室思宅是同一条路呀 突然他恍然大悟 张武烈不是准备袭童一 而是准备以童一的名义袭击世子 王宫外 童一必经的路上 教中人不是童一 而是当今世子 此时童一告诉长金妈 张武烈不会袭击自己和王子 而是准备袭击世子 然后再引诱天兽出手嫁祸童一 于是奉上公急匆匆找人去了 不久后 世子教队的附近突然出现火药爆炸声 然而天兽没有成功阻止 四周却涌出一群正规军 他自知已经掉进张武烈的圈套 此时却也无可奈何 张武烈还假惺惺告诉王后 自己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童一竟敢在路上公然袭击世子 正在天兽被押往易竞府时 张武烈请求王后下达紧急旨 立即捉拿主犯童一归案 王后无可奈何 只好同意了张武烈的请求 他出门时告诉敏军官 这贱民的天运终究结束了 可童一却一直沉住气 他一直等待敏军官到来 贺令手下立即抓捕童一 奇怪的是 竞军和易竞府士兵却无人动手 这时候童一终于发话了 因为他们是来捉拿你的 被今天逆转的张武烈大喊大叫 他让士兵看清楚王后的内置 王后出现了 他说下旨逮捕张武烈的人正是自己 等王后返回寝宫时 童一追上去感谢王后 可王后却反过来感谢童一 还说要不是童一告诉自己君王退位之事 自己恐怕就要对王族犯下重作 王后帮童一抓捕张武烈 却让童一自己想办法证明张武烈有罪 查案这种事 童一还是很有信心的 等童一来到监察院时 长津妈和小任已经查出部分线索 那些教父突然集体生病 只因他们的饮用水 被人投放了有毒的火禁锢 毒性不至于死人 所以是故意拖延童一的行程而已 而监察院的大院 千刀姐把中毒的教父们请来 让他们指正那些负责给自家送水的避命 王宫外的部分 却是由君王负责 谁能想到呢 君王接到了童一的信后 他直接星夜兼程返回 左相半夜悄悄出门会见右响 两人在屋中商议 要是张武烈性命不保 他们自己恐怕也将受到牵连 两人决定立即销毁操控禁军的证据 可是物料还没来得及转 禁军就把他们隐秘的抚兵一锅端 徐龙基抓到了右相的指使 却又被贼人反砍一刀 好在自己的手下及时赶到 一箭就把歹徒射死 事后 徐龙基抬起头来仰望星空 他说原来刘星不是要取自己性命 而是要帮自己达成愿望 左右两相在门口等着张指使回报 却没想到等来了军王 两人慌张行礼 军王贺问他们是否知罪 谁知又向大人扑通下跪后 又摆出他那张事实都能说的 义正言辞的脸 非要强行狡辩自己毫不知情 结果军王叫他赶紧闭嘴 这一套一套的自己早已听命 等着明天领罪就好 等军王回到王宫 焦急地问童医有没有受到伤害 童医只好安慰军王 自己什么事情都没有 第二天一大早 左右两相和张武烈一起被严刑拷打 却不愿对义正府供出一字一句 军王来到义正府时 张武烈大叫自己冤枉 还说这些都是童医的阴谋 然而军王却说 自己又不是来听你们辩解 更不想听你们坦白罪状 他来这里只是想让后人引以为戒 弄权和弃军不得好死 说罢军王下令继续拷打 童医去给王后请安 王后对童医的做事很满意 两人开始惺惺相惜 这天的朝堂上 军王不许任何人为张武烈一党辩解 否则将暗共犯处理 没有人再敢出声 都城只颁布处罚狱猎 左右两项和张武烈调用防务军营 并控制禁军和义靖府 共谋袭击世子嫁祸王氏后宫 已经触犯藐视王氏之罪 这三人几敏军官立即斩首 首级悬挂于城门市中 其他同党流放孤岛后将原地处死 张武烈被嫁出来斩首的路上 徐龙击站在他必经的路旁 他感慨张武烈何等通明才智 要是能用在治理国家上 那个死在石桥下的父亲 必定会感到欣慰 可张武烈抬起头来 却讥笑徐龙击不要得意太走 日后世子登基 你和师弟一党必定遭到报复 徐龙击不再搭他的枪 毕竟师弟之士八字还没有一匹 他只告诉张武烈 等到自己遭到报复时 倒是可以烧一把纸钱让你知晓 就这样 张武烈被带走了 众人被斩首这天 童一很内疚 他觉得这些人都是因为自己而死 天兽只好劝童一心宽 不必拿自己跟争权夺势的小人相提并论 天兽还拿出同一叠叠当初说过的话 贱民直见对抗王权未必正确 那样会造成更多的人们流离失所 可历经沧桑的天兽却继续自我批判 如果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 又怎能改变贱民的地位 此时在大殿里 君王拿出退位诏书 他要把退位的决定公开出来 世子听说父王要退位 他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而在朝堂上 众臣宁死不愿意嫌王退位 可君王却又表示这是决定不是商量 童一赶来劝君王 不要因为自己牺牲国家的安定 可君王却要童一记住 如果自己不退位 两个王子只能保住其一 童一听罢也不知该如何反驳才好 等童一离开时 世子却在大殿外跪地哭了 他恳求父王以国家为主 童一听着世子卑切的哭声 他决定去找王后商量 与此同时 王后也在思考对策 上宫求王后去劝劝君王 可王后却让上宫安排 自己现在就要出门看望小王子 此时的王子正在听课 但他显然心事重重 等到老师叫醒王子 王子只好向老师道歉 他说自己因为最近的事情分了神 然而王子的话声刚刚落下 王后却又突然出现 边走还边说王子不必操心 事情定会圆满解决 王子听罢却觉得很奇怪 王后为何会特地来看望自己 等童一找到王后时 王后却说自己也正寻找童一 两人进了寝宫说话 王后请求童一相信自己 让自己成为小王子的养母 君王就没有理由再退位了 而王后则保证 自己定会把小王子培养成为师弟 等到王后见到了君王 她说她看到童一为了大义保护世子 自己作为一国之母不能落了下风 也要负担起保护小王子的责任 王后请求君王不要退位 王后回去以后 君王在大殿左思右想 决定撤回退位决定 地摊或听说小王子成为王后的养子 她开始盘算等到小王子继承王位 自己定要以大王舅舅的身份去地摊喝酒 皇主部也觉得对头 那样不知道该有多拉风 正当两人聊得起劲时 贤猪手却来找他们 开口就问童一娘娘何时出宫 自己已经暗恋童一多年 一直等着这一天呢 然而她的话刚刚说完 两个地摊货却指着她大骂乌鸦嘴 然而他们没想到 贤猪手的乌鸦嘴竟然说对了 晚上 童一告诉君王 自己还是决定离开王宫 这让君王有些措手不及 当初驱逐童一 只是为了两人双宿双飞 如今自己已经撤回退位决定 童一还有什么离宫的理由 可童一却告诉君王 这是自己反复思虑才做出的决定 君王很难过 那样以后岂不是见不到童一了 可童一却劝君王心宽 私宅又没有多远 自己也可以经常进宫的呀 但是在宫外 自己可以做很多报效国家的事情 等到天兽见到童一时 他已经理解童一的心意 所以天兽没有再劝童一什么 第二天 小王子问童一 娘亲是不是不要自己了 童一却说完全不是 以后小王子将有两个娘亲的呢 世子来见童一时 他也没有挽留童一 只是让童一安心 自己一定会照顾好弟弟 童一终于搬到了宫外私宅 可他到达私宅的第一天晚上 君王就急吼吼出来看他 还气呼呼质问童一 为何你现在还能笑得出来 结果人家童一却说自己很开心 难道还不能笑一笑吗 第二天 童一找来一群工人 要把王宫私宅的围墙拆了 工人一看这可是重罪 所以没人胆敢动手 于是童一只好抡起木锤 自己率先做了表率 私宅的围墙拆掉以后 童一广开大门 让建明有事都可以求助自己 宫里也派出宫女协助童一 对建明的困难一一登记在侧 一年后 凤上宫每天都对着建明大叫排队 喉咙都快叫哑了 可他越叫人家就越不怕他 倒是方快连往那里一出 大骂自己可是监察院第一高手 再不排队自己就动手 民众一看这个女人真凶 全都乖乖排队去了 一个女孩哭求童一 自己爹爹连蚂蚱都不愿意踩死 却被人诬陷杀人 童一去补厅干涉查案 补厅士官见到童一头疼不已 等童一亲自进入尸房 判定凶手右手之刀 然而被冤枉的建明却是个左撇子 可是官听完却不表态 等到童一见到奄奄一息的囚犯 大骂士兵是不是使用了酷刑 明明还没有确凿证据 狱中的囚犯一看童一来救自己 感激替林不知如何是好 从补厅回来的路上 童一顺路去看徐龙基 此时的徐龙基已经辞掉官职 在建明村里开办了学校 正准备保送一批建明考取武官 傍晚 童一把一众老朋友叫来 他觉得这个案情很奇怪 正在朝堂当政的沈明泽一看 明显是个舞弊案子 被抓的建明只是个替罪羊儿 天黑以后 君王又不行出宫 公共取笑君王 这条路因为君王经常出来探望童一 两边现在住满了居民 可君王却嘴硬得很 他说自己正在出宫寻查 只是碰巧路过王室私宅而已 害得公共低头鸣嘴发笑 等到君王见到童一时 却发现操劳的童一流鼻血了 太一诊脉以后 说是娘娘有些劳累 君王一听这话觉得太好了 这下终于可以把童一抓回宫去了 可童一却向君王求饶 说是下次再抓 下次自己一定投降 深夜 君王陪童一去查案 在当年不高不低的围墙旁边 童一决定再次爬进围墙里面看看 他让君王继续给自己当垫脚石 结果君王破口大骂 上次你不知道我是君王 所以我才没治你的罪 现在你明明知道我的身份 可童一不等君王把啰嗦的话说完 却叫君王快点趴下 然后他又从君王背上踩了一脚 君王觉得好重 他骂童一一定是吃胖了 可童一却说你力气怎么越来越小了 两人吵了半天 童一终于还是爬进了围墙里面 多年后 只当了四年大王的世子病逝 小王子继承王位 而胡子斑白的天兽依然守在小王子身边 两人来到墓前告位童一 一个贱民小孩闯进王室陵墓 天兽追上小孩 看见他神似当年的童一 就问他你这是在做什么 小孩说他在抓松毛虫 只是想让娘娘的墓地干净整洁 天兽感谢小女孩 让他不必介意自己的贱民出身 只要心地善良 将来必定成为高贵之人 回城的路上 天兽仿佛看见 在绿树和草地之中 君王不高不低地叫了一声童一 童一啊 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